吕诗春秋,战国吕不韦,孟春记第一章,孟春记孟春之月,日在营诗,孟,长,春,诗,夏之正月也,营诗,北方素,味之分也,诗月,日蝉此素,荤村中,淡尾中,参,西方素,晋之分也, 唯,东方素,燕之分也,诗月昏诞时,接种于南方,其日假矣,其弟太号,假矣,暮日也,太号,福西是以穆德王天下之号,死,死于东方,为穆德之地,其神勾芒,勾芒,少昊氏之义子约众,左穆德之地,死为穆官之神,其崇林, 其阴角,东方邵阳,勿去太阴,甲散卫林,林,于蜀也,龙位之长,角,木也,位在东方,律中太祖,其数八,太祖,杨绿也,主管阴宇太促生和,太阴气衰,邵阳气发,万物动生,促地而出,故曰律中太祖,五行数五,目第三, 故树八,其尾酸,其臭山,春,东方穆王,穆尾酸,酸者,钻也,万物应阳,钻地而出,山,木乡山也,其四户,记仙脾,折伏之类,使动生,出游户,故四户也,皮书陀, 陈祖道,皮在前,故曰祭仙脾,春,木圣土,仙石所圣也,一说,皮属木,自用其藏也,东风解冻,折崇使镇,折,读如诗文王之时,东方木,木,活母也,火气温,故东风解冻,兵盼弑地, 折伏之崇成阳,使镇动苏生也,于上兵,塔祭于,于,礼父之鼠也,应阳而动,上赴兵,塔边,水秦也,曲里于至水边,四面沉之,世卫之祭于魏氏后者,后雁北,后时之雁,从蓬离来,北过至北极之沙漠也,天子居清阳左个,清阳者,明堂也, 中方外环,通达四处,各有左右防卫之各,各,有各也,东出魏之清阳,南出魏之明堂,西出魏之总章,北出魏之玄堂,是月,天子昭日故朔,行令于左个之房,东向堂,北投是也,城鸾路,驾苍龙,路,车也,鸾鸟在横,何在市, 明相应和,后世不能复至,驻同魏之,是以今,魏之鸾路也,周里马八尺以上魏龙,七尺以上魏来,六尺以上魏马也,宰清其,一清一,伏清玉,其,其名,骄龙魏其,宰者若今之机,翘车是也, 佛,佛,佩也,所依佩玉皆清者,顺慕色也,时麦与阳,其器书已达,麦属今,阳属驼,世月也,金屠已老,时所圣也,宗庙所用之器,皆疏漏通达,以向阳气之设处,世月也,以立川,冬至后四十六日而立春,立春之节多在世月也, 先立春三日,太史夜之天子曰,某日立春,成德在目,夜,告也,周里太史掌国之六点,正岁时已叙事,故告天子已立春日也,圣德在目,王东方也,天子乃斋,论语,曰斋必辨时,居必千作,自阴节也,立春之日,天子亲律三公九卿诸侯大父, 以迎春于东郊,绿,时也,迎春暮气于东方八里之郊,玄,乃赏公卿诸侯大父于朝,赏,绝路之赏也,三公至尊,坐而论道,不嫌不赏,故但言清诸侯大父者也,命向不得和令,行径施惠,下己照明,向,三公也, 除为二伯,一乡处于内也,不嫌得和柔之令,行其庆善,施其择会,下至于赵民,无不备之也,庆此遂行,无有不当,各得其所也,乃命太史,首典奉法,四天日月星辰之行,点六点,法,八法, 日月五星,行度迟速,太史之之也,顾命史思之之也,素离不特,无事经济,以出未尝,推,差也,星辰速度,思之奇度,以起千牛之出未尝,世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古于上帝,日,从甲至鬼也,元,善也,其,秋也, 上帝,天帝也,乃则元臣,天子亲载磊四,错之曾于宝戒之欲间,元,善也,臣,十二臣,从子至汉也,磊四,更弃也,错,至也,宝戒,父也,欲,至也, 则善臣之日,载磊四之聚于吉田,至于宝戒之间施用之也,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公庚帝吉田,公,亲也,天子吉田千亩,以供上帝之资成,故曰帝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清诸侯大夫九推,离以三位闻,故天子三推,为亦发也。 国语曰王庚一发,搬三至搬,次也,为公经代夫各三,其上公三发,清九发,代夫二十七发也,反,直觉于太寝,觉,隐觉,太寝,祖庙也,事归公于先祖,故于庙饮酒也,三公九卿诸侯大夫接遇,命曰老九, 欲至天子之命,劳群臣于太庙,饮之已久,事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繁动,事月也,太挂,用事,钱上昆下,天地合同,繁重动挺而生也,亡不农事,命田设东交,命,令也,东交,农交也, 命农大夫摄指东交,监视田市,皆修封江,审端禁术,修,至也,封,戒也,起其江畔,九都堕雨,江夏也,事云中田有炉,江亦有瓜,无修废也,端正其境路,不得携行败驾色也,善香秋陵,繁显元席,相,是也, 繁显,轻微也,广平约远,下时约习,土地所宜,无谷所执,执,长,以教道民,毕恭亲至,誓云福功福亲,庶民福信,田市济赤,先定准值,农乃不惑,赤,毒赤,赤都田市,准定其功,农福正值不疑惑, 世约也,命乐正入学习武,乐正,乐观之长也,入学观,交国子讲习与乐之武,周里大虚掌学士之板,以六乐之会正武为也,乃修祭典,命似山林川则,牺牲无用片,点,长也,公施于民则四至,山林川则,百物所生, 又能星云雨,已之家苗,故四至,无用聘,尚捐结也,尽指伐木,春,牧亡,上长阳也,无附巢,无沙海虫胎妖飞鸟,无迷无乱,翻树污咽,弥子曰妙,护子曰妙,无拒大众,无至成郭,至丽也,研戈埋错,错,毒水自戊之字, 白骨约阁 有肉约搓 掩埋者 复藏之也 顺目得 而上人恩也 施月也 不可以称兵 称兵必有天秧 称 菊也 秧 旧也 兵容不起 不可以从我使 春当行人 飞行兵 征伐使也 故曰不可以从我使 无变天之道 变 游历也 无绝地治理 绝 游断也 无乱人之计 人反得未乱 戒 道也 孟春行下令 择风雨不时 草木汉稿 国乃有孔 春 木也 下 火也 木得用事 法荡宽人 而行火令 火性沿上 故使草木稿落 不待秋冬 故曰天气不和 国人惶恐也 行秋令 则民大义 急风暴雨树至 里有蓬蒿并兴 莫 人 金 杀 而行其令 气不和 故民意并也 金生水 与水相干 故风雨树至 荒惠滋生 是以里有蓬蒿并兴 行东令 则水辽未败 双雪大志 手重不入 春 阳 冬 阴 以行其令 阴成阳 故水辽未败 雪霜大志 伤海无骨 春未岁始 驾色应之 不成熟也 故曰手重不入 孟春记第二章 孟春记本生 始生之者 天也 养成之者 人也 时 初也 能养天之所生 而物应之为天子 应由立也 天子之动也 以全天为故者也 全由顺也 天 姓也 故 是也 此官之所自立也 官 正也 自 从也 立官者 以全生也 生 姓也 今世之获主 主 未亡也 多官而凡以害生 则失所谓立之矣 多立官 至人不孝人 乱想甘度 故以害生也 是其所谓立官之法也 辟之若修兵者 已被扣也 今修兵而凡以自公 则亦失所谓修之矣 若秦住长城已被患 不知长城之所以自亡也 亦是其所谓修兵之法也 浮水之性轻 屠者胡之 故不得清 胡 独曰谷 谷 浊也 人之性寿 物者胡之 故不得寿 胡 乱也 乱之使妖者也 物也者 所以养性也 非所以信仰也 物者 祸惠 所以养人也 世人贪欲过智者 多所取祸 故曰 非所以信仰也 今世之人 或者多以信仰物 夫无畏者 不以身义物 有畏者 则以物以身 故曰 或者多以信仰物也 则不知轻重也 轻 欲物 重 欲深 不知轻重 则重者为轻 轻者为重也 若此 则每动无不败 以此为君辈 以此为尘乱 以此为子狂 三者国有一焉 无姓必亡 甲令有姓 且由微微并者也 今有生于此 耳听之必欠 欠 快也 以听之则使人龙 必服听 以龙 故不当听也 有则于此 目视之必欠 以视之则使人忙 必服事 以忙 故不当事也 有位于此 口识之必欠 以食之则使人因 必服食 以因 故不当食也 老子曰五声乱耳 视而不听 五色乱目 使目不明 五味食口 食口爽伤也 是故圣人之于 生色滋味也 利于性 则取之 害于性 则舍之 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贵妇者 其于生色滋味 也多货者 货 炫 日夜求 幸而得之 则顿焉 顿 留意不能自今也 顿焉 性恶的不伤 恶 安 也 伤 病 也 万人操功 共设一招 招无不忠 招 准的也 众人所献 会公设之 故曰无不忠也 万物张张 以害一生 生无不伤 张张明美貌 故允生也 以便一生生无不长 便利也 利其生性 故生长久 也故圣人之志万物也 以全其天也 天 身也 天权 则神何以 慕名以 耳聪以 鼻臭以 口民以 三百六十节 皆同利以 若此人者 不言而信 法天不言 四十行焉 是其信也 不谋而当 不律而得 师云不识不知 顺地之责 故曰不谋律而当 何得事实 精同乎天地 神父乎宇宙 宇宙 屈宇之内 言其得大 皆富备也 其余物无不受也 无不果也 受 由成也 果 由囊也 若天地然 其得如天无不富 如得无不载 故曰若天地然 尚未天子而不骄 常战利也 故遥戒曰 战战利利 日甚一日 下位匹夫而不昏 昏 独幽闷之闷 亦然也 此之位权德之人 其德性升降 无所亏阙 故曰全 贵妇而不知道 士族已未患 不知持影子族之道 已知破亡 故曰士族已未患 不如贫贱 贫贱之质物也难 虽遇过之稀有 贫贱无事 不能至情欲之物 故曰难也 于理无畏 于身无缺 故曰虽遇过之稀有 出则以车 入则以念 物以自义 人引车曰念 出门乘车 入门用念 此交易之物也 命之曰昭觉之机 昭至也 绝机门内之位也 成年于宫中游祥 至于绝机 故曰物以自义也 世云不远一耳 博颂我机 此不过绝之味 肥肉厚酒 物以自强 命之曰滥肠之时 论语 肉虽多 不使圣食器 又曰不畏酒困 老子曰五味十口 十口爽伤 故为之滥肠之时也 弥漫耗齿 正 为之音 物以自乐 命之曰伐性之福 弥漫 细里若鸡 美色也 好齿 诗所谓 齿如护兮者也 郑国银辟 男女私会于秦 伪之上 有寻虚之乐 勺耀之和 西者 因咒使 乐诗作 昭歌 北彼 迷迷之乐 以为淫乱 五王伐咒 乐诗 抱其乐器 自投 谱水之中 积卫林宫 北朝于晋 夙于菩萨 夜闻水中 有秦色之音 乃使诗涓 以秦写其音 灵宫至晋国 晋平宫作乐 宫曰寡人得心声 请以乐君 遂使涓作之 平宫大说 诗旷旨之曰此 亡国之音也 咒之太师 以此音 自投于谱水 得此声 必于谱水之上 以地在位 音曰正 谱之音 以其银辟灭亡 故曰 乏性之辅者也 三患者 贵妇之所致也 故故之人 又不肯贵妇者已 由众生雇也 古人 未遥时许游 方悔 善犬 顺势雄逃 周势伯夷 汉势四号 皆不肯负贵者 高位师吉顛 故曰 众生雇也 非夸以明也 为其实也 夸 虚也 非以为轻负贵求虚名也 以为其刻以全生宝幸之时也 则此论之不可不查也 论此上句 贵贱祸福 不可不查也 孟春记 第三章 孟春记 重击 赘 至巧也 人不爱赘之指 而爱己之指 有之利故也 赘 摇之巧功也 虽巧无异于己 故不爱之也 吉指虽不如坠之巧 游自未用 故言有之利故也 人不爱昆山之欲 江汉之珠 昆山之欲 凡以炉炭 三日三夜 色则不变 欲欲之美者也 江汉有夜光之明珠 珠之美者也 而爱己之依 苍壁小鸡 有之利故也 苍壁 十多欲少也 诸之不还者 约鸡 皆欲不好也 而爱之者 有之为己用 得其利故也 尽无生之为我有 而利我亦大亦 无生我有 有我身也 天下之利有我 如我之爱 苍壁与小鸡 有之利故也 故曰 利我亦大亦 论其贵贱 诀为天子 不足以彼焉 论其所贵所见 人虽尊为天子 不足以彼己之所见 论其轻重 富有天下 不可以亦之 论其所轻所重 人虽富有天下之财 不肯以亦己之所轻 论其安危 亦属失之 终身不负德 贫贱所以安也 富贵所以威也 属明日也 言一日 施其所以安 终身不能负德之也 此三者 有道者之所甚也 道上无畏 不上此三者 故曰 有道者之所甚 有甚之而反害之者 不达乎性命之情也 守肾无畏 轻贵重申 当实行则行 实指则止 而凡有害之者 故曰 不达乎性命之情者也 不达乎性命之情 甚至何亦 虽甚至游见害 故曰何亦 是施者之爱子也 不免乎枕之以汤 是龙者之养婴而也 方蕾而窥之于汤 有疏伏之慎者 诗 故诗 目无见者也 故朕子以康 康其盲眉子目 非力之者也 龙者不闻雷之声 不顿嗓子拍解谢救过 而反徐步 窥而于堂 故曰有疏伏之慎者也 疏优甚也 伏伏之慎者 是死生存亡可不可 为是有别也 言不能别之也 为是有别者 其所谓是为常事 其所谓非为常非 是其所谓非 非其所谓是 此之为大祸 己之所是 众人之所非也 故曰未常事 己之所非 众人之所是也 故曰未常非 是己之所是 非己之所非 而以此求同于己者也 故为之大祸 若此人者 天之所获也 或旧也 以此治身 必死必殃 以此治国 必残必亡 以其天之所获也 不死不亡者 为之有也 故曰必服死殃残亡 非自治也 或赵之也 赵 至也 以获治之也 受常至常亦然 亦以仁亦诏之也 故有道者 不查所诏 而查其诏之者 所诏 人亦亦也 推行仁亦 受常自治 故曰不查所诏也 诏之者 不行仁亦 残亡应行而治 故曰查其诏之也 则其治不可禁矣 于 汤罪己 其心也薄焉 皆 咒罪人 其亡也乎焉 皆己自诏之 何可禁欲 此论不可禁矣 可不孰 书游之也 使乌祸及引牛尾 尾决立丹 而牛不可行 逆也 乌祸 秦武王立誓也 能举千军 单读约丹 丹 近也 使无耻数子引其圈 而牛自所以之 顺也 此 从也 知 至也 是之人 主贵人 人 人主 魏王者 诸侯也 贵人 魏公经大夫也 无贤不孝 莫不欲 长生九世 是 活也 而日逆其生 欲之何意 王者贵人所行 淫耻纵欲暴虐 反利天长 不顺生道 日所施行 无不道逆其生 虽欲长生 若乌祸多利 道引牛尾 尾决不能行 故曰欲之何意也 凡生之长也 顺之也 始圣不顺者 欲也 欲 情欲也 故圣人必先示欲 事由节也 事大则多阴 抬高则多阳 多阴则诀 诀 逆寒极也 多阳则伪 伪 必不能行也 此阴阳 不适之换也 换 害也是 孤先王不处大事 未觉极也 不畏高抬 未畏极也 未不重真 未伤未也 依不胆热 胆毒曰淡 淡厚也 胆热则理塞 理塞 麦理必解也 理塞则气不达 达通也 未重真则未冲 冲满也 未冲则中大满 满毒曰闷 不胜食气 未闷病也 肥肉厚酒 滥肠之时 此之未也 忠大蛮而 气不达 不踏 拥臂也 以此长生可得呼 言不得也 西先圣王之位 愿有原池也 足以观望劳行而已 出今寿所 大约愿 小约幼 使云王再灵幼 树果约远 誓约 原有树桃 有水约池 可以犹关于智 故曰 足以劳行而已 其未公事台谢也 足以辟造师而已 以公庙也 是 秦也 而雅约 公位之事 侍卫之公 驻土方 而高约台 有乌约谢 造魏扬言 施魏与路 故曰 足以备之而已 其位于马一求也 足以一身 宣海而已 以 安也 其位 隐施依离也 足以 施魏充须而已 以 独如施 蛇蛇 朔炎之蛇 周里 江人掌王之六隐 水江里粮一也 又 九镇二月里其 离者 以涅于蜀相体 不以躯也 卓而舔耳 其位生色音乐也 足以安性 自愚而移 生 五阴公商 嚼之余也 色 青黄赤白黑也 五者 圣王之所以养性也 非豪茧而恶肺也 截乎性也 截犹何也 何是其情性而已 不过智也 孟春记第四章 孟春记贵公 西先圣王之智天下也 必先公 公 正也 公则天下平也 平 何也 平得于公 得犹出也 常事关于上智 上智 古记也 有得天下者重以 其得之以公 其师之必偏 偏 思 不正也 反主之利也 生于公 生 姓也 故 红返月 无偏无党 王道荡荡 荡荡 平易也 世人鲁道有荡 无偏无泼 尊王之义 义 乏也 无或做好 尊王之道 或 有也 好 思好 与公平于取慧也 无或作恶 尊王之路 恶 善作威也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 书曰皇天无亲 为得是府 故曰天下之天下也 阴阳之河 不长一类 甘露食语 不思一物 思 游义也 万民之主 不阿义人 阿义思也 波琴将行 请所以智鲁 波琴 周公子也 乘王丰之于鲁 诗云 见尔原子 彼侯于鲁 周公曰 立而勿立也 勿在立民 勿自立也 经人有仪公者 而不肯所 疑 诗也 曰 经人一知 经人得知 又何所焉 孔子文之曰 去其经而可以 言人得知而已 何必经人也 老丹文之曰 去其人而可以 顾老丹则至公已 光 正也 言天下得知而已 何必人 顾曰至公 无所思谓也 天地大矣 生而福子 成而福有 天大地大 生育民人 不以为己子 承遂万物 不以为己有也 万物皆被其责 得其利 而莫知其所有始 有从也 万物皆蒙 天地之责 而得其利 若遥时 父老无 昼义之劳 激壤于李末 自以为当然 故曰 莫知其所从始也 此三皇 五帝之得也 三皇 五帝得大 能法天地 民人 被其责 而得其利 亦不知 其所从始也 老子 云圣人不仁 以百姓 为除狗 此之谓也 管仲有病 还公罔问之 曰 重负之病已 病 困也 自慎 国人福慧 自 亦病也 寡人江水 蜀国 蜀 托也 管仲对曰 西者 沉浸力 节制 由 为足以知之也 为足以知人也 今病在于朝夕之中 沉夕能言 西 和也 还公曰 此大事也 愿重负之 教寡人也 教由告也 管仲敬诺 曰 公谁遇相 言语用谁未相 公曰 报书衙可呼 管仲对曰 不可 宜无善报书衙 宜无 管仲明 善由何也 报书衙之谓人也 清廉截止 是不己弱者 不比于人 比 方也 亦闻人之过 终身不忘 念人之过 彼亡人之功 不可谓霸者之相也 勿以 择习彭其可呼 习彭之谓人也 上之而下求 至上是贤人而谋之也 求由问也 文语 曰恐文子不齿下问 是以谓之文也 丑不若皇帝 而哀不己弱者 自丑其得不如皇帝 事云高山阳止 景航行止 相惜人也 哀不如己者 欲教育训力 始于己其也 其于国也 有不闻也 不求闻其善也 志在立国而已 其于物也 有不知也 物是也 非其直视 不求知之也 其于人也 有不献也 物在济民 不求献之 孝经约 非家智而献之也 此总说 习彭所行 勿以乎 则习彭可也 言可用也 夫相 大观也 出大观者 不欲小查 查 科也 不欲小智 小智则好之小事 以自今法也 故曰 大将不拙 但是模范而已 不负自拙削也 大袍不斗 但调和武卫 使神人想之而已 不负自裂 服鬼鞭斗也 大勇不斗 大勇之人 折冲千里 而能服远 不负自斗也 大兵不扣 扣 害也 若武王之伐咒 扫除无道 是祭祀之求 朝成汤之庙 辅应之遗民 不扣害之也 还功行功去思恶 愚人之过 无所念 无所思也 故曰去思也 用管子而为武博长 长 上也行私所爱 用竖刀 而重出于户 阿竖刀之余 不正是长 其死也 国乱民扰 无子争利 无主丧 六十日乃便 致使重流出户也 人之少也余 其长也至 故智而用思 不若余而用功 用思则败 用功则记 日罪而适福 适读约赤 离丧不饮酒食肉 而日罪于酒 欲整丧记 由无目欲是清凰 无耳欲听功商也 私利而立功 贪利而求亡 顺福能为 顺游不能为 旷繁人呼 孟春记第五章 孟春记 取思 天无私父也 地无私载也 日月无私主也 似是无私行也 行其得 而万物得岁长焉 岁 成也 皇帝言曰 生敬重 不欲虚明过其时也 色敬重 不欲好色至淫纵也 依敬重 不欲衣服于剑 若子脏好居欲观也 相敬重 不欲奢侈分香文四元也 未敬重 不欲后卫 圣时弃伤性也 是敬重 不欲公事重耻 使土目胜也 遥有子十人 不欲其子而受顺 孟子曰 遥使九男二女士顺 此曰十子 代丹诸未印子 不在述中 顺有子九人 不欲其子而受语 至公也 国语曰 顺有商君 此曰九子 不知出于何书也 晋平公问于 齐皇阳曰 南阳无令 其谁可而未知 南阳 晋山阳河北之意 今河内 温阳繁州之属 皆是也 令 君也 二 能 未知 齐皇阳对曰 谢胡可 皇阳 晋大夫 齐夕之字 平公曰 谢胡非子之仇邪 平公 晋道公之子彪 对曰 君问可 非问臣之仇也 平公曰 善 遂用至 国人称善焉 居有奸 奸 秦也 平公又问其 黄阳曰 国无畏 其谁可而未知 对曰 无可 传曰 齐夕晴老 晋侯问四言 称谢胡 其仇也 将立之而足 又问焉 对曰 五也可 平公曰 五非子之子也 对曰 君问可 非问臣之子也 平公曰 善 又遂用至 国人称善焉 孔子文之曰 善在 其黄阳之论也 外举不避仇 内举不避子 其黄阳可为公义 莫者有巨子 傅吞 居秦 巨 姓 子 通称 傅吞 字也 吞读曰 车顿之顿 其子杀人 秦惠王曰 先生之年长矣 非有他子也 寡人以令力扶诛矣 惠王 秦孝公子四先生之矣 此听寡人也 傅吞对曰 莫者之法曰 杀人者死 伤人者行 此所以尽杀伤人也 夫尽杀伤人者 天下之大义也 王虽未知赐 受赐也 而令力扶诛 傅吞不可不行 莫者之法 欲必行之 杀其子也 不许惠王 而遂杀之 此 人之所思也 人所思以 行大义 思 爱也 巨子可谓公义 忍读曰人 行之人也 袍人调和 而俯改时 故可以为袍 若是袍人调和 而识之 则不可以为袍矣 王伯之君 亦然 诸豹而不思 以封天下之贤者 故可以为王伯 若是王伯之君 诸豹而思之 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传曰作示威 克其爱 虽小臂记 故曰诸豹而服思也 甲令有所思亡 则不可以为王伯君矣 众春记第一章 众春记 众春之月 日在魁 众春 夏至二月 魁 西方素 鲁之分也也 试月 日禅此素 昏湖中 淡渐行中 湖星在雨鬼南 渐星在斗上 试月 昏淡时 皆中于南方 其日假矣 其弟太好 其神勾芒 其崇林 其阴角 律中 家中 家中 阴绿也 试月也 万物去阴 家阳而生 故行管阴中 家中也 其树八 其味酸 其臭山 其四祸 寄仙皮 始于水 桃李华 自东冰雪 至此土发而耕 故曰始于水也 桃李之属 皆疏华也 苍庚明 樱化未揪 苍庚 而雅曰商庚 梨黄 楚雀也 其人未知团属 秦人未知黄梨 忧 继未知黄鸟 誓云黄鸟于飞 损于灌木誓也 至誓月而明 樱化未揪 会正直 不至极也 揪 盖部古鸟 天子居 清阳太庙 清阳 东向堂 太庙 中央市 城鸾路 驾苍龙 宰青起 依清一 浮清玉 石脉与阳 其气疏已达 说在梦春 誓月也 安萌芽 养幼少 存诸孤 顺春阳 常养幼少 存续孤寡 萌芽 朱当生者不扰动 故约安 则元日 命人设 元 善也 日 从甲至鬼也 设计厚土 所以为民其谷也 闲日有从否 众龙士 故补则之 命有司 省灵语 去智故 无似略 指御诵 有司 礼观 主御者也 灵语 法事 省知者 舍清威也 在足曰智 在守曰故 四 截 略 吃也 言无者 虚立秋也 至 见 世月也 玄鸟智 智之日 以太劳似于高梅 玄鸟 燕也 春分而来 秋分而去 传曰玄鸟是 四其者也 周里 梅是以 仲春之月 和男女 食也 奔则不禁 因祭其神余交 为之交美 交音与高相近 故获言高美 王者后非 以玄鸟智 其祭四于高梅 三生据曰太老 天子亲王 后非率九贫 玉 王者 以后 三夫人 九贫 二十七师父 但后 夫人率九贫 四高梅 玉 见天子于高梅 中也 乃里天子所欲 待以公读 受以公使于高梅 之前 理 后非之事 见于天子者 于高梅 此之前 读 公韬也 受以公使 士福猛 得南相也 士月也 日夜分 雷乃发声 使殿 分 等 昼夜君也 东阴碧故 阳府余下 士月阳声 雷使发声 阵气为雷 机气为殿 折虫闲洞 开户使出 折服之虫 使洞苏 开折之户使出声 献雷三日 奋夺 以令于赵民曰 雷且发声 夺 木陵也 金口 木蛇 为木夺 金蛇 为金夺 所以 正告赵民 使之将雷也 有不戒 其容 职者 生子不备 必有凶灾 有不戒 慎容 职者 以雷电 和防尸者 生子必有 因比通经 狂吃之极 故曰 不备 必有凶灾 日夜分 则同 度量 均衡 石 角斗筒 正全盖 度 齿丈也 量 立中也 君 全 横石 撑也 石 百二十进 角 平 斗筒 量 气也 撑锤曰全 盖 平斗 胡者 令君等也 誓月也 耕者少射 少射 皆更在也 少射 在都一者也 尚书 绝民兮 散步在也 传约阴阳分布 震雷出智 土地不被肯 辟在思寇之位也 乃修和善 请庙必备 和善 门善也 民所游出 故智之也 秦已安身 庙已士祖 故曰 必无堕遁也 无作大事 以防农工 大事 兵戈征伐也 誓月也 无节川泽 无路悲驰 无焚山林 皆为尽类妖物 天子乃陷高开兵 先见寝妙 开兵是取兵 以智剑 以祭妙 春剑久软 誓云二之日 凿兵冲冲 三之日 那于灵阴 四之日 其早献高继久 此之未也 上丁 命乐正 入武士采 誓月上寻丁日 命乐观正 奉律清大夫之子 入学观习武也 舍 游至也 初入学观 碧里先师 至采薄于前 以至神也 周里 春入学 舍采和武 秋班学 和生 以六乐之会 正五位 此之未也 天子乃帅 三公九卿诸侯 亲往事至 常世约是 中丁 又命乐正 入学习乐 中寻丁日 又入学观习乐 乐所以 一封一俗 协和民人也 为六代之乐 云门 闲耻 大勺 大户 大下 大武也 周里 约以乐教和 则民不乖 此之未也 世约也 似不用牺牲 用龟臂 更疲弊 世约上生育 故不用牺牲 更 代也 以龟臂 代牺牲也 疲弊 路皮玄 勋术博也 既约 臂全 疲归 告予祖迷 此之未也 中春行秋令 则齐国大水 寒气总治 寇荣来征 中春 阳中也 阳气长阳 而行秋金杀戮之令 故寒气尾制 寇害之兵来 伐齐国也 行东令 则阳气不胜 麦乃不熟 民夺相略 东阴速杀 而行其令 阴气成阳 阳气不胜 故麦不成熟 民机穷 故乡劫掠掠也 行下令 则国乃大汉 暖气早来 崇明为害 夏季炎阳 而行其令 故大汉 火气热 故汉暖也 吉阳声音 故崇明做汉也 崇石架 新味之名 众春记第二章 众春记贵生 圣人身律天下 莫贵于生 福尔目鼻口 生之意也 意 是也 耳虽欲生 目虽欲色 鼻虽欲分香 口虽欲滋味 害于生则止 在四官者不欲 指 禁也 四官 耳目鼻口也 利于生者 则服位 则不至此四官之欲 由此官之 耳目鼻口 不得善行 必有所致 善 专也 至 至于心也 辟之若官直 不得善位 位 坐 必有所致 至于君也 此贵生之术也 遥以天下 让于紫舟之父 紫舟之父 古贤人也 紫舟之父 对于 以我为天子 犹可也 虽然 我是有悠悠之病 方将治之 卫辖 在天下也 悠 隐也 誓云如有隐忧 我心不愿 卫辖在于治天下 天下 重物也 重 大也 而不以害其生 又 旷于他 悟辅 他 游异也 唯不以天下 害其生 者也 可以托天下 托 父 月人三世 杀其君 王子搜 患之 王子搜 淮南 寄云 月王 一也 桃湖 丹雪 淮南 云山 雪也 越国 无君 求王子搜 而不得 从之 丹雪 王子搜不肯出 月人 熏之以爱 成之以亡语 王子搜 远随登车 仰天而呼 曰 君呼 独不可以舍我呼 舍 至也 王子搜 非恶未君也 恶未君之患也 患 害若 王子搜者 可谓不以国商其生意 此故月人之所欲得 而未君也 欲得王子搜未君也 鲁君闻言和得道之人也 使人以弊先焉 言和守驴 路不之一 而自泛牛 鲁君之使者至 言和自对之 使者曰 此言和之家邪 言和对曰 此和之家也 使者至弊 言和对曰 恐听谋而疑使者罪 不若审之 恐谋物质必得罪 故劝令审之 使者还凡审之 父来求之 则不得已 言和于疲而逃之 故不得 故若言和者 非恶富贵也 由重生恶之也 使之人主 多以富贵 交得道之人 其不相知 交 太也 淮南记 约于相望乎江湖 人相望乎道数 言各得其志 故不相知之也 其不卑在 卑于富贵而交人也 故曰 道之真 以持身 其虚于 以为国家 以持身之余虚 以至国家 其土居 以至天下 土 瓦利也 去 曹宽也 土谷 宽福 依其事之乐也 孝经 曰安上至民 莫善于礼 遗风易俗 莫善于乐 故可以至天下 据 银诈由此观之 帝王之功 圣人之于事也 圣人至之 悠有余欲 故曰于事 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 遥 顺 宇 汤之至天下 离黑寿吉 过家门而不入 故曰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 趋济民而以 今世俗之君子 微身弃生以迅物 迅 游随也 彼且惜以此之也 此 此物也 知 智也 彼且惜以此谓也 彼 未今世俗人云 君子幽之也 何以物谓也 凡圣人之动作也 必查其所以之之 智也 与其所以谓 谓 作也 今有人于此 以随喉之诛 谈千任之阙 是必孝之 是何也 所用重 所要轻也 重 未随喉诛也 要 得也 轻 未阙也 夫生 启特随喉诛之重也在 子华子曰 全生未上 子华子 谷体道人 无欲 故全其生 长生是行之上也 亏生赐之 少亏其生 何光同尘 可以赐全生者 死赐之 守死不宜其智 可以赐亏生者 破生未下 破 足也 促欲得生 失速宠禄 智不高洁 人之下也 故所谓尊生者 全生之位 于身无所亏 于义无所损 故曰全生 所谓全生者 六欲皆得其一也 六欲生 死 耳 目 口 鼻也 所谓亏生者 六欲分得其一也 分 半也 亏生则于 其尊之者 保矣 其亏迷甚者也 其尊弥薄 你 亦 所谓死者 无有所以知 父其未生也 死君亲之难 亦重于生 誓死如归 故曰无有所以知 父其未生也 所谓破生者 六欲莫得其一也 皆获其所甚恶者 福是也 辱是也 福 行也 行不义 是故辱 辱莫大于不义 故不义 破生也 不能倒一而死 破于苟生 于水火无见倒死者已 未见倒人而死者也 而破生非毒不义也 故曰破生不若死 破 作 给予苟生 不仁义 不如倒人义死未贵 惜以知其然也 耳闻所恶 不若无闻 目见所恶 不若无见 故雷则掩耳 殿则掩目 此其彼也 凡六欲者 皆知其所甚恶 而必不得免 不若无有所以知 无有所以知者 死之未也 故破生不若死 世肉者 非腐蜀之未也 世酒者 非败酒之未也 尊生者 非破生之未也 中春祭第三章 中春祭 晴玉 天生人 而是有贪有玉 玉有情 情有结 结 是也 圣人修杰以止欲 止一坐至 故不过行其情也 不过其事 故耳之欲五生 目之欲五色 口之欲五味 情也 此三者 贵贱于智贤 不孝欲之若依 三 为耳目口也 一 尤等也 虽神龙 皇帝 七语节 昼童 有天下童也 圣人之所以 亦者得其情也 圣人得其 不过节之情 由贵生动则 得其情也 不由贵生动则 失其情也 失其不过节之情 此二者 死生存亡之本也 圣人得其情 乱人失其性 得情生存 失情死亡 故曰死生存亡之本 俗主亏情 故每动未亡拜 俗主 凡君也 败 灭亡也 耳不可善 目不可厌 口不可满 身尽腹重 筋骨神智 血脉雍色 久俏寥寥 驱失其疑 辅 复吉也 壮 守吉也 即三观之欲 以病甚深 故久俏 皆寥寥然须 取过其事 以害其性也 虽有彭祖 由不能畏也 彭祖 因之贤臣 智性清静 不欲于物 盖首七百岁 论语 所谓恕而不作 性而好骨 切比于我老彭氏也 言虽彭祖之无欲 不能化智俗主 使之无欲 故曰此有彭祖 由不能畏 其余物也 不可得之未欲 贵不可得之物 宝难得之祸 此之未欲 故曰未欲 不可足之未求 归求无足 不知济疾 不可营验 此之未求 故曰未求 大师生本 老子曰出生入死 故曰大师生本 民人怨傍 又恕大仇 俗主求欲 民人皆怨而傍善 如愁愁也 亦其亦动 悄然不顾 悄未成绝之敲 为其流行素极 不坚固之貌 故其稚气亦动也 今是好智 胸中欺诈 今大其宠事 好上其所行 自卫未至 凶义之中 欺诈不成 所行暴虐 由与民言恩惠也 得意之缓 协力之极 缓游后 吉游先 身已困穷 遂后悔之 上将西极 宽 游威 喜 何也 巧宁之近 端之之远 巧宁者亲近之 正知者疏远之 国家大威 悔前之过 由不可反 反 献 闻言而经 不得所由 所行残暴 闻将威败灭亡之言 而乃使经部 行不仁不义之所致也 故曰 不得所由 由 用也 百病怒起 乱难时至 以此军人 未身大忧 此非 蓄民之道 故身大忧 耳不悦生 目不乐色 口不甘胃 于此无则 声色美味 死者所不得说 人不能乐甘之 故曰于此无则 则 别也 古人得道者 生以寿长 提道无欲向天 天语之福 故必寿长 终其性命 声色滋味 能久乐之 惜故 论藻定也 提道者生而能行之 故曰论藻定 论藻定 则之藻色 色 爱 知藻色 则经不结 爱精神 故不结 秋藻寒则 东必暖矣 春多雨则下必汉矣 天地不能凉 而旷于人泪乎 人之与天地也同 同于不能凉矣 万物之行虽矣 其情亦体也 体 性也 情皆好生 故曰一体 故故之至身 与天下者 必法天地也 法 相也 尊卓者 重则宿静 尊 久也 卓一之者多 故久赤尽也 万物之拙 大贵之生者 重矣 万物拙一 阴阳以生 阴阳欲君 大贵君者 爱君之德 以生者 重矣 故大贵之生 长宿静 非图万物拙之也 拙取之也 又损其生 以自天下之人 自有给 而终不自知 之由绝也 公虽成乎外 而生亏乎内 幽通记 约张修博而内逼 故约 窥声呼内 而不可以听 目不可以视 口不可以拾 胸中大扰 妄言想现 临死之上 颠倒京剧 不知所谓 用心如此 岂不悲在 悲情欲而不知 所谓用心之人 世人知识君者 借以孙淑敖之欲经 庄王位姓 孙淑敖 楚令尹 原甲之子也 自有道者 论之则不然 此荆国之幸 言孙淑敖贤 能是君已道 智之于霸 荆国得之 幸也 荆庄王好 周游田炼 驰骋亦涉 欢乐无疑 疑 废 尽付其境内之劳 与诸侯之忧于 孙淑敖 始功曰老 尽彼赴孙淑敖 始忧之也 孙淑敖日夜不息 不得已便生未故 休息也 不得已便历生兴故 不休息也 故使庄王公记 助乎主伯 传乎后世 庄王之霸宫 传于后世 乃孙淑敖之日夜不息 以广其君 君得之 所以成也 仲春记 第四章 仲春记 当然 莫子 渐染 素思者而探约 染于苍则苍 染于黄则黄 所以入者便 其色亦便 五入而以为五色亦 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思 沙 染 也 国亦有染 顺染于许游 薄阳 于染于高瑶 薄义 汤染于伊尹 仲辉 武王染于太公望 周公淡 此次亡者所染荡 故亡天下 立位天子 功名避天地 举天下之人 亦显人 必称此次亡者 夏捷染于阳心 其种荣 因咒染于崇侯 恶来 周立王 染于国公常妇 荣仪忠 幽王 染于国公骨 纪公敦 此次亡者所染不当 故国残身死 为天下路 举天下之不义辱人 必称此次亡者 齐桓公 染于管仲 报书 静闻公 染于旧范 窃眼 精装王 染于孙淑 傲 神隐征 吴王何鲁染于五元 傅 闻 之矣 岳王 惧 天不阴 此六君者 索染不当 故国皆残亡 生获死辱 宗庙不屑时 掘其后类 君臣离散 名人流亡 举天下之贪暴 可修人 必称此六君者 凡卫君 非卫君 而因荣也 非卫君 而因安也 以为行礼也 行礼生于荡染 故古之善卫君者 老于论人 而易于官室得其惊也 不能为君者 伤行废神 愁心老耳目 国欲威 身欲辱 不知要故也 不知要 故 则索染不当 索染不当 礼惜游至 六君者 誓矣 六君者 非不中其国 爱其身也 索染不当也 存亡故 不读事也 帝王亦然 非读国 尤染也 孔子学于老丹 孟苏奎 敬书 鲁会公 时宰让 请娇妙 致礼于天子 还王 时时绝望 会公指之 其后再于鲁 莫子学焉 此二世者 无觉未以显人 无赏路以利人 举天下之显荣者 必称此二世也 皆死久矣 从属弥众 弟子弥蜂 充满天下 王公大人 从而显知 有爱子弟者 随而学焉 无时发觉 子贡 子下 曾子学于孔子 田子方 学于子贡 霞 段 甘母 学于子下 无企 学于曾子 秦华黎 学于墨子 许范 学于秦华黎 田系 学于许范 空 墨之后 学显荣于天下者 众矣 不可胜数 皆所然者得荡也 众春纪第五章 众春纪 功名 由其道 功名之不可得逃 有表之于影 若乎之于想 善吊者 出于乎 食刃之下 耳香也 善意者 下鸟乎 百刃之上 功良也 善未君者 满以反蛇 书俗一席 皆福之 得厚也 水泉身则于憋归之 树木圣则飞鸟归之 树草帽则秦寿归之 人主贤则豪杰归之 故圣王不悟归之者 而悟其所以归 将 强 令之笑 不乐 将 强 令之哭 不悲 将 强 令之味道也 可以成小 而不可以成大 否熙黄 锐聚之 有酸 涂水 则必不可 以黎制蜀 以兵制营 虽功不能 以如鱼去营 营玉智 不可尽 以智之之道 去之也 结 咒以去之之道 智之也 伐虽众 行虽言 何意 大寒济之 民暖势力 大热在上 民轻势走 故民无常处 见力之巨 无力 知去 欲为天子 民之所走 不可不察 今之事 至寒以 至热以 而民无走者 取则行君也 欲为天子 所以是民 不可不义也 行不义 乱虽 信 备 金 民游无走 民无走 则亡者废矣 抱君性矣 民觉妄矣 故当今之事 有人人在焉 不可而不此物 有贤主 不可而不此事 贤不孝 不相分 若命之不可以 若美恶之不可以 结 咒贵为天子 富有天下 能尽害天下之民 而不能地贤明 至 官龙 冯 旁 王子笔干 能以要领之死 争其上之过 而不能与之贤明 民故不可以相分 必有其理 季春季第一章 季春季 季春之月 日在位 昏七星中 胆千牛中 其日甲矣 其弟太号 其神勾芒 其重林 其阴角 律中孤喜 其树八 其胃酸 其臭衫 其四祸 季仙皮 童始华 田鼠化未如 红始剑 平始生 天子居 青阳又阁 成鸾路 驾苍龙 载青旗 依青衣 拂情欲 时脉语阳 其气疏已达 世月也 天子乃剑居 依于先帝 命周目复周 无复无反 乃告周背距于天子 焉天子焉始成周 剑尾于寝庙 乃未卖其始 世月也 生气方圣 阳气发泄 生者必出 蒙者尽达 不可以内 天子不得行贿 命有私 发仓炮 刺贫穷 朕发爵 开府库 出毕驳 周天下 免诸侯 聘明是 李贤者 世月也 命司空曰 时雨将降 下水上腾 寻航国义 周氏远也 修立堤防 导达沟渡 开通道路 无有障赛 田列臂役 居服罗网 未受之药 无处国门 世月也 命也于 无法丧这 明究扶其语 代任相于丧 举 邪 朕 取 蒙 举 匡 后非摘戒 亲东相攻丧 尽妇女无关 省父使 劝残侍 残侍既登 分简称私孝公 以供娇妙之福 无有感舵 世月也 命宫师 令百宫 神武库之量 金铁 皮革金 脚齿 与剑干 至交单期 无或不良 百宫贤礼 监工日号 无备于时 无或座位银巧 已荡上心 世月之末 则即日 大和乐 天子乃帅 三公九卿 诸侯大夫 亲往世之 世月也 乃和磊牛藤马 游聘于墓 牺牲居读 举书其数 命 国人挪 九门折嚷 已必春气 行之适令 而甘雨之三巡 既春行东令 则寒气时发 草木皆宿 国有大孔 行下令 则民多几亿 时宇不降 山灵不收 清修令 则天多审阴 银雨早降 兵集并起 季春记 第二章 季春记 禁数 天生阴阳 寒暑造诗 似识之化 万物之变 莫不畏力 莫不畏害 圣人查阴阳之仪 便万物之力 以变生 故精神安呼行 而年寿的长烟 长野者 非短而续之也 比其树也 避树之物 在乎去害 何谓去害 大肝 大酸 大苦 大心 大贤 武者冲行 则生害以 大喜 大怒 大忧 大恐 大哀 武者 借神 则生害以 大寒 大热 大躁 大失 大风 大灵 大雾 七者 动精则生害以 故凡养生 莫若知本 知本则 即无由至矣 精气之极也 必有入也 即鱼鸟 鱼为飞扬 即走兽 鱼为流行 即诸玉 鱼为晶朗 即树木 鱼为茂长 即圣人 予为绣名 精气之来也 因轻而扬之 因走而行之 因美而良之 因长而养之 因智而明之 流水不浮 护书不牢 动也 行气亦然 行不动则经不留 经不留则弃欲 欲触头则未种未丰 触耳则未居未隆 触目则未灭未芒 触鼻则未求未止 触腹则未产 未章未辅 触足则未为未绝 清水所多突于影人 重水所多种于弊人 甘水所多豪于美人 心水所多居于错人 苦水所多妄于于人 凡时无 降 强 厚 为无以列位重久 是以为之棘手 实能以实 身必无在 凡时之道 无疾无宝 是之为五脏之宝 口必甘味 何经端荣 将之以神器 百节于欢 闲尽受气 隐蔽小叶 端之无力 今世上不是导词 故疾病欲来 辟之弱舍者 舍而不忠 反修于昭 何亦于忠 福以汤止吠 吠欲不止 去其火则止以 故乌衣毒药 竹除智之 故古之人 见之也 为其莫也 祭春祭第三章 祭春祭先祭 汤问于伊尹曰 欲取天下若和 伊尹对曰 欲取天下 天下不可取 可取 身将先取 凡事之本 必先至身 色其大宝 用其心 弃其尘 凑理遂通 经其日新 邪弃尽去 即 终 其天年 此之位真人 惜者先圣王 成其身而天下成 至其身而天下智 故善想者 不予想于生 善影者 不予影于行 为天下者 不予天下于身 诗曰 书人君子 其仪不特 其仪不特 正是四国 严正诸身也 故反其道 而身善矣 行矣则人善矣 乐备君道 而百官以智矣 万民以利矣 三者之成也 再与无畏 无畏之道约盛天 一约立身 君约悟身 悟身都听 立身平静 盛天顺性 顺性则聪明受长 平静则夜尽乐乡 都听则奸赛不黄 故上诗其道 则边亲于敌 内诗其行 名声堕于外 是故百刃之松 本伤于下 而莫搞于上 伤周之国 谋尸于凶 令困于彼 故心得而听得 听得而士得 士得而功名得 五帝先道而后得 故得莫胜焉 三王先教而后杀 故事莫攻焉 武伯先士而后兵 故兵莫 将 强 焉 当今之事 巧谋并行 诈术 踢 地 用 攻战不休 王国如主欲众 所逝者莫也 下后相遇 有互战于甘泽而不胜 六卿请赴之 下后相约 不可 无地不浅 无民不寡 战而不胜 是无德博而交不善也 于是互处不重喜 识不二位 琴瑟不张 忠古不休 子女不斥 亲亲长长 尊贤使能 几年而有互是福 故欲圣人者 必先自圣 欲论人者 必先自论 欲知人者 必先自知 诗曰 直配如祖 孔子曰 神此言 也可以为天下 子贡曰 何其造也 孔子曰 非为其造也 为其位之于此 而成文于彼也 圣人祖修其身 而成文于天下以 故子华子曰 丘陵承耳 容 学 者安以 大水 深渊承耳 于便安以 松柏承耳图之人 以阴矣 孔子见路哀功 哀功曰 由于寡人曰 为国家者 为之堂上而以 寡人以为 于言也 孔子曰 此非于言也 求文之 得之于 身者得之人 失之于 身者失之人 不出于门户 而天下智者 其为之反于 己身者乎 季春纪 第四章 季春纪论人 主道曰 君守敬 太上反诸己 其次求诸人 其所知迷缘者 其推之谜书 其求之谜 将强者 其失之谜远 何谓反诸己也 是耳目 结是欲 是智谋 去巧顾 而由一乎 无穷之次 是心乎 自然之徒 若此则 无以害其天意 无以害其天择之精 知经择之神 知神之位的义 凡比万行 得以后成 故 知 之一 则应物变化 扩大渊深 不可测也 德行昭美 比于日月 不可昔也 豪事实之 远方来宾 不可测也 义气宣通 无所束缚 不可 收 目 也 故之之一 则复归于谱 事欲异足 取氧结薄 不可得也 离世自乐 钟情结白 不可量也 微不能惧 言不能恐 不可浮也 故之之一 则可动作当物 与时周旋 不可及也 举措以数 取与尊礼 不可获也 言无以者 及肌肤 不可隔也 禅人困穷 贤者遂兴 不可逆也 故之之一 则若天地然 则何事之不胜 何物之不应 辟之若欲者 反诸己 则车轻玛利 至远赴时而不倦 西上士之王主 以罪位在人 故日杀戮而不止 以至于王而不悟 三代之星王 以罪位在己 故日攻而不衰 以至于王 何谓求诸然 人同类而至书 贤不孝义 皆巧言辩词 以自防御 此不孝 王 主 之所以乱也 凡论人 通则观其所理 贵则观其所进 父则观其所养 听则观其所行 指则观其所好 习则观其所言 穷则观其所不受 见则观其所不畏 喜之以验其手 乐之以验其辟 怒之以验其解 拒之以验其特 爱之以验其人 苦之以验其志 八观六验 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 论人者 又必以六七四隐 何谓六七 父母兄弟妻子 何谓四隐 交友故旧义里门 锅 郎 内则用六七四隐 外则用八观六验 人之情谓贪 贪比美恶无所施以 辟之若逃予 无之而非是 此先圣王之所以之人也 祭春季第五章 祭春季环道 天道环 地道方 圣王法之 所以立上下 何以说天道之环也 经气一上一下 环周复杂 无所激流 故曰天道环 何以说地道之方也 万物书类书行 皆有分值 不能相畏 故曰地道方 主之环 陈楚方 方环不义 齐国乃昌 日夜一周 环道也 月禅二十八秀 真与交属 环道也 经行四十 一上一下 隔语欲 环道也 物动则蒙 蒙而生 生而长 长而大 大而成 成乃衰 衰乃杀 杀乃葬 环道也 云气西行 云云然 冬夏不措 水泉冬流 日夜不休 上不节 下不满 营 小魏大 众魏轻 环道也 皇帝曰 地无常处也 有处者乃无处也 以言不行俭 环道也 人之翘九 亦有所居则八虚 八虚甚九 则身弊 故为而听 为止 听而是 听止 以言说依 依不欲留 留运未败 环道也 亦也 其 者 智贵 莫知其远 莫知其端 莫知其始 莫知其中 而万物已未踪 圣王法之 以令其姓 以定其正 以出号令 令出于主口 官职寿而行之 日夜不休 宣通下咎 鉴于民心 遂于四方 寒舟复归 至于主所 还道也 令还则可不可善不善 无所拥以 无所拥者 主道通也 故令者 人主之所以 为命也 贤不孝安 知 为之所定也 人之有行体四之 其能使之也 为其感而避之也 感而不知 则行体四之 不实以 人臣亦然 号令不敢 则不得而实以 有之而不实 不若无有 主也者 始非 其 由者也 顺 与 汤 五皆然 先王之力 高 官也 必使之方 方则分定 分定则下不相依 遥 顺 贤主也 借以贤者为后 不肯与其子孙 犹若立官 必使之方 今世之人主 皆遇事物施以 而与其子孙 立官不能使之方 以思欲乱之也 何在 其所欲者之远 而所知者之禁也 仅五阴之无不应铁 其分神也 公之商与角 各处其处 因皆调君 不可以相为 此所以不受也 贤主之立官 有四于此 百官各处其职 至其是以待主 主无不安以 以此治国 国无不利 以此备患 患 无有质疑 孟下记第一章 孟下记 孟下之月 日在弊 婚异中 但悟女中 其日丙丁 其地炎帝 其神祝隆 其宠语 其音纸 律中众吕 其树妻 其姓礼 其世事 其未苦 其臭焦 其四造 祭仙妃 楼郭明 秋饮戳 王 善 婆 生 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 成诸鹿 驾赤流 载赤旗 一赤一 扶赤玉 十书雨季 其气高一搓 世月也 以立下 先立下三日 大 太 始夜之天子曰 其 毛 日立下 盛德在火 天子乃其 立下之日 天子亲律 三公九卿大夫 已迎下于南郊 还乃行赏 封侯庆赐 无不心说 乃命乐思 习和李乐 命太位 赞杰郡 遂贤良 举长大 行爵出路 必当其位 世月也 既长增高 无有坏晦 无其土工 无法大众 无法大数 世月也 天子实志 命也于 出行田园 劳农劝民 无获失实 命司徒 寻 寻 行献笔 命农免坐 无福于都 世月也 驱受 无害无骨 无大田炼 农乃收麦 生献 天子乃以至长麦 先见寝庙 世月也 继续摆药 泥草死 麦秋至 断薄行 决小罪 出清洗 蚕食祭毙 后非献减 乃收减税 以丧卫君 贵贱少偿如衣 以给娇妙之祭福 世月也 天子引咒 用礼乐 行之事令 而甘雨至三寻 梦下行秋令 则苦雨述来 五谷不滋 似笔入宝 行东令 则草木早枯 后乃大水 败其成锅 行春令 则崇皇未败 暴风来阁 绣草不食 梦下记 第二章 梦下记劝学 先王之教 莫容于孝 莫显于忠 忠孝 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 显荣 人子人臣 人臣人子 之所甚愿也 然而人君人亲 不得其所欲 人子人臣 人臣人子 不得其所愿 此生于不知礼义 不知 义礼 礼义 生于不学 学者施达而有才 无畏知其 不畏圣人 圣人之所在 则天下礼焰 再幼则幼众 再左则左众 是故古之圣王 未有不尊师者也 尊师则不论其贵贫富矣 若此则民好贤矣 德行张矣 故师之教也 不争轻重尊卑贫富 而争于道 其人苟渴 其事无不可 所求尽德 所欲尽成 此生于得圣人 圣人生于极学 不极学 而能为魁是名人者 为之常有也 极学在于尊师 师尊择言信以 道论以 故往教者不化 招师者不化 自卑者不听 卑师者不听 师操不化 不听之术 而以将强 教之 欲道之行 身之尊也 不亦远呼 学者处不化 不听之事 而以自行 欲明之险 身之安也 是怀腐而欲相铁 是入水 而恶如也 凡说者 对之也 非说之也 今世之说者 多福能对 而反说之 福福能对 而反说 是整密而坠之以实也 是救病而隐之以谨也 实施意乱 不孝主众或者 从此生矣 故 未施之物 在于圣礼 在于行矣 礼生 毅力 则未遵矣 王公大人 福感交也 尚至于天子 朝之而不惭 凡欲何也 何 不可避 以礼是意 以要 不可避 而欲人之尊之也 不亦难呼 故事必胜理行 毅然厚尊 曾子曰 君子行于道路 岂有父者可知也 岂有师者可知也 福无父而无师者 余若福何哉 此言是师之由是父也 曾典是曾参 过期而不至 人皆献曾典曰 无乃为耶 曾典曰 彼虽未 我存 福安敢为 孔子未于匡 言冤后 孔子曰 无以辱为死已 言冤曰 此在 回何赶死 言回之于孔子也 由曾曾知是父也 古之贤者曰 其尊师若此 故事尽至 孟下纪第三章 孟下纪 尊师 神农师西诸 皇帝师大脑 帝砖须师伯仪父 帝库师伯昭 帝遥师子周 执 父 帝顺师许游 与师大成志 汤师小臣 文王 武王师吕望 周公诞 齐桓公师管一吴 晋文公师旧范 随惠 秦目公师百里希 公孙之 楚庄王师 孙书敖 沈 深屋 隐氏 吴王和驴师 吴子须 文志已 岳王俱见师范离 代福重 此时圣 人 六贤者 未有不尊师者也 今尊不至于帝 至不至于圣 而欲无尊师 西游至在 此五帝之所以绝 三代之所以灭 且天生人也 而使其而刻以闻 不学 其闻不若隆 使其目可以献 不学 其见不若芒 使其口可以言 不学 其言不若爽 使其心可以知 不学 其知不若狂 故凡学 非能一也 达天性也 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 是未善学 此章 鲁之彼家也 言卓俱 良妇之大道也 学于孔子 霞 断 甘木 晋国之大藏也 学于子夏 高和 县子时 齐国之豹者也 指于相取 学于子墨子 索鲁参 东方之巨角也 学于秦华梨 此六人者 行路死辱之人也 今非图免于行路死辱也 由此为天下明示显人 以忠其受王公大人从而理之 此得之于学也 凡学 必无尽业 心则无影 急讽诵 谨思文 光欢语 问书意 顺耳目 不逆智 退思律 求所谓 诗便说 以论道 不苟辩 必忠法 得之无精 失之无惨 必反其本 生则谨养 谨养之道 养心未贵 死则禁忌 禁忌之术 实节未物 此所以遵师也 至唐谱 集贯尽 物种术 知趴聚 结居网 捆 捆 蒲尾 知田也 立耕云 是五谷 如山林 入川泽 取于鳖 求鸟兽 此所以遵师也 事与马 甚驾驭 是衣服 物清暖 临饮时 必捐结 善调和 物干肥 必恭敬 和颜色 审辞令 即驱详 必严肃 此所以遵师也 君子之学也 说亦必称师 以论道 听从必尽力 以光明 听从不尽力 命之约备 说亦不称师 命之约叛 背叛之人 贤主 扶内之于朝 君子不予交友 故教也者 义之大者 也学也者 知之圣者也 以之大者 莫大于立人 立人莫大于教 知之圣者 莫大于成身 成身莫大于学 身成则为人子 福始而孝矣 为人臣福令而忠矣 为人君福 将 强 而平矣 有大事 可以为天下正矣 故子共问孔子曰 后世将何以称夫子 孔子曰 无何足以称载 物仪者 则好学而不厌 好教而不倦 其为此业 天子入太学祭 先生则耻 常为师者福尘 所以渐进学与 尊师也 孟下纪第四章 孟下纪 无图 达师之教也 使弟子安焉 乐焉 修焉 游焉 素焉 炎焉 此六者得于学 则斜辟之道赛矣 礼义之术胜矣 此六者不得于学 则君不能令于臣 父不能令于子 师不能令于图 人之情 不能乐其所不安 不能得于其所不乐 为之而乐矣 攜待贤者 虽不孝者 犹若劝之 为之而苦矣 攜待不孝者 虽贤者 犹不能久 反诸人情 则得所以劝学矣 此华此曰 王者乐其所矣亡 王者亦乐其所矣亡 故烹寿不足以尽寿 是其辅则积矣 然则王者有事乎礼义也 王者亦有事乎豹慢也 所事不同 故其祸福亦不同 不能教者 稚气不合 取舍数便 故无恒心 若燕因喜怒无处 言谈日益 以字自行 失之在己 不肯自飞 避过自用 不可 正正 宜 献 全亲 亲权 是极有父后者 不论其才 不查其行 欧 屈 而交之 阿尔 掏 产 之 若孔福吉 弟子居处修解 身壮出轮 文实书达 旧学敏及 本业己中者 则从而易之 难而悬之 度而恶之 弟子去则计中 居则不安 归则溃于父 无 母 兄弟 出则残于之有义里 此学者之所悲也 此师徒相语一心也 人之情 恶意于己者 此师徒相语 造愿有也 人之情 不能亲其所愿 不能欲其所恶 学业之败也 道数之费也 从此生矣 善教者 则不然 仕途如己 凡己已交 则得交之情也 所嫁于人 必可行于己 若此则师徒同体 人之情 爱同于己者 欲同于己者 著同于己者 学业之张明也 道数之大行也 从此生矣 不能学者 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 从师浅而欲学之身也 草木鸡狗牛马 不可乔构欲之 乔构欲之 则亦乔构报人 又旷乎达师 与道数之言乎 故不能学者 欲师则不忠 用心则不专 好知则不深 就业则不急 辩论则不审 教人则不惊 于诗运 运于诗 怀于俗 积身于试 尽是好游 故战于巧智 昏于小利 祸于事与 问世则前后相悖 以张则有一心 以简则有相反 离则不能和 何则福能离 是智则不能受 此不能学者之幻也 孟下纪第五章 孟下纪用重 善学者若其王之时机也 必识其直数千而后足 虽不足 由若有直 物故 莫不有长 莫不有短 人亦然 故善学者 假人之长 以补其短 故假人者 遂有天下 无丑不能 无恶不知 丑不能 恶不知 并以 不丑不能 不恶不知 尚矣 虽解 咒由由可谓可取者 而况于贤者乎 故学士曰 便意不可不谓 便意而苟可谓 是交也 交大一眼 便意而不可谓 是背贺而出 依锦而入 容人生忽容 常忽容而容颜 不知其所受之 楚人生忽楚 常忽楚而 楚颜 不知其所受之 天地始速 不可以赢 是月也 浓乃生骨 天子长心 仙剑寝妙 命百官 使收敛 顽敌房 谨庸色 以备水佬 修宫事 父强元 补成锅 是月也 无以封侯 立大官 吴歌土地 行仲弼 出大事 行之势令 而梁风至三巡 孟秋行东令 则阴气大盛 戒重败谷 容兵乃来 行春令 则齐国乃汉 阳气 后 赋 玄 五谷不识 行下令 则多火灾 寒热不结 民多虐疾 孟秋季第二章 孟秋季荡兵 古圣王有一兵 而吴有掩兵 兵之所自来者尚矣 于是有民居 凡兵野者 威野 威野者 利野 民之有威力 兴野 兴者所授于天也 非人之所能谓也 无者不能及 而公者不能移 兵 知 所自来者久矣 皇 严固用水火矣 共公事故次做难矣 五帝故象与争矣 帝兴费 胜者用事 又曰吃油做兵 吃油非做兵也 利其谢矣 未有吃油之时 民故波林木矣战矣 胜者未长 长则由不足 以 致之 故立君 君又不足以致之 故立天子 天子之力也出于君 君之力也出于长 长之力也出于争 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 不可进 不可止 故故知 贤 圣 亡有一兵 而无有掩兵 家无怒吃 则数子婴儿之有过也利剑 国无刑法 则百姓之 物 向亲也利剑 天下无诸法 则诸侯之相报也利剑 故怒吃不可掩于家 刑罚不可掩于国 诸法不可掩于天下 犹 乔有桌而已 故故知圣王 有一兵 而无有掩兵 夫 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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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以 福 兵 之 不可掩也 辟之若水火然 善用之则未福 不能用之则未祸 若 善 用药者 亦 然 得良药则活人 得恶药则杀人 义兵之为天下良药 也义大义 且兵之所自来者原义 为常少选不用 贵见常少贤者 不孝相与同 有具有威而意义 查兵之威 在心而未发 兵也 集市 兵也 作色 兵也 傲言 兵也 原推 兵也 连反 兵也 耻斗 兵也 三军攻战 兵也 此八者皆兵也 威惧之争也 今世之以演兵集说者 终身用兵而不自知 被 故说虽 将 强 谈虽辩 文学虽薄 由不见听 故故之圣王有义兵 而无有掩兵 兵成义 以诸暴君而振苦民 明知说 知也 若孝子之县 辞亲也 若积者之见美食也 明知好呼而走之 若 江 强 弩之涉于深西也 若积大水 而施其拥低也 种主由弱 不能有其民 而旷于暴君祸 孟秋记第三章 孟秋记 震乱 当今之事 着甚已 前手之苦 不可以加矣 天子济诀 贤者废福 侍主自行 与民相离 前手无所告说 是有贤主秀事 遗查此论也 则其兵未异矣 天下之民 且死者也而生 且如者也而容 且苦者也而矣 世主自行 则中人将逃其军 去其亲 又旷于不消者祸 故义兵治 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 人亲不能尽其子矣 凡为天下之民长矣 绿莫如常有道 而稀无道 赏有矣而罚不矣 今之事学者多废乎功法 非功法而取旧手 取旧手则相之所未常 有道而稀无道 赏有矣而罚不矣之术 不行矣 天下之常民 其利害在查此论也 功法之与旧手一时也 而取舍人矣 以便说去之 终无所定论 故不知 贝也 知而欺心 污也 无悖之事 虽便无用矣 是非其所取 而取其所非也 势利之而反害之也 安之而反为之也 为天下之常患 致前手之大害者 若说未深 福以利天下之民 为心者 不可以不熟查此论也 福功法之事 为有不功无道 而罚不矣也 公无道而罚不矣 则福莫大焉 前手立莫厚焉 尽知者 是稀有道 而罚有矣也 是穷汤 武之事 而遂解 咒之过也 凡人之所以恶为 无道不矣者 为其罚也 遂其 为 有道行 有 义者 为其赏也 尽无道不矣存 存者赏之也 而有道行亦穷 穷者 罚之也 赏不善而罚善 欲民之志也 不亦难乎 故乱天下 害前手者 若论未大 孟秋记 第四章 孟秋记 锦塞 福旧守之心 为有不守无道 而救不亦也 守无道 而救不亦 则获莫大焉 为天下之民 害莫深焉 凡旧守者 太上已说 其赐以兵 已说则成从多群 日夜思之 世心人精 岂则纵之 卧则梦之 字 金 令 单纯前废 废神伤魂 上称三皇五帝之夜 以于其意 下称五伯明氏之谋 以信其事 早朝燕霸 以告至兵者 行说与众 以明其道 道必说丹而不行 则必反之兵已 反之于兵 则必斗争 斗争 之情 必且杀人 是杀无罪之民 以兴无道与不义者也 无道与不义者存 事常天下之害 而指天下之力 虽欲幸而胜 或 且 乃 事常 先王之法曰 为善者赏 为不善者罚 古之道也 不可义 金不别其 义与不义 而挤取旧手 不义莫大焉 害天下之名者 莫甚焉 故 取 功伐 者 不可飞 功伐不可取 旧手不可飞 旧手不可取 为义兵未可 兵狗义 功伐义可 旧手义可 兵不义 功伐不可 旧手不可 使下节 因咒无道至于此者 姓也 使无福叉 智伯瑶 轻夺至于此者 姓也 使尽力 陈灵 宋康 不善至于此者 姓也 若令节 咒之毕国王身死 舔无厚泪 无畏之其 立 未无道之至于此也 吴王夫差 智伯瑶之 毕国未秋须 身未行路 无畏之其位 不善无道 亲夺之至于此也 尽力之 必死于将力士 陈灵之 必死于下指书 宋康之 必死于温 无畏之其位 不善之至于此也 此欺君者 大而无道不义 所残杀 无罪之民者 不可谓万数 撞脚老幼 胎独之死者 大势平原 广因身兮大谷 赴聚水 鸡灰 填钩续贤祖 犯流史 倒白刃 加之以动恶 饥寒之患 以至于今之事 未知欲慎 故暴海谷无量数 未经秋 落山林 是有星主人士 深意念此 亦可以痛心 亦可以悲哀 查此其所自生 生于有道者之废 而无道者之自行 福无道者之自行 性 故事之患 不在旧首 而在于不孝者之性 也 旧首之说出 则不孝者亦性 也 以贤者亦亦亦亦 故大乱天下者 在于不论其义 而汲取旧首 孟秋纪第五章 孟秋纪怀宠 凡君子之说也 非苟便也 誓之亦也 非苟鱼也 毕中 埋 礼 然后说 必荡亦然后亦 故说亦而 王公大人 亦毫礼矣 是您前手 亦行亦矣 一礼之道章 则暴虐奸诈 亲夺之树兮 暴虐奸诈之语 一礼凡也 其执义 不惧胜 不两立 故兵入于敌之境 则民之所必已 前手之不死矣 至于国义之交 不虐五谷 不掘坟墓 不乏树木 不烧积聚 不焚事污 不取六处 得民鲁凤儿 提归之 以章好恶 信与民妻 以夺敌资 若此而有有 忧 父恨冒极 遂过不听者 虽行五焉 亦可以 先发生出浩云 兵之来也 以救民之死 子之在上无道 拒傲荒代 贪力虐重 自虽自用也 辟远圣志 欧瞅先王 排自救 兴 典 上不顺天 下不惠民 直连无期 来所无厌 罪杀不孤 庆赏不当 若此者 天之所诸也 人之所仇也 不当卫君 金兵之来也 将以诸 不当卫君者也 以除民之仇 而顺天之道也 民有逆天之道 为人之仇者 身死家路不 救 舍 有能以家听者 路之以家 以礼听者 路之以礼 以乡听者 路之以乡 以义听者 路之以义 以国听者 路之以国 顾客其国 不及其民 独诸所诸而以义 举其秀氏而封侯之 选其贤良而尊贤之 求其孤寡而振续之 献其长老而敬礼之 皆亦其落 加其极 论其罪人而救出之 分府库之金 散仓岭之素 以政府其重 不思其才 问其从设大词 民之所不遇废者 而复兴之 屈家其次理 是以贤者荣其名 而长老说其理 民怀其德 仅有人于此 能生死义人 则天下必争士之矣 义兵之声 义人义多矣 人熟不说 故义兵制 则邻国之民 归之若流水 诸国之民望 知若父母 行地资远 得民资重 兵不坚韧 而民福弱化 中秋季第一章 中秋季 中秋之月 日在角 昏迁牛中 担自西中 其日更新 其地绍号 其神入收 其虫毛 其阴伤 律中南履 其输酒 其味心 其臭腥 其四门 季仙甘 梁风生 后宴来 玄鸟归 群鸟养修 天子居 总章太庙 成荣路 驾白落 载白起 衣白衣 浮白玉 石麻鱼犬 其气怜一身 世月也 养衰老 受挤账 行迷周饮食 乃命思福 俱斥衣裳 文秀有长 智有小大 度有短长 衣服有量 必寻其故 观带有长 命有思 身严百行 斩杀必荡 无祸网 挠 饶 网 挠 饶 不当 反受其殃 世月也 乃命宰注 寻行牺牲 是全聚 暗除患 沾肥脊 茶物色 臂比泪 量小大 是长短 皆中度 无者备当 上帝心想 天子乃挪 欲佐吉 以通秋气 以犬长麻 仙迹寝妙 世月也 可以铸成锅 见毒翼 穿豆炮 修群仓 乃命有思 去民收敛 物续菜 多积聚 乃劝重脉 无货失实 岂有诗实 行罪无疑 世月也 日夜分 雷乃史收 生 折虫 贤 福 再学 皆勤其 护 杀气尽盛 阳气日衰 谁使何 日夜分 则一度量 平权横 正君时 其 生脚 斗勇 世月也 一观事来商旅 入货会 以便民事 四方来杂 远相皆致 则财物不愧 尚无罚用 百事乃岁 凡举事 无逆天数 必顺其时 乃因其类 行之事令 白鹿降三巡 中秋行春令 则秋雨不降 草木生荣 国乃有大孔 行下令 则其国汉 折虫不藏 五谷复生 行东令 则逢栽树起 收雷先行 草木早死 中秋记第二章 中秋记论危 一野者 万事之计也 君臣上下 亲书之所由其也 治乱安危 过胜之所在也 过胜之 勿求于他 必反于己 人情欲生而恶死 欲荣而恶辱 死生荣辱之道一 则三君之事 可使一心矣 凡君欲其众也 心欲其矣也 三君一心则令 可使无敌矣 令能无敌者 其兵置于天下 也亦无敌矣 古之治兵 民之众令矣 众乎天下 贵乎天子 其藏于民心 结于基夫也 身痛直固 不可遥荡 悟默之能动 若此则敌 狐足胜矣 故曰其令 将强 者其敌弱 其令信者 其敌驱 先胜之于此 则必胜之于彼矣 凡兵 天下之凶器也 勇天下之凶德也 举凶器 行凶德 由不得已也 举凶器必杀 杀所以生之也 行凶德必威 威 所以舍之也 敌舍民生 此义兵之所以龙也 故古之治兵 财民为何 而威以御矣 敌以拂矣 其必用包谷干戈在 故善欲威者 于其未发也 于其未通也 遥遥乎明明 莫知其情 此之未治威之成 也 凡兵欲集集结线 欲集集结线 知道 在于知缓徐迟后 而集集结线之分也 集集结线 此所以决一兵之胜也 而不可久处 知其不可久处 则之所吐起浮举死闷之地 虽有江河之险则灵之 虽有大山之赛则献之 并起专精 心无有虑 目无有势 而无有文 亦诸武而已矣 冉书是必死于田侯 而齐国皆聚 欲让必死于乡子 而肇事皆孔 曾经至死于汉主 而周人皆位 又旷乎万成之国 而有所成必乎 则何敌之有矣 刀 刃 未皆而欲以得矣 敌人之道具弹孔 担当精神尽矣 贤若狂破 行性相离 行不知所知 走不知所往 虽有贤祖要塞 先兵立谢 心无感聚 亦无感触 此下劫之所以死于南朝也 今以目击目则办 以水投水则散 以兵投兵则审 以图投图则现 此即徐先后之事也 负兵有大药 知谋物之不谋之不金 也责得之以 专诸事也 独守举剑制而已 无王一成 有旷乎一兵 多者数万 少者数千 逆其逐路 开敌之徒 则是启特与专诸意在 中秋祭第三章 中秋祭拣选 事有言曰 驱使人而战之 可以圣人之后路教族 老弱罢民 可以圣人之京士恋财 离散戏 戏 累 可以圣人之行阵整齐 除幽白 挺 挺 可以圣人之常调礼兵 此不通乎兵者之论 今有利剑于此 以次则不忠 以鸡则不及 与恶剑无则 未是斗应用恶剑则不可 拣选精良 兵写先例 发之则不识 纵之则不当 与恶族无则 未是战因用恶族则不可 王子庆祭 陈年由御剑之立也 拣选精良 兵写先例 令能将将之 古者有以王者 有以霸者以 汤 武 其还 禁闻 吴和卢是以 因汤梁车七十成 必死六千人 以物子战于成 遂秦 推 移 大兮 登字明条 乃入朝门 遂有下 劫即奔走 于是行大仁慈 以续前守 反劫之事 遂其贤良 顺民所喜 远近归之 故亡天下 武王虎奔三千人 剑车三百成 以要甲子之事 于木野而咒为秦 显贤者之位 尽阴之以老 而问民之所欲 行赏及禽兽 行罚不辟天子 亲阴如舟 世人如己 天下美其德 万民说其意 故立为天子 其还功粮车三百成 教族万人 以为兵首 横行海内 天下莫之能尽 南至时良 西至风 郭 浩 北至令至 中山王行 敌人灭魏 还功更立行于宜宜 更立位于楚丘 晋文宫造五两之士五成 瑞族千人 先以皆敌 诸侯莫之能难 反正之疲 东魏之母 尊天子于横庸 吾和鲁选 多利者五百人 利职者三千人 以为前阵 与京战 五战五胜 遂有影 东征至于碧� 西伐至于八 西伐至于八 蜀 北破旗 晋 另行中国 古繁兵式贤族 遇其遍也 兵甲器械 遇其立也 悬炼脚材 遇其精也 统帅市民 遇其教也 此次者 一兵之助也 十遍之应也 不可谓而不足专士 此胜之一策也 中秋纪第四章 中秋计 绝胜 伏兵有本干 必义 必智 必永 一则敌孤独 敌孤独则上下虚 民解落 孤独则负凶愿 贤者匪 乱内作 智则知实化 知实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 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术 永则能决断 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 能若崩山破溃 别变陨坠 若智鸟之机也 伯爵则亦 忠目则遂 此以智得也 夫民无常永 亦无常窃 有气则实 实则永 无气则虚 虚则窃 窃涌虚实 其游甚微 不可不知 永则战 窃则北 战而胜者 战其勇者也 战而北者 战其窃者也 窃永无常 疏忽往来 而莫知其方 为圣人独见其所由然 故商 周一兴 结 周一亡 巧捉之所以相过 以依民气 予夺民气 以能斗重与 不能斗重 君虽大 足虽多 无益余胜 君大足多而不能斗 众不若其寡也 负重之魏福也大 其魏祸也亦大 辟之若于深渊 其德于也大 其魏亥也亦大 善用兵者 诸边之内 莫不与斗 虽似于白图 方数百里 借来会战 事实之然也 姓野者 沈于战期 而又以姬佑之也 凡兵 野者 贵其阴野 阴野者 因敌之险 以为己故 因敌之谋 以为己事 能沈阴而加 圣则不可穷矣 圣不可穷之为神 神则能不可胜也 伏兵 贵不可胜 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彼 圣人必在己者 不必在彼者 故知不可胜之术 以欲 不 可 胜之敌 若此则兵武施以 凡兵之胜 敌之施也 圣师之兵 必隐必威 必积地 搏 团 隐则盛禅以 威则盛贤以 积则盛散以 搏 团 则盛离以 朱伯爵 敌 敌 士之兽 其用持脚找牙也 必托于卑微隐蔽 此所以成圣 中秋季第五章 中秋季 碍事 疑人 以其寒也 食人 以其饥也 饥寒 人之大亥也 旧之 大 亦也 人之困穷 甚如饥寒 故贤主 必连人之困也 必哀人之穷也 如此则名 好贤以 国事得以 惜者 秦谋公 乘马而车未败 又浮尸而也人取之 谋公自网求焉 见野人 方将食之鱼 骑山之养 谋公探曰 食俊马之肉 而不还饮酒 这商人 于恐其商女也 于是便饮而去 初一年 为寒原之战 近人 以还谋公之车乙 尽量由米以扣 谋公之左餐乙 近惠公之右路十份 头 书 而鸡谋公之甲 中之者 以六扎也 野人之常食马肉 于骑山之羊 这三百有余人 必立为谋公及斗鱼车下 遂大克尽 反或会公以归 此时之所谓曰 君君子则政 以行其德 君见人则宽 以尽其利者也 人主其胡 刻以无物行德 人 爱人乎 行德 爱人则民亲其上 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 赵检子有两白 罗 罗 而甚爱之 阳城须取处广门之官 夜款门而夜曰 主君之臣须取有吉 依教之曰 得白 罗 罗 知甘病则止 不得择死 业者入通 董安瑜 欲于策 孕曰 谢 虚取也 欺无君罗 请及行焉 简子曰 夫杀人以活处 不亦不人乎 杀处以活人 不亦人乎 于是赵袍人 沙柏 罗 罗 去甘以羽扬成虚取 处无集合 赵兴兵而攻敌 广门之官 左七百人 右七百人 借先灯而获夹手 人主其胡 可以不好事 也 凡敌人之来也 以求利也 今来而得死 是不得利而尽 且以走为利 敌皆以走为利 责任无与皆 故敌的生于我 则我得死于敌 敌的死于我 则我得生于敌 夫得生于敌 与敌的生于我 岂可不查在 此兵之经者也 存亡死生 绝于知此而已 季秋记第一章 季秋记碍事 日在房 昏须中 淡柳中 其日更新 其地绍号 其神入收 其虫毛 其阴伤 律中无赦 其输久 其未歇 其臭兴 其四门 季仙甘 后宴来 宾绝入大水未涵 局有黄华 柴则继受陆琴 天子居总章右格 成荣路 驾白落 宰白旗 一白一 伏白玉 石麻鱼犬 其气怜已身 世月也 深言号令 命百官贵贱 无不误入 以慧天地之藏 无有宣出 命种载 农事备收 举五种之药 藏地及之收于神仓 知景必斥 世月也 双使将 则百功休 乃命有思约 寒气总治 民力不堪 其皆入世 上丁 入学习吹 世月也 大响地 长息声 告悖于天子 何诸侯 至百县 未来岁寿硕日 与诸侯所睡于民 轻重之法 供执之术 以远近土地 所夷位度 以给娇妙之事 无有所思 世月也 天子乃教于田列 以习五荣 搜马 命仆及七宗贤家 载经诏于 寿车已及 整涉于平外 司徒进扑 北向已逝之 天子乃利福利斥 职工操实已设 命主词 寄亲于四方 世月也 草木黄落 乃乏心未叹 折宠贤府在学 借秦其户 乃屈欲行 无留有罪 收禄至之不当者 供养之不宜者 世月也 天子乃一犬 常道 先见寝妙 寄丘行下陵 则齐国大水 东藏央拜 民夺求至 行东令 则国多盗贼 边境不宁 土地分裂 行春令 则暖风来至 民气解舵 失履必行 寄丘记第二章 寄丘记顺民 先王先顺民心 故宫明成 福以德德民心 以立大功名者 上士多有之矣 失民心而立功名者 为之曾有也 得民必有道 万成之国 百户之矣 民无有不说 取民之所说 而民取矣 民之所说 岂重在 此取民之要也 西者汤客下 而正天下 天大汉 五年不收 汤乃以身倒于丧林 曰 于义人有罪 无极万夫 万夫有罪 再于义人 无以义人之不敏 使上帝鬼神 伤民之命 于是剪其发 立其手 以身为牺牲 用祈福于上帝 民乃甚说 于乃大志 则汤达呼 鬼神之话 人事之传也 文王触其事咒 冤武雅逊 朝夕必时 上贡必事 祭祀必敬 咒喜 命文王称西伯 赐之千里之地 文王载 拜鸡首儿辞愿 愿为民请袍落之行 文王非恶千里之地 以为民请袍落之行 必欲得民心也 得民心 则嫌于千里之地 故曰文王至矣 岳王苦 汇姬之耻 欲申得民心 以致必死于无 申不安枕习 口不甘厚味 目不示弥漫 耳不听忠鼓 三年苦身劳力 交纯钱费 内亲群臣 下阳百姓 以来其心 有甘肥不足分 俯感时 有九流之江 与民同之 身亲耕而始 七亲之而依 未尽真 依尽习 色尽二 诗出行路 从车载时 以是孤寡老弱之字 并困穷颜色 愁脆不善者 必身自食之 于是属诸大夫而告之 曰 愿意与五角天下之中 今吴 悦之国 相语俱残 是大夫屡干费 同日而死 孤与吴王皆谨交臂而愤 此孤之大愿也 若此而不可得也 内量吴国不足以商吴 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 则孤将其国家 是群臣 伏见碧任 便容貌 以名姓 直击肘而臣逝之 已与吴王争一旦之死 孤虽之要领不属 手足异处 四肢不裂 为天下路 孤之志 必将出焉 于是一日国 与吴战于五湖 吴氏大败 遂大为王公 城门不守 秦夫差 路无相 残武二年而罢 此先顺民心也 其庄子请公曰 问于何子 何子曰 先君有一令曰 吴公曰 曰蒙胡也 庄子曰 虽蒙胡也 而今已死矣 何子曰 以告萧子 萧子曰 以死矣以未生 故凡举事 必先审民心 然后可举 季秋季第三章 季秋季之事 今有千里之马于此 废得梁公 犹若扶取 梁公之于马也 相得责然后成 辟之若扶于谷 夫事亦有千里 高竭死意 此事知千里也 能使事待千里者 其为贤者也 敬国君 善计贸辩 计贸辩之为人 也多姿 门人服说 世卫以正敬国君 敬国君服听 是为此而去 孟长君 窃以见敬国君 敬国君大怒曰 剑刀而泪 魁武家 狗可以欠记冒辩者 无无此为也 于是舍之上舍 令长子玉 招募尽时 数年 威王轰 宣王力 敬国君之交 大不善于宣王 辞而之靴 于继冒辩居 刘武基和 继冒辩辞而行 请见宣王 敬国君曰 王之不说应也甚 功枉 必得死焉 继冒辩曰 故非求生也 请必行 敬国君不能止 继冒辩行 至于其 宣王闻之 藏怒以待之 继冒辩献 宣王曰 子敬国君之所听爱也 继冒辩达曰 爱则有之 听则无有 王方为太子之时 便为敬国君曰 太子之不忍 过一拙事 弱势者备反 不若格太子 更立为基因而教师 敬国君炫而曰 不可 无不忍谓也 且敬国君听便而谓之也 必无今日之幻也 此为异也 至于削 昭阳请以数倍之地一削 便又曰 必听之 敬国君曰 受削于先王 虽恶于后王 无独为先王合护 且先王之庙在削 无其可以先王之庙于储乎 又不肯听便 此为二爷 宣王太息 动于颜色 曰 敬国君之余 寡人一致此乎 寡人少 殊不知此 刻肯为寡人 少来敬国君乎 季冒便答曰 敬诺 敬国君来 以威王之福 观其观 带其见 宣王自迎敬国君与余交 望之而弃 敬国君致 殷请向之 敬国君辞 不得已而受 十日 谢病 强辞 三日而听 当是时也 敬国君可谓能自之人已 能自之人 故非之福慰祖 此即冒便 之所以外生乐 屈患难故也 季秋记第四章 季秋记神级 凡物之然也 必有故 而不知其故 虽当与不知同 其足必困 先王明是达师 之所以过俗者 以其之也 水出于山而走于海 水非厄山而遇海也 高下始之然也 驾生于也 而藏于仓 驾非有遇也 人皆以之也 故子路掩至 而复世之 子列子长舍中已 请之于观银子 观银子曰 知子之所以忠乎 达曰 福之也 观银子曰 未可 退而席之三年 又请 观银子曰 子知子之所以忠乎 子列子曰 知之已 观银子曰 可以 守而勿施 非独赦也 国之存也 国之王也 身之贤也 身之不孝也 一皆有矣 圣人不查存 王贤不孝 而查其所以也 其功鲁 求存顶 鲁军载他顶一网 其侯福信而返之 魏飞 使人告鲁侯曰 柳夏季已为事 请应受之 鲁军请于柳夏季 柳夏季答曰 军之路 以御曾顶也 以免国也 臣亦有国于此 破臣之国 以免军之国 此臣之所难也 于是 鲁军乃以 真存顶王也 且柳夏季可谓 此能说已 非独存己之国也 又能存鲁军之国 其免亡亡居于位 昼日不足 魏公御丹曰 我已亡矣 而不知其故 无所以亡者 果何故在 我当已 公御丹答曰 臣亦亡为以之之矣 亡故上位之之矣 亡之所以亡也者 亡之所以亡也者 亡贤也 天下之亡皆不孝 而恶亡之贤也 因相与和兵而攻亡 此亡之所以亡也 敏王楷燕太息曰 贤故若是其苦邪 此亦不知其所以也 此公御丹之所以过也 岳王受有此四人 岳王之地约玉 玉谨杀之而为之后 恶其三人而杀之矣 国人不说 大飞上 由恶其一人而欲杀之 岳王为之听 其子恐必死 因国人之玉逐玉 为王公 岳王太息曰 于不听玉之言 以离此难也 亦不知所以亡也 季秋纪第五章 季秋纪精通 人或未吐司五根 吐司非无根也 其根不属也 伏灵事 此时照铁 或隐之也 树向尽而迷 或冗之也 圣人难面而立 以爱立民为心 号令未出 而天下皆严谨举种以 则经通乎民也 夫贼害于人 人亦然 金福功者 砥利五兵 持一美食 发且有日矣 所被功者不乐 非或闻之也 神者先告也 身在乎秦 所亲爱在于其 死而稚气不安 经或往来也 得也者 万民之载也 阅也者 群阴之本也 阅望则棒格时 群阴影 阅会则棒哈须 群阴亏 伏月行呼天 而群阴化呼渊 圣人行德呼己 而四方贤斥呼人 养游鸡舍先 忠实 实乃银语 成呼仙也 伯乐学向马 所见无非马者 成呼马也 宋之袍丁豪解牛 所见无非死牛者 三年而不见生牛 用刀十九年 任若心魔形 顺其理 成呼牛也 忠子七夜闻 激庆者而悲 使人诏而问之曰 子和激庆之悲也 达曰 臣之父不幸而杀人 不得生 臣子母得生 而为公家喂酒 臣之身得生 而为公家激庆 臣不赌臣之母三年已 西未涉世赌臣之母 量 所以熟之则无有 而深顾公家之财也 是顾悲也 忠子七探皆约 悲夫 悲夫 心非碧也 碧非追悲时也 悲存忽心而目时应之 故君子成忽此而欲忽彼 敢忽己而发忽人 其必强说忽在 周有生习者 亡其母 闻其人 歌于门下而卑之 动于颜色 为门者内其人之歌者 自觉而问焉 曰 何故而起 与之语 盖其母也 故父母之于子也 子之于父母也 一体而两分 同气而一息 若草莽之有华石也 若树木之有根心也 虽亦处而相通 隐至相及 痛及相救 忧似相感 生则相欢 死则相哀 此之为骨肉之亲 神处于忠 而硬乎心 两经相得 其代言在 孟冬纪第一章 孟冬纪孟冬之月 日在尾 昏微中 但其行中 其日人鬼 其地专须 其神玄名 其重建 其语 绿中 硬中 其树料 其味贤 其臭小 其四行 祭仙慎 水使兵 地使洞 置入大水未慎 红藏不现 天子居玄堂左个 乘玄路 驾铁离 载玄骑 衣黑衣 浮玄玉 石属于智 其气红一眼 石岳也 以立东 先立东三日 太史业之天子 曰 某日立东 成德在水 天子乃寨 立东之日 天子亲律 三公九经大父 以迎东于北交 玄 乃赏死侍 续孤寡 石岳也 宁太补 导赐规策 战兆 审挂吉凶 于是查上乱法者 则醉之 无有掩蔽 誓月也 天子是求 命有思约 天气上腾 地气下降 天地不通 避而成东 令百官 井盖藏 命司徒 寻航积聚 无有不脸 土父 成锅 建门驴 修建壁 圣观月 顾风喜 北边境 玩要塞 井观梁 塞西境 赤丧祭 便衣裳 审观果之厚薄 迎求笼之小大高 卑薄厚之度 贵贱之等级 誓月也 公施孝公 臣继气 暗渡成 无获作为隐巧 以荡上心 彼功至为上 勿乐功名 以考其成 公有不当 必行其罪 以穷其情 誓月也 大隐争 天子乃其来 年于天宗 大哥 辞于公舍 及门驴 向先祖五四 劳农夫 以休息至 天子乃命 将帅 蒋武 亦舍遇 决利 誓月也 乃命 水于于师 收水泉 持责之父 无获感 钦薛 众树赵民 以为天子 取愿于下 岂有若 此者 行罪无赦 孟东行春令 则洞壁不密 地气发泄 民多流亡 行下令 则国多暴风 方东不寒 折虫复出 行秋令 则雪霜不食 小兵拾起 土地侵靴 孟东记 第二章 孟东记 劫丧 沈之生 圣人之药也 沈之死 圣人之吉也 知生野者 不以害生 养生之谓也 知死野者 不以害死 安死之谓也 此二者 圣人之所独绝也 凡生于天地之间 其必有死 所不免也 孝子之众 其亲也 辞亲之爱 其子也 痛于击鼓 性也 所重所爱 死而弃之勾壑 人之情 不忍谓也 故有藏死之意 藏也者 藏也 慈亲孝子之所慎也 慎之者 以生人之心律 以生人之心 为死者律也 莫如无动 莫如无发 无发无动 莫如无有可立 则此之谓重弊 古之人 有藏于广野深山 而安者已 非诸于国宝之谓也 藏不可不藏也 藏浅则胡立胡之 深则急于水泉 故凡藏必于高陵之上 以避胡里之患 水泉之事 此则善矣 而妄奸邪道贼 扣乱之难 岂不获哉 辟知 若古诗之必住也 必住而急处一也 胡里水 全间邪道贼 扣乱之患 此意之大哲也 辞亲孝子必知者 得藏之情也 善观果 所以避楼以蛇虫也 今世俗大乱 知主欲齿 其藏则心非 为乎死者律也 生者已相今上也 耻弥者已为荣 节俭者已为漏 不以辩死为故 而徒以生者之匪于为武 此非辞亲孝子之心也 父虽死孝子之重之不代 子虽死 辞亲之爱之不屑 夫葬所爱所重 而以生者之所甚欲 其已安之也 若知何在 您之于利也 犯流史 倒白刃 涉血抽肝已求之 也人之无闻者 忍亲其兄弟之交已求利 今无此之威 无此之丑 其位力甚厚 乘车实肉 择己子孙 虽圣人由不能进 而旷于乱 国迷大 家迷父 葬迷后 寒朱临师 拂完好货宝 终顶糊烂 御马医被割剑 不可胜其数 朱养生之巨 无不从者 提凑之事 观果树袭 积事积叹 以还其外 奸人闻之 传以相告 尚遂以言为众罪尽之 由不可止 且死者弥久 生者弥书 生者弥书 则守者弥带 守者弥带 而藏气如故 其事故不安逸 世俗之行丧 载志以大准 羽毛惊奇 如云楼煞以都之 诸玉以配之 俯伏文章 以斥之 隐伏者左右万人 以行之 以君致力 之然后可 以此观世 则没以迟矣 以此未死 则不可也 苟便于死 则遂平国劳民 若辞亲孝子者 之所不辞为也 孟冬纪第三章 孟冬纪安死 誓之魏丘龙也 其高大若山 其树之若林 其舍却亭 为公事 造宾作也若独意 以此观世 是父则可以 以此未死则不可也 福死 其事万岁 犹疑顺也 人之寿 久之不过百 中寿不过六十 以百与六十 为无穷者之律 其情必不相当矣 以无穷为死者之律 则得之矣 今有人于此 未实名置之隆上 约 此其中之物 聚诸欲完好财物 宝器甚多 不可不胡 胡之必大富 事事成车实肉 人必相与孝之 以为大祸 事之后葬 也有四于此 自古及今 未有不亡之国也 无不亡之国者 是无不胡之目也 以耳目所闻见 其经 燕长王矣 宋 中山矣王矣 赵 魏 含皆亡矣 其皆故国矣 自此以上者 王国不可胜数 事故大祸 无不胡也 而是皆争畏之 岂不卑在 君之不令民 父之不孝子 兄之不替地 皆相礼之所辅 利瓦 者而逐之 但更加采心之劳 不肯观人事 而其每一尺石之乐 智巧穷躯 无以为之 于是乎 俱群多之徒 以深山广泽临走 普及恶夺 又是明秋 大墓葬之后者 求设便居 以微胡之 日夜不休 必得所利 相与分之 夫有所爱所重 而令奸邪盗贼 寇乱之人 足必辱之 此孝子忠臣 亲父交友之大事 遥葬于古林 通树之 顺葬于济世 不变其次 与葬于惠姬 不变人徒 是故先王 以捡结葬死也 非爱其肺也 非恶其劳也 以为死者律也 先王之所恶 为死者之辱也 发则必辱 简则不发 故先王之葬 必捡 必合 必同 何为何 何为同 葬于山林 则合乎山林 葬于板席 则同乎板席 此之为爱人 福爱人者众 知爱人者寡 故宋魏王 而东种乎 其魏王 而庄公种乎 国安宁 而犹若此 又况百世之后 而国以王乎 故孝子忠臣 亲父交友 不可不差于此也 福爱之而反微之 其此之未乎 是曰 不敢抱虎 不敢逢合 人之其一 莫之其他 此言不知临泪也 故反以相非 反以相视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 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是非未定 而喜怒斗争 反未用矣 无不非斗 不非争 而非所以斗 非所以争 故凡斗争者 是非已定之用也 今多不先定其是非 而先及斗争 此获之大者也 鲁继孙有丧 孔子网调之 入门而索 从客也 主人已于凡收 孔子静庭而驱 立即而上 曰 以宝玉收 辟之由 报海中原也 静庭立即 非离也 虽然已旧过也 孟冬记第四章 孟冬记一宝 古之人非无宝也 其所宝者一也 孙叔敖及 将死 借其子曰 王树封我已 无不授也 为我死 王则封辱 必无授利地 除 月之间 有寝之丘者 此其地不利 而名甚恶 惊人为鬼 而悦人信机 可常有者 其为此也 孙叔敖死 亡果已美的 封其子 而此此 秦寝之秋 故至今不失 孙叔敖之之 知不以立位立矣 知以人之所恶 为己之所喜 此有道者之所以 亦乎俗也 五元王 京急求之 登太行 而望正曰 盖世国也 地险 而民多之 其主 俗主也 不足于举 取正儿之许 见许公 而问所知 许公不应 东南向而拓 五元载 拜授赐曰 知所知已 隐如五 过于京 至江上 遇设 现一丈人 此小船 方将于 从而请焉 丈人度之 绝将 问其民族 则不肯告 谢其 见以与丈人 约 此千金之见也 愿献之丈人 丈人不肯受约 经国之法 得五元者 绝之规 路万言 今千亿 昔者子虚过 无由不取 今我何以子之谦 今见为乎 五元过于无 使人求知 江上则 不能得也 美食必记之 诸曰 江上之丈人 天地至大已 至重已 江西不有谓也 而无以谓 谓以而无以谓至 名不可得而闻 身不可得而见 其为江上之丈人 乎 宋之野人 耕而得欲 献之思成子汉 子汉不受 野人请曰 此野人之宝也 愿向国位之赐 而受之也 子汉曰 子已欲未宝 我已不受未宝 故宋国之常者曰 子汉非无宝也 所宝者亦也 今以百金与团属 以示儿子 儿子必取团属 以何事之必 与百金 以示彼人 彼人必取百金 以以何事之必 道德之之言 以示贤者 贤者必取之言 以 其之弥经 其所取弥经 其之弥粗 其所取弥粗 孟冬纪第五章 孟冬纪易用 万物不同 而用之于人一也 此治乱存亡 死生之源 故国广拒 兵强腹 未必安也 尊贵高大 未必贤也 再于用之 皆 咒用其才 而成其王 汤 武用其才 而成其王 汤见诸王者 至四面 其诸曰 从天坠者 从地出者 从四方来者 皆离无往 汤曰 谢 禁之矣 非解其熟谓此也 汤收其三面 至其一面 更叫诸曰 西诸毛作王谷 今之人学书 欲左者左 欲右者右 欲高者高 欲下者下 无取其犯命者 汉南之国文之曰 汤之德 即秦寿矣 此时国归之 人至四面 未必得鸟 汤去其三面 至其一面 以往其四世国 非图往鸟也 周文王使人胡驰 得死人之孩 立以文于文王 文王曰 更藏之 李曰 此无主矣 文王曰 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 有一国者 一国之主也 今我非弃竹也 岁令立以 衣冠更藏之 天下文之曰 文王贤矣 则即搓骨 又旷于人乎 获得宝 以为其国 文王得无骨 以欲其异 故圣人于物 也无不才 孔子之弟子 从远方来者 孔子何丈而问之曰 此之公不有样乎 伯丈而依之 问曰 此之父母不有样乎 智丈而问曰 此之兄弟不有样乎 义步而备之 问曰 此之妻子不有样乎 故孔子以六尺之杖 欲贵贱之等 便书亲之意 又况于以尊位后路乎 古之人贵能舍也 以长幼养老也 金之人贵能舍也 以公占亲夺也 其戏者 以极弱暴寡也 以恶夺畏武也 人人之德疑 以养极世老也 之与其足德疑 以开壁取剑也 众东记第一章 众东记众东之月 日在斗 昏冬弼中 但枕中 其日人鬼 其帝专须 其神玄名 其重建 其语 绿中黄中 其数六 其未贤 其臭小 其四行 继仙慎 兵异壮 帝始彻 贺旦不明 胡始交 天子居玄堂太庙 成玄鹿 驾铁离 载玄骑 衣黑衣 浮玄玉 实属于智 其气鸿一眼 命有思约 土是无作 无发盖藏 无其大众 以故而弊 发盖藏 其大众 地气且限 是未发天地之防 诸者则死 民多吉亿 又随以丧 命之曰畅悦 誓月也 命烟瘾 申公令 审门驴 谨防誓 避重避 省富誓 吴德尹 虽有贵妻尽袭 无有不金 乃命大求 熟道避其 屈涅避时 战翅避节 水泉避香 淘气避粮 火其避的 兼用六五 大求兼之 无有差退 天子乃命有私 其次四海大川 明媛冤则景全 誓月也 农有不收藏积聚者 牛马畜寿有放逸者 取之不竭 山林守则 有能取疏石田 猎禽寿者 也于教导之 其有钦夺者 罪之不赦 誓月也 日短至 阴阳争 诸生荡 君子斋戒 触避眼 身避宁 去声色 尽世欲 安行性 是欲境 以待阴阳之所定 云始生 力挺出 秋饮节 泥脚节 水泉洞 日短至 责罚林木 取竹剑 誓月也 可以罢官之无事者 去弃之无用者 图阙亭门驴 驻灵雨 此所以 驻天地之必藏也 众东行下令 则齐国乃汉 气物明明 雷乃发生 星秋令 则天时与之 瓜户不成 国有大兵 星春令 则崇明未败 水泉简洁 民夺吉利 众东纪第二章 众东纪至中 至中逆于尔 道于心 非贤主其 孰能听之 故贤主之所说 不孝主之所诛也 人主无不恶报结者 而日治之 恶之何意 今有数于此 而欲其美也 人时贯之 则恶之 而日伐其根 则必无活数矣 福恶文中言 乃自伐之精者也 精装哀王 列于云梦 赦随寺 终之 申公子 培结王而夺之 王曰 何其报而不敬也 命令诸之 左右大夫 接近见曰 子培 贤者也 又为王百倍之臣 此必有故 愿查之也 不出三月 子培及而死 精兴师 站于两堂 大胜进 归而赏有功者 申公子 培之地 尽情赏于利 曰 人之有功 也于军旅 陈兄之有功 也于车下 王曰 何谓也 对曰 陈之兄 犯报 不敬之名 处死亡之 罪于王之策 其余 心将已 忠于君王之身 而持千岁之寿也 陈之兄 常读 顾己曰 杀随似者 不出三月 是以臣之兄 惊惧而争之 故服其罪而死 王令人 发平府而誓之 于顾忌国有 乃厚赏之 申公子培 其中也可谓 木行矣 木行之矣 人知之不畏劝 人不知不畏惧 行无高呼此矣 其王即幼 使人之送迎文质 文质至 是王之吉 为太子曰 王之吉 必可疑也 虽然 王之吉已 则必杀至也 太子曰 何故 文质对曰 非怒王 则吉不可治 怒王 则至必死 太子顿手强请曰 苟以王之吉 臣与臣之母 以死争之于王 王必姓臣与臣之母 愿先生之物换也 文质曰 诺 请以死为王 与太子妻 而将往不当者三 其王故以怒矣 文质至 不解具登床 吕王一 问王之吉 王怒而不语言 文质因出此以众怒王 王斥而起 吉乃遂矣 王大怒不说 将生喷文质 太子与王后 吉争之而不能得 国以鼎声喷文质 窜之三日三夜 颜色不变 文质曰 成欲杀我 则胡不复之 以绝阴阳之气 王始复之 文质乃死 夫忠于智氏义 忠于卓氏难 文质非不知活王之吉 而生获死也 为太子行难已成其义也 众冬纪第三章 众冬纪中连 誓义之不可辱者大之也 大之则遵于富贵也 利不足以于其义以 虽名为诸侯 实有万成 不足以挺其心意 诚辱则无为乐生 若此人也 有事则必不自私以 触官则必不畏于以 将众则必不挠北以 忠臣亦然 苟便于主利于国 无敢此为杀身出生以殉至 国有事若此 则可谓有人以 若此人者顾难得 其换虽得之有不至 吴王欲杀王子庆祭 而莫之能杀 吴王患之 要离曰 臣能之 吴王曰 辱恶能乎 无常以六马逐之将上矣 而不能及 射之使 左右满把 而不能中 金乳拔剑则不能举臂 上车则不能登侍 辱恶能 要离曰 是换不永耳 稀换于不能 王成能助 臣请必能 吴王曰 莫 明诞家要离罪焉 置之妻子 焚之而扬其晦 要离走 网见王子 庆祭余味 王子庆祭喜曰 吴王之 无道也 子之所献也 诸侯之所知也 金子得免 而去之亦善矣 要离与王子 庆祭居有剑 魏王子庆祭曰 无知无道也欲慎 请与王子 罔夺之国 王子庆祭曰 善 乃与要离 居舍于将 终将 拔剑已赐 王子庆祭 王子庆祭 所知 投之于将 福泽又取而投之 如此者三 其足曰 辱天下之国事也 姓如已成而明 要离的不死 贵于无 吴王大说 请与分国 要离曰 不可 臣请必死 吴王指之 要离曰 夫杀妻子焚之 而扬其灰 以便是也 臣以为不仁 夫为雇主杀新主 臣以为不义 夫佐而服乎将 三入三出 特王子庆祭位之次 而不杀而 臣以为如已 夫不仁不义 又且已辱 不可以生 吴王不能止 果福健而死 要离可谓 不畏赏动已 故临大利 而不义其义 可谓连已 连故不以贵妇 而望其辱 为义公有 臣约红眼 有所于使 敌人公卫 其民曰 君之所与畏陆者 贺也 所贵妇者 工人也 君使工人与贺战 于焉能战 遂溃而去 宅人至 即义公于荣泽 杀至 禁食其肉 毒舍其肝 红眼至 暴使于肝 必 呼天而提 近哀而止 曰 臣请卫薄 因自杀 先出其父时 内义公之干 还公文之曰 为之王也 以为无道也 今有陈若此 不可不存 于是 富力位于楚丘 红颜可谓忠以 杀身出生 以训其君 非徒训其君也 有另位之宗庙富力 祭祀不绝 可谓有公义 众冬纪第四章 众冬纪当务 辩而不当论 信而不当理 永而不当义 法而不当务 获而成绩也 狂而操无干将也 大乱天下者 彼此四者也 所贵辩者 为其有所论也 所贵信者 为其遵所理也 所贵勇者 为其行义也 所贵法者 为其当务也 执之徒问于执曰 道有道乎 执曰 西斥其有道也 夫妄一官内 中葬 圣也 入先 永也 出后 义也 知识 智也 分君 人也 不通此无者 而能成大道者 天下无有 被说非六王 五伯 一位 遥有不辞之名 顺有不孝之行 予有隐免之意 汤 无有放杀之事 五伯有暴乱之谋 事皆欲之 人皆惠之 或也 故死而操 金锥以藏 约下见六王 五伯 将骨其头矣 便若此不如无变 除有职工者 其父 怯阳而业之上 上职而将诛之 职工者请代之 将诛以 告吏约 赴窃阳而业之 不亦信乎 赴诸而代之 不亦孝乎 信且孝而诛之 国将有不诛者乎 经王闻之 乃不诛也 孔子闻之曰 亦哉 职工之未信也 一父而载取名焉 故职工之信 不若无信 其知豪勇者 其亿人居东郭 其亿人居西郭 促然相遇于图约 孤相隐乎 商树行 曰 孤求肉乎 亿人曰 子肉也 我肉也 上乎阁 求肉而味 于是聚染而已 因抽刀而相淡 至死而止 永若此 不若无永 咒之同母三人 其长曰威子起 其次曰 其次曰 受得 受得乃咒也 甚少矣 咒母之生 威子其予中眼 也商为妾 以而为妻而生咒 咒之父 咒之母欲至 威子其已为太子 太使俱法而争之曰 有妻之子 而不可至妾之子 咒故为后 用法若此 不若无法 众冬季第五章 众冬季常见 智所以相过 以其常见于短线也 今之于古也 有古之于后世也 今之于后世 亦有今之于古也 故审之今 则可知古 知古则可知后 古今前后亦也 故圣人上之千岁 下之千岁也 经文王曰 献西术犯我以义 唯我以礼 于处则不安 旷之则不古得焉 不以无身觉知 后世有圣人 将以非不古 于是觉知五大夫 身侯博善 持养无义 无所欲则先我为之 于处则安 旷之而不古丧焉 不以无身远知 后世有圣人 将以非不古 于是送而行之 身后薄如正 阿正君之心 先为其所欲 三年而知 正国之正也 五月而正人杀之 是后世之圣人 使文王未善于上世也 晋平宫诸位大中 使宫听之 皆以未调矣 施况曰 不调 请更助之 平宫曰 宫皆以未调矣 施况曰 后世有之音者 将之中之不调也 臣妾为君耻之 至于师涓 而果之中之不调也 是师况御膳调中 以为后世之之音者也 吕太公望风于其 周公担风于鲁 二君者甚相善也 相位曰何以治国 太公望曰 尊贤上宫 周公担曰 亲亲上恩 太公望曰 鲁自此消矣 周公担曰 鲁虽靴 有其者 亦必非屡是也 其后 其日已大 至于霸 二十四世 而田成子 有齐国 鲁日已靴 至于尽存 三十四世 而亡 无其至西河之外 王错赠之于 魏武侯 武侯使人赵之 无其至于暗门 指车而望西河 弃树行而下 其仆位无其曰 妾官公之义 世事天下若是 足利 今去西河而弃 何也 无其敏弃而应之曰 此不识 君知我而使我 必能西河可以亡 仅君听禅人之义 而不知我 西河之位 勤取不久已 未从此消矣 无其果去未入处 有间 西河必入秦 秦日亦大 此无其之所 先见而弃也 未公书所及 惠王往问之 曰 公书之吉 解 吉善矣 将奈设计和 公书对于 臣之御术子央 愿往以国听之也 为不能听 勿使出境 王不应 出而为左右约 岂不悲在 以公书之嫌 而今为寡人 必以国听央 备也夫 公书死 公孙央西游秦 秦孝公听之 秦果用强 为果用弱 非公书挫之备也 为王则备也 福备者之患 故以不备未备 祭冬季第一章 祭冬季 祭冬之月 日在雾女 昏楼中 胆堤中 其日人鬼 其地专须 其神玄名 其重建 其语 律中大律 其树料 其味贤 其臭小 其四行 既仙慎 燕北香 却是朝 智构姬汝 天子居玄堂又格 成玄鹿 驾铁梨 载玄旗 衣黑衣 浮玄玉 实属于智 其气鸿一眼 命有四大挪 庞折 出土牛 以送寒气 争鸟立即 乃必行山川之寺 吉地之大臣 天地之神起 世月也 命于诗始于 天子亲亡 乃常于 仙剑秦庙 兵方圣 水则赴 命取兵 兵已入 令告民 除五种 命思浓 旧耕士 修磊寺 聚田气 命月诗 大和吹而罢 乃命四间 收至心柴 以供秦庙 及百四之心了 世月也 日穷于刺 月穷于计 兴会于天 树将积中 岁将耕始 专于农民 无有所使 天子乃与清大夫 赤国典 论时令 以带来岁之意 乃命太史 赐诸侯之列 父之牺牲 以供皇天上帝 设计之想 乃命同性之国 供寝庙之除患 令载利清大夫 至于树民 土田之树 而父之牺牲 以供山林 明川之寺 凡在天下 九州之民者 无不闲献其力 以供皇天上帝 设计 寝庙 山林 明川之寺 行之 是令 此位 义中 三旬二日 既东行秋令 则白鹿早降 戒虫 为妖 四林入宝 行春令 则胎妖多伤 国多顾及 命之约逆 行下令 则水辽败国 石血不降 冰冻消逝 纪东记 第二章 纪东记 世杰 世之为人 当理不必其难 灵患妄立 一生行义 誓死如归 有如此者 国君不得而有 天子不得而臣 大者定天下 其次定义国 必有如此人者也 孤人主之 欲大立功名者 不可不误求此人也 贤主劳于求人 而异于智势 其有北国骚者 杰辅网 捆仆尾 知废聚 以养其母游不足 种门见燕子曰 愿其所以养母 燕子之仆尾燕子曰 此其国之贤者也 其义不成乎天子 不有乎诸侯 于力不苟取 于害不苟免 今其所以养母 是说夫子之义 也必予之 燕子使人分 仓素分府 金而移之 辞金而受诉 有见 燕子建宜于其君 出奔 过北国骚之门而辞 北国骚沐沐 而初见燕子曰 夫子将淹事 燕子曰 建宜于其君 将出奔 北国子曰 夫子免之矣 燕子上车 太夕而探曰 应之王岂不宜再 义不知事甚矣 燕子行 北国子照其有儿告之曰 说燕子之矣 而荡起所以养母焰 吴文之曰 养及轻者 身抗其难 今燕子建宜 吴将以身死白志 卓一官 令其有操见奉寺而从 造于君庭 求父者曰 燕子天下之贤者也 去则其国必亲矣 必见国之亲也 不若先死 请已投托 白燕子也 因为其有曰 圣无头于寺中 奉以托 退而自闻也 其有因奉以托 其有卫官者曰 北国子为国故死 无将为北国子死也 又退而自闻 其君闻之 大害 成日而自追燕子 急之国交 请而返之 燕子不得已而返 闻北国骚之 以死白及也 曰 英之王岂不宜再 一遇不知事甚矣 冀冀冀第三章 冀冀冀戒例 以贵妇有人义 以贫贱有人难 今进文公出亡 周留天下 穷以见义 而戒子推不去 由已有之也 反国有万成 而戒子推去之 无已有之也 能其难 不能其义 此文公之所以不亡也 进文公反国 戒子推不肯受赏 自卫赴诗曰 有龙于飞 周遍天下 五蛇从之 为之成福 龙反其乡 得其处所 四蛇从之 得其陆语 一蛇修之 乔死于中也 寻书宫门 而浮于山下 文公文之曰 戒 此必戒子推也 必设便福 令氏树人曰 有能得戒子推者 绝尚清 填百万 霍玉之山中 父父盖登 问燕曰 请问戒子推安在 应之曰 夫戒子推狗 不欲见而欲隐 无独焉之之 遂备而行 终身不限 人心之不同 岂不甚在 今世之逐利者 早朝燕退 焦醇前爱 日夜思之 由谓之能得 今得之而 悟及逃之 戒子推之 离俗原已 东方有事 焉曰元经墓 将有事也 而恶于道 胡腹之道 曰秋 见而下胡参 已不知 元经墓三不知 而后能事 曰 子和谓者也 曰 我胡腹之人 秋也 元经墓曰 戏 辱非道邪 胡卫而使我 无翼不似子之时也 两手拒地而吐之 不出 咔咔然遂伏地而死 正人之下 阁处也 庄俏之报应也 秦人之为长平也 韩 经 赵 此三国者之将 帅贵人皆多教矣 其士族众数皆多壮矣 因相报以相杀 脆弱者败情以必死 其足地而相食 不便其意 寄兴以得火 如元经墓以食而不死矣 恶其意而不肯不死 今此相未谋 岂不远灾 纪东纪第四章 纪东纪成连 石可破也 而不可夺奸 单可磨也 而不可夺斥 奸与斥 兴之有也 兴也者 所授于天也 非则取而为之也 豪士之子豪者 其不可慢以于也 亦有此也 西周之将兴也 有事二人 处于孤竹 约伯夷 书起 二人相未约 吴文西方有偏薄焰 四将有道者 尽无西位处乎此在 二子西行如舟 至于齐阳 则文王以莫矣 五王即位 观周德 则王使书旦 就交立于次寺内 而与之盟约 家父三等 就官一列 为三叔同辞 血之以生 埋意于寺内 皆以异归 有时保少公 就威子开于贡头之下 而与之盟约 是为常侯 守阴长寺 相逢桑林 以死梦珠 为三叔同辞 血之以生 埋意于贡头之下 皆以异归 薄夷 书其闻之 相适而孝约 西 亦 唯秦八年 遂在云滩 秋 甲子朔 朔之日 良人请问十二计 文信侯约 长得学皇帝 之所以会专须矣 缘有大桓在上 大举在下 辱能法之 为民父母 盖文古之轻逝 适法天地 凡十二计者 所以计之乱存亡也 所以知寿 邀疾凶也 尚魁之天 下燕之地 终审之人 若此则是非可不可 无所顿矣 天曰顺 顺为生 帝曰顾 顾为名 人曰信 信为听 三者贤当 无畏而行 行也者 行其离也 行术 寻其礼 平其思 夫思事使目盲 思听使耳聋 思虑使心狂 三者皆思设经则 至无犹宫 至不宫 则服日衰 灾日龙 以日泥 而希望之至 赵乡子 由于幼中 至于粮 马却不肯进 清平为参成 乡子曰 尽是粮下 泪有人 清平尽是粮下 欲让雀寝 扬未死人 赤清平曰 去 长者无且有事 清平曰 少儿与子有 子且为大事 而我言之 是诗相 与有之道 子将贼无君 而我不言之 是尸位 人臣之道 如我者 唯死未可 乃退而自杀 清平非乐死也 重施 人臣之劫 恶匪 交友之道也 清平 欲让 可谓之有也 有十懒 第一章 有十懒 有史 天地有史 天威已成 地赛已行 天地合合 生之大惊也 以寒暑日月昼夜之之 以书行书能一一说之 服务合而成 离而生 知何之成 知离之生 则天地平矣 平矣者 解当查其情 处其行 天有九野 地有九州 徒有九山 山有九塞 则有九走 风有八等 谁有六川 何谓九野 中央约军天 骑星角 抗 低 东方约苍天 骑星房 信 尾 东北约变天 骑星鸡 斗 千牛 北方约玄天 骑星物女 须 微 迎式 西北约幽天 骑星东壁 魁 楼 西方约浩天 骑星位 帽 币 西南约诸天 骑星自归 蹭 东景 南方约炎天 骑星雨鬼 柳 骑星 东南约阳天 骑星张 亦 枕 河为九州 河 汉之间 为玉州 周也 两河之间 为济州 近也 河 济之间 为衍州 为也 东方为青州 齐也 四上为徐州 卢也 东南为扬州 月也 南方为荆州 除也 西方为雍州 秦也 北方为幽州 燕也 河为九山 汇姬 泰山 王屋 守山 太华 齐山 太行 阳长 孟门 河为九塞 大凡 明厄 京阮 方程 窑 景行 令司 巨柱 居庸 何为九嫂 吾之巨区 楚之云梦 秦之阳华 晋之大陆 梁之莆田 宋之梦珠 齐之海鱼 赵之巨鹿 燕之大昭 何为八峰 东北约阎峰 东方约涛峰 东南约熏峰 南方约巨峰 西南约七峰 西方约六峰 西北约利峰 北方约寒峰 何为六川 河水 赤水 辽水 黑水 江水 淮水 凡四海之内 东西二万八千里 南北二万六千里 水道八千里 受水者一八千里 通谷六 明川六百 路主三千 小水万数 凡四级之内 东西五亦有九万七千里 南北亦五亦有九万七千里 吉星与天俱由 而天即不宜 东之日行远道 周行四级 命曰玄明 夏之日行进道 乃参余上 当书之下 无昼夜 白民之难 贱目之下 日中无影 忽而无想 盖天地之中也 天地万物 义人之身也 此之位大同 众耳目鼻口也 众五谷寒鼠也 此之位重义 则万物背也 天真万物 圣人揽焉 以观其类 解在乎天地之所以行 雷电之所以生 阴阳财物之经 人民禽寿之所安平 有十揽第二章 有十揽应同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 天必先献降乎下明 皇帝之时 天先见大隐大楼 皇帝曰土弃圣 土弃圣 故其色上皇 其事则土 及语之时 天先见草木 秋冬不杀 语曰木气圣 木气圣 故其色上青 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 天先见金 任生于水 汤曰金气圣 金气圣 故其色上白 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 天先见火 赤无贤丹书 急于周赦 文王曰火气圣 火气圣 故其色上赤 其事则火 待火者必将水 天且先见水 汽圣 水汽圣 故其色上黑 其事则水 水汽至而不知 树被 将洗于土 天位者识 而不住浓于下 泪故相照 气同则和 生彼则硬 骨弓而弓动 骨脚而搅动 平地注水 水流失 君心失火 火就造 山云草莽 水云鱼林 汗云烟火 雨云水波 无不接泪其所生 以示人 故以龙至羽 以行竹影 失之所处 必已生己处 祸福之所自来 众人以为命 安知其所 夫妇朝回暖 则凤凰不至 枯受食胎 则其林不来 钱则何愚 则归龙不亡 物之从同 不可畏计 子不遮乎亲 臣不遮乎君 君同则来 亦则去 故君虽尊 以白为黑 臣不能听 父虽亲 以黑为白 子不能从 皇帝曰 茫茫妹妹 因天之威 与缘同气 故曰同气 贤于同义 同义贤于同利 同利贤于同居 同居贤于同名 弟者同气 王者同义 霸者同利 亲者同居则宝矣 王者同名则粗矣 其至迷粗者 其所同迷粗 其至迷经者 其所同迷经 故凡用意 不可不经 福经 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 成其类 同皆有何 故遥为善而众善至 结为非而众非来 生真云 天降灾不祥 并有其职 以言或夫人 或赵之也 故国乱非独乱也 又必赵寇 独乱未必亡也 赵寇则无以存矣 凡兵之用也 用于利 用于义 攻乱则粹 粹则公者利 攻乱则意 义则公者荣 荣且利 中主有且未知 旷于贤主乎 故割地宝器 卑赐屈服 不足以止功 为智卫足 智则为利者不公义 为明者不乏以 凡人之功乏也 非为利则 因为明也 明实不得 国虽强大者 何为公义 解在乎使莫来而 绰不习位 赵检子可为之 动静矣 有识懒 第三章 有识懒 去游 是知听者 多有所游 多有所游 则听必备矣 所以游者多顾 其要必因人所喜 与因人所恶 东面望者 不限西墙 南乡士者 不睹北方 亦有所在也 人有王府者 亦其林之子 是其行部 切伏也 颜色切伏也 言语切伏也 动作态度无畏 而不切伏也 向其谷而得其福 他日复见其林之子 动作态度无似切伏者 其林之子非辩也 己则辩矣 辩也者无他 有所有也 诸之故法 为甲长以伯 公兮继位 诸君曰 不落以祖 凡甲之所以为故者 以满翘也 今翘满矣 而认立者伴耳 且祖则不然 翘满则尽认立矣 诸君以魏然 约 将何所以得足也 公兮继对曰 上用之则民魏之矣 诸君曰 善 下令 领官魏甲必以祖 公兮继之说之行也 因令其家皆魏祖 人有商之者曰 公兮继之所以御用祖者 其甲多魏祖也 诸君不说 于是附下令 令官魏甲无以祖 此诸君之有所有也 魏甲以祖而变 公兮继虽多魏祖和商也 以祖不变 公兮继虽无祖 亦合亦也 魏祖与不魏祖 不足以类公兮继之说 用祖之心 不可不察也 卢有恶者 其父出而献商多 反而告其林曰 商多不若无子矣 且其子至恶也 商多至美也 彼以至美不如至恶 由乎爱也 故知美之恶 知恶之美 然后能知美恶矣 庄子曰 以瓦助者降 以勾助者战 以黄金助者戴 其祥亦也 而有所戴者 必外有所重者也 外有所重者 谢盖内绝 鲁人可谓外有重矣 解在乎 其人之欲的金也 及勤末者之相度也 皆有所乎有矣 老丹择得之矣 若植木而利乎独 必不合于俗 则何可阔矣 有十懒 第四章 有十懒 听言 听言不可不查 不查则善不善不分 善不善不分 乱莫大言 三代分善不善 故王 金天下弥衰 圣王之道废绝 施主多圣其欢乐 大其中古 赤其台谢怨佑 以夺人才 轻用民死 以行其分 老若栋梅 妖极壮脚 弃尽穷区 嫁以死鲁 供无高之国 以所地 诸不孤之民 以求利 而欲宗庙之安也 设计之不威也 不亦难护 金人曰 某事多祸 其事赔施 守狗死 其事可学也 则必非之矣 曰 某国基 其成郭壁 其手巨寡 可席而窜之 则不非之 乃不知类矣 周书曰 王者不可及 来者不可待 贤明其事 谓之天子 故当今之事 有能分善不善者 其王不难矣 善不善本于义 不于爱 爱力之味道大矣 浮流于海者 行之寻悦 见似仁者而习矣 及其积年也 献其所常见物于中国者而习矣 扶去人资久 而私人资深于 乱世之民 其去圣王亦久矣 其愿见之 日夜无见 故贤王秀世之 欲忧前守者 不可不悟也 功先明 事先功 言先事 不知事恶能听言 不知情恶能荡言 其与人古言也 其有辩乎 其无辩乎 造父使习于大窦 逢蒙使习于肝影 欲大窦 舍肝影 而不喜人以畏性者也 不喜之 所以致远追击也 所以除害尽报也 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 然后能听说 不习其心 习之于学问 不学而能听说者 古今无有也 解在乎白归之非惠子也 公孙龙之说 燕昭王移衍兵 即应空落之欲也 孔川之义 公孙龙 窄俭之难惠子之法 此次侍者之义 解多故矣 不可不独论 有诗览 第五章 有诗览 谨听 息者 羽衣木而三桌发 一时而三起 以礼有道之事 通乎几之不足也 通乎几之不足 则不与物争议 予以平静以待之 始伏自得之 因然而然之 始伏自言之 王国之主凡此 乃自贤而少人 少人则说者 持荣而不及 听者自多而不得 虽有天下何一焰 是乃名之招 乱之定 毁之成 威之宁 故因 周已亡 彼甘已死 备而不足以举 故人主之性 莫过忽所疑 而过于其所不疑 不过忽所不知 而过于其所已知 故虽不疑 虽已知 必查之以法 窥之以量 验之以数 若此则是非无所失 而举措无所过矣 夫妖恶的 贤天下而适顺 顺恶的 贤天下而适语 断之于耳而移矣 耳之可以断也 反性命之情也 金夫或者 非之反性命之情 其次非之关于五弟 三王之所以成也 则息自知 其事之不可也 息自知其身之不歹也 太上之之 其次知其不知 不知则问 不能则学 周真曰 夫自念思 学得为目 学贤问 三代之所以昌也 不知而自已为之 百货之宗也 名不图利 公不自成 国不虚存 必有贤者 贤者之道 谋而难知 妙而难见 孤见贤者 而不耸则 不涕于心 不涕于心 则知之不深 不深之贤者 之所言 不详莫大言 主贤士 则贤者在上 主不孝 事乱则贤者在下 金周事寄灭 而天子已决 乱莫大于无天子 无天子则强者胜弱 重者报寡 以兵相残 不得休息 金之事荡之已 故当金之事 求有道之事 则于四海之内 山谷之中 辟远悠贤之所 若此责性于德之已 德之则 何欲而不得 何谓而不成 太公钓鱼滋权 遭咒之事也 故文王得之而亡 文王 千成也 赵天子也 天子失之而 千成得之 知之与不知也 诸重其民 不待之而始 不待礼而令 若福有道之事 必礼必知 然后其智能可见 解在乎圣书之说 周公 可未能听矣 其还公之见小臣纪 未文侯之见 田子方也 皆可未能理事矣 有十览第六章 有十览悟本 常侍观上古迹 三王之所 其名无不容者 其是无不安者 公大也 诗云 有暗七七 星云齐齐 遇我公田 遂已及我私 三王之所 皆能以公 及其私矣 俗主之所 其遇名时 也与三王之所同 而其名无不如者 其是无不为者 无公固也 皆换其身 不贵于国也 而不换其主之 不贵于天下也 皆换其家之 不富也 而不换其国之 不大也 此所以 欲容而欲辱 欲安而亦威 安危荣辱之 本在于主 主之本在于宗庙 宗庙之本在于民 民之之乱 在于有私 一约 父自道 何其救 即以言本无意 则动足有喜 今处官则慌乱 临财则贪等 列尽则持剑 将重则罢切 以此厚望于主 岂不难哉 今有人于此 修身快计则可耻 临财物资尽则未己 若此而负者 非到则无所取 故荣父非自至也 原公罚也 经公罚 盛博而所望后 无也 无公罚而求荣父 乍也 乍无之道 君子不由 人之义多曰 尚用我则国 必无患 用己者 未必是也 而莫若其身自贤 而己有有患 用己于国 恶得无患乎 己 所治也 是其所治 而夺乎其所不治 悖 未得治国 治官可也 若福内侍侵 外交友 必可得也 苟侍侵未孝 交友未赌 是所未得 恶能善之以 故论人 无以其所未得 而用其所以得 可以知其所未得以 古之士君者 必先福 能然后任 必反情然后受 主虽过语 臣不徒取 大雅约 上帝凌辱 无二心 以言忠臣之行也 解在正君之问 北瞻之意也 薄宜应为 四君已无重税 此二世者 皆尽之本已 有十览 第七章 有十览 欲大 西顺欲其 古今而不成 祭祖以成帝 予欲帝而不成 祭祖以正书 俗以 汤玉既宇而不成 祭祖以福四荒以 五王玉 吉汤而不成 祭祖以王道以 五伯玉既三王而不成 祭祖以为诸侯长以 孔秋 穆迪欲行大道于事而不成 祭祖以成显明以 福大义之不成 既有成以以 夏树约 天子之德广运 乃神 乃武乃文 故在世 世在大 地大则有长祥 不庭 其母 群邸 天窄 不周 山大则有虎豹 雄西区 水大则有 蛟龙圆陀尾 山树约 武士之庙 可以观怪 万夫之常 可以生谋 空中之无则悲也 井中之无大雨也 心灵之无常目也 凡谋物之成也 必有广大众多长久 信也 祭祖约 燕雀征善处于义无之下 子母相补也 须须烟相乐也 自以为安逸 造突厥 则火上坟冻 燕雀颜色不变 是何也 乃不知或之将即即也 为人臣能免于燕雀之志者寡矣 夫为人臣者 尽其绝路富贵 父子兄弟相与彼周于义国 须须烟相乐也 以为其设计 其味造突进也 而终不知也 其与燕雀之志不亦矣 故曰 天下大乱 无有安国 一国禁乱 无有安家 一家皆乱 无有安身 此之未也 故小之定也必是大 大之安也必是小 小大贵贱 交相卫士 然后皆得其乐 定见小在于贵大 谢在乎 不一说为四君以王术 杜贺说周遭文君以安天下 及匡张之男惠子以王其王也 孝行懒第一章 孝行懒孝行 凡为天下 治国家 必物本而厚末 所谓本者 非耕云种植之位 物其人也 物其人 非贫而富之 寡而重之 物其本也 物本莫贵于孝 人主孝 则明张荣 下福听 天下遇 人臣孝 则是君中 处关联 临难死 世民孝 则耕云集 守战固 不罢北 夫孝 三皇五帝之本物 而万事之济也 福之一数 而百善至 百携去 天下从者 其为孝也 孤论人 必先以所亲 而后己所书 必先以所重 而后己所轻 仅有人于此 兴于亲众 而不减慢于轻书 则是独仅孝道 先王之所以 至天下也 故爱其亲 不敢恶人 敬其亲 不敢慢人 爱敬敬于世亲 光要家于百姓 就于四海 此天子之孝也 曾子曰 身者 父母之遗体也 行父母之遗体 敢不敬乎 居处不装 非孝也 弑君不忠 非孝也 立官不敬 非孝也 藤又不赌 非孝也 战辰无勇 非孝也 无行不遂 栽己呼亲 敢不敬乎 商书曰 行三百 罪莫重于不孝 曾子曰 先王之所以 至天下者武 贵德 贵贵 贵老 敬长 慈幼 此武者 先王之所以 定天下也 所谓贵德 为其敬于圣也 所谓贵贵 为其敬于君也 所谓贵老 为其敬于亲也 所谓敬长 为其敬于胸也 所谓慈幼 为其敬于地也 曾子曰 父母生之 子福敢杀 父母致之 子福敢废 父母权之 子福敢雀 故周而不由 道而不敬 能权之体 以守宗庙 可谓笑意 杨有五道 修功士 安床子 解饮食 养体之道也 树五色 诗五彩 列文章 养目之道也 正六绿 何五声 杂八音 养耳之道也 孰五谷 烹六畜 何尖调 养口之道也 何颜色 说言语 静静退 养智之道也 此武者 待尽而厚用之 可谓善养矣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 抽而数月不出 有有忧色 门人问之曰 夫子下堂而伤足 抽而数月不出 有有忧色 敢问其故 乐正子春曰 善呼而问之 无闻之增子 曾子闻之重拟 父母权而生之 子权而归之 不亏其身 不损其行 可谓孝矣 君子无行止步而望之 欲望孝道 事已忧 故曰 身者非其私有也 言亲之一公也 民之本教曰孝 其行孝曰养 养可能也 静未难 静可能也 安未难 安可能也 足未难 父母寂末 静行其身 无疑父母恶名 可谓能忠以 人者仁慈者也 离者屡慈者也 义者依慈者也 信者信慈者也 强者强慈者也 乐自顺此生也 行自逆此作也 孝行揽第二章 孝行揽本位 求知其本 精寻必得 求知其末 劳尔武功 功名之力 由氏之本也 得贤之化也 非贤其俗之乎 是化 顾曰其本在得贤 有身是女子采丧 得婴儿于空丧之中 献之其君 其君令夫人养之 查其所以然 曰 其母居衣水之上 运梦有神告之曰 就出水而东走 无故明日 事就出水 告其林 东走十里 而顾其意尽未水 身因化为空丧 顾命之曰 依隐 此依隐生空丧之故也 常儿贤 汤文依隐 使人请之有身事 有身事不可 依隐意欲归汤 汤于是情 取父未婚 有身事喜 以依隐未应送女 顾贤主之求 有道之事 无不移也 有道之事求贤主 无不行也 相得然后乐 不谋而亲 不约而信 相为担至竭力 范微辛苦 至欢乐之 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顾不多 是有孤儿自恃 人主有愤而好读者 则明好必费息 社稷必微淡 故皇帝立四面 遥顺德博扬 蓄而然后成 凡贤人之德 有已知之也 博雅古秦 忠子七听之 方古秦而志在泰山 忠子七曰 善哉护古秦 微微忽若泰山 少选之间 而志在流水 忠子七又曰 善哉护古秦 伤伤忽若流水 忠子七死 薄牙破秦绝贤 终身不负古秦 以为世无族 富为古秦者 非独秦若此也 贤者亦然 虽有贤者 而无礼已皆知 贤兮犹尽忠 犹豫之不善 既不自千里也 汤得一饮 福之于妙 决以灌火 信以西家 明日 涉朝而献之 说汤以智位 汤曰 可对而畏乎 对曰 君之国小 不足以拒之 为天子 然后可拒 福三群之虫 水居者兴 肉绝者骚 草食者山 臭恶尤美 皆有所以 凡味之本 水醉味事 五味三采 九费九变 火味之计 时及时徐 灭兴去骚除山 必以其胜 无事其礼 调和之事 必以甘酸苦心咸 先后多少 其其甚微 皆有自其 顶中之变 精妙微先 口福能言 至日不能欲 若涉欲之威 阴阳之化 似食之术 故久而不必 熟而不烂 肝而不浓 酸而不酷 咸而不减 心而不裂 淡而不薄 肥而不月侯 肉之美者 星星之醇 欢欢之志 眷艳之翠 树荡之踏 毛巷之曰 流沙之息 丹山之南 有凤之丸 卧民所逝 鱼之美者 洞庭之砖 东海之耳 离水之鱼 明曰朱鳖 六族 有朱百笔 灌水之鱼 明曰窑 其壮若里 而有意 长从西海夜飞 由于东海 菜之美者 昆仑之平 寿木之华 紫固之东 中荣之国 有赤木 玄木 之夜焰 于茂之南 南极之雅 有菜 其名曰家树 其色弱壁 杨华之曰 带军至 九憨 反斗而击之 一成 脑图的 武者 操兵以斗 禁杀其从者 因以带军之车 迎其漆 其七摇文之状 摩基以字次 故诏事至今 有刺激之正于 反斗之号 此三军者 其有所字而得之 不被尊礼 然而后世称之 有功故也 有功于此而 无其失 虽亡可也 孝行揽 第六章 孝行揽 甚人 功名大利 天也 未事故 因不甚其人不可 夫顺玉瑶 天也 顺耕于立山 逃于河滨 钓于雷泽 天下说之 秀是从之 人也 夫与玉顺 天也 宇舟于天下 以秋贤者 势力前首 水辽春泽之 战至雍色可通者 与敬畏之 人也 夫汤玉瑶 五玉咒 天也 汤五修身 积善为义 以忧苦于民 人也 顺之耕于 其贤不孝 与为天子同 其位玉石也 以其土鼠 枯地财 取水利 边蒲尾 劫辅网 手足 瓶之不居 然后免于 洞美之患 其欲时也 登为天子 贤士归之 万民欲之 丈夫女子 阵阵阴阴 无不带说 顺自为时曰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所以渐尽有之也 尽有之 贤非家也 尽无之 贤非损也 时时然也 百里西之 未遇时也 亡国而鲁尽 贩牛于秦 传玉以 五阳之匹 公孙之德 而说之 献诸谋宫 三日 情蜀事焰 谋宫约 买之五阳之匹 而蜀事焰 无乃天下孝乎 公孙之对约 信贤而人之 君之明也 让贤而下之 臣之忠也 君为明君 臣为忠臣 比信贤 境内将服 敌国且位 夫谁辖孝在 谋宫遂用之 谋无不当 举必有功 非家贤也 是百里西虽贤 无得谋宫 必无此名义 金焰之事之 无百里西在 故人主之欲求是者 不可不误博也 孔子穷于尘 菜之间 七日不长时 离更不深 栽与备已 孔子贤歌于事 言回宅菜于外 子路与子共 相语而言曰 夫子竹于鲁 薛迹于味 伐术于诵 穷于尘 菜 杀夫子者无罪 及夫子者不惊 夫子贤歌鼓舞 未尝绝音 盖君子之无所丑 也若此乎 言回吾以对 入以告孔子 孔子促然推秦 溃然而探曰 有语次 小人也 赵 吾语之 子路与子共入 子共曰 如此者可为穷矣 孔子曰 是何言也 君子达于道之为达 穷于道之为穷 今秋也居仁义之道 已遭乱世之患 其所也 何穷之位 古内省而不就于道 临难而不失其德 大寒济智 双雪济详 无事已知松柏之冒也 西桓公德之举 闻公德之曹 岳王德之晦 晋 臣 菜之恶 于秋其幸乎 孔子烈然反色而闲 子路抗然直干而武 此共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 不知德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 穷易乐 达易乐 所乐非穷达也 道德于此 则穷达易也 为寒暑风雨之叙矣 故许由于乎颖阳 而共伯得乎共守 孝行懒第七章 孝行懒愈合 凡玉 何也 时不合 必带何后行 故彼翼之鸟死忽目 彼目之鱼死忽海 孔子周流海内 在甘世主 如其智卫 所见八世余君 为智卫弟子者三千人 达图七十人 七十人者 万成之主得一人 用可谓师 不谓无人 以此由谨置于鲁斯寇 此天子之所以实觉也 诸侯之所以大乱也 乱则语者之多姓也 姓则必不胜其任意 任就不胜 则姓反畏或 其姓大者 其或易大 非或独即即也 故君子不畜姓 不畏苟 必审诸己然后任 仍然厚动 凡能听说者 必答忽论议者也 事主之能 识论议者寡 所欲恶的不苟 凡能听音者 必答于五生 人之能知 五生者寡 所善恶的不苟 可有以 吹赖剑月王者 宇角公 只伤不谬 月王不善 未也因而反善之 说之道 亦有如此者也 人有为人妻者 人告其父母曰 嫁不必生也 一气之物 可外藏之 以备不生 其父母已未然 于是令其女 常外藏 孤中之之 曰 为我父而有外心 不可处 因出之 父之父母 以未未己谋者 以未中 终身善之 亦不知 所以然已 宗庙之灭 天下之师 亦有此矣 故曰 愈何也无常 说 是然也 若人之余色也 无不知说美者 而美者未必欲也 故母母知乎皇帝 皇帝曰 利女得而服望 与女正而服衰 虽恶惜伤 若人之余滋味 无不说干脆 而干脆未必受也 文王誓昌仆租 孔子文而服之 缩恶而食之 三年然后胜之 人有大臭者 其亲戚兄弟妻妾 知识无能与居者 自苦而居海上 海上人有说其臭者 昼夜随之而服能去 说亦有若此者 臣有恶人焉 约敦恰愁迷 雄嗓广言 色如家称 垂眼临鼻 长肘而立 陈侯见而甚说之 外始至其国 内始至其身 楚和诸侯 陈侯并不能往 使敦恰愁迷往泄焉 楚王怪其名 而先献之 可有尽状有恶其 明言有恶状 楚王怒 何大夫而告之 曰 陈侯不知其不可使 是不知也 知而使之 是无也 无解不知 不可不公也 兴师伐臣 三月然后丧 恶族以害人 严族以丧国 而有知足于 陈侯而无上也 至于亡而有不衰 福不疑欲而欲者 则必废 疑欲而不欲者 此国之所以乱 是之所以衰也 天下之民 其苦愁劳悟 从此生 凡举人之本 太上已至 其次已士 其次已公 三者福能 国必残亡 群涅大智 身必死殃 年得至七十 九十有上性 贤胜之后 反而聂民 是以贼其身 岂能独在 孝行懒第八章 孝行懒必己 外物不可避 故龙旁诛 比甘露 姬子狂 恶来死 劫 咒亡 人主莫不欲 其臣之忠 而忠未必信 故五元流忽将 长虹死 藏其血三年 而未必 亲莫不欲 其子之孝 而孝未必爱 故孝己疑 曾子悲 庄子行于山中 羡慕甚美 长大 枝叶圣茂 伐木者 指其旁而扶取 问其故 于无所可用 庄子曰 此以不才德中 其天年矣 出于山 即义 舍故人之家 故人喜 聚酒肉 令树子未杀燕享之 树子请曰 其一燕能明 一燕不能明 请西沙 主人之公曰 杀其不能明者 明日 弟子问于庄子曰 西者山中之木 已不才的中天年 主人之燕已不才死 先生将何以处 庄子孝曰 周将处于财 不财之间 财 不财之间 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忽累 若服道德则不然 无亚无姿 一龙一蛇 与时俱化 而无肯专位 一上以下 以何未量 而浮游乎万物之祖 悟悟而不悟于悟 则虎可得而泪 此神农 皇帝之所法 若服万物之情 人伦之传则不然 成则悔 大则衰 连则错 尊则亏 直则尾 何则离 爱则徽 多智则谋 不肖则欺 虎可得而弊 牛雀居上的大如也 下之邯丹 遇到于偶杀之中 道求其陀中之载 则语之 求其车马 则语之 求其一批 则语之 牛雀出而去 道相未曰 此天下之显人也 今辱之如此 此必肃我于万成之主 万成之主 必国诸我 我必不生 不若相语追而杀之 以灭其境 于是相语屈之 行三十里 急而杀之 此以知故也 孟奔过于何 先其武 传人怒 而以急消其头 故不知其孟奔也 中和 孟奔称目而视传人 发之 目列 并指 周中之人 静阳拨入于何 使传人知其孟奔 俯感直视 舍无先者 又旷于辱之乎 此以不知故也 知与不知 皆不足事 其为何调尽之 由未可避 盖有不便何调者 则何调有不免也 宋环司马有保诸 抵罪出王 王使人问诸之所在 约投之池中 于是劫持而求之 无得于死焉 此言祸福之相及也 咒味不善于伤 而祸充天地 何调何意 张义好宫 门驴为伯 聚居众无不屈 于立渊 木改女 顾小童无不敬 已定其身 不忠其受 内热而死 单报好树 离俗弃尘 不识古识 不依瑞温 深处山林严枯 以权其生 不尽其年 而虎识之 孔子行道而息 马义 识人之驾 也人取其马 子供情网说之 彼此 也人不听 有彼人史事 孔子者曰 情网说之 因为也人曰 子不耕于东海 无不耕于西海 也 无马 何得不四子之和 其也人大说 项尾曰 说一皆如此 其遍也 独如相之人 解马而语之 说如此 其无方也而游行 外物岂可必在 君子之自行也 敬人而不必见敬 爱人而不必见爱 敬爱人者 己也 敬敬爱者 人也 君子必在己者 不必在仁者也 必在己无不欲 以 慎大懒第一章 慎大懒慎大 贤主愈大愈拒 愈强愈恐 凡大者 小邻国也 强者 盛其敌也 盛其敌则多愿 小邻国则多患 多患多愿 国虽强大 恶得不拒 恶得不恐 顾贤主于安思威 于达思穷 于得思丧 周书 若临深渊 若履薄冰 以言慎事也 劫位无道 暴力完贪 天下畅恐而患之 言者不同 纷纷纷纷 其情难得 甘心忍威 灵力诸侯 以及赵民 贤良欲愿 沙比龙逢 以伏群凶 众书敏敏 皆有远至 莫敢直言 其声若惊 大臣同患 福州而叛 劫欲自嫌 经过善非 主道众塞 国人大崩 汤乃替具 由天下之不宁 欲令伊尹 往事旷下 恐其不信 汤游 亲自设伊尹 伊尹奔下三年 反报于伯 约 结迷惑于墨西 毫比晚 言 不须其重 重之不堪 上下相及 民心积怨 皆约 上天扶絮 下命其足 汤为伊尹曰 若告我旷 下尽如师 汤与伊尹蒙 以士必灭下 伊尹又赴往事旷下 听于墨西 墨西言曰 今夕天子梦 西方有日 东方有日 两日相宇斗 西方日盛 东方日不盛 伊尹已告汤 商和汉 汤游发师 以信伊尹之蒙 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 西已尽 未接任而劫走 逐之至大沙 身体离散 为天下路 不可正见 随后悔之 将可奈何 汤丽为天子 下民大说 如得慈亲 朝不亦伪 农不去愁 伤不辩死 亲衣如下 此之未治功 此之未治安 此之未治信 进行伊尹之蒙 不必汉秧 祖伊尹事事享伤 武王圣因 入阴 未下遇 命封皇帝之后 于住 封帝遥之后 于离 封帝顺之后 于臣 下遇 命封下后之后 于起 立成汤之后 于宋 以奉丧林 武王乃恐惧 太息流涕 命周公但 尽阴之以老 而问阴之王故 有问众之所说 民之所欲 阴之以老对曰 欲赴盘庚之正 武王于是赴盘庚之正 发巨桥之诉 赴露台之前 以市民无私 出居旧罪 分财弃责 以朕穷困 封笔干之墓 敬姬子之功 表伤荣之旅 适过者驱 车过者下 三日之内 于谋之士封位诸侯 朱大夫赏以书舍 术士施政去赴 然后于济河 西归鲍鱼庙 乃睡马于华山 睡牛于桃林 马浮复城 牛浮复复 信古其甲兵 藏之府库 终身不复用 此武王之得也 故周明堂外户不必 是天下不藏也 唯不藏 也可以守至葬 武王圣因 得二鲁而问焉 曰 若国有妖乎 一鲁对曰 吾国有妖 骤见兴而天欲血 此无国之妖也 一鲁对曰 此则妖也 虽然 非其大者也 无国之妖 甚大者 子不听父 弟不听兄 君令不行 此妖之大者也 武王必习再败之 此非贵卢也 贵其言也 故一曰 朔朔驴虎尾 终己 赵乡子公敌 圣老人 忠人 使使者来业之 乡子方食团饭 有忧色 左右曰 一朝而两成下 此人之所以喜也 今君有忧色和 乡子曰 江河之大也 不过三日 飘风暴雨 日中不虚雨 今赵氏之德行 无所于机 一朝而两成下 亡其己我乎 孔子闻之曰 赵氏其昌乎 夫忧所以未昌也 而喜所以未亡也 圣非其难者也 持之其难者也 贤主以此持圣 故其福及后世 其 经 无 月皆常圣已 而祖取王 不达乎持圣也 唯有道之主能持圣 孔子之晋 举国门之官 而不肯以立文 莫子为守公 公书颁服 而不肯以兵家 善持圣者 以树强弱 慎大揽第二章 慎大揽全熏 力不可两 忠不可奸 不惧小力则大力不得 不惧小忠则大忠不至 顾小力大力之残也 小忠大忠之贼也 圣人去小取大 西京公王与禁力 攻占于燕陵 京师败 攻王商 临战 司马子反可而求饮 树阳谷操鼠酒而禁之 子反斥曰 自 退 酒也 树阳谷对曰 非酒也 子反曰 集退 雀也 树阳谷又曰 非酒也 子反受而饮之 子反之为人也是酒 干而不能绝于口 以罪 战继罢 公王欲负战而谋 使赵司马子反 子反此以心急 公王驾而往事之 如卧中 闻酒臭而还 曰 今日之战 不股轻伤 所侍者 司马也 而司马又若此 失望 金国之设计 而不须无众也 不股无与负战以 于是罢师去之 斩司马子 凡以畏路 故树阳谷之 敬酒也 非以罪子凡也 其心以忠也 而是足以杀之 故曰小忠 大忠之贼也 西者进献宫 使寻西贾道 予以以罚国 寻西约 请以垂极之臂 与屈产之城 以路于宫 而求贾道焉 必可得也 献宫约 夫垂极之臂 无先君之宝也 屈产之城 寡人之郡也 若受无弊 而不无贾道 将奈何 寻西约 不然 彼若不无贾道 必不无寿也 若受我而贾我道 是有取之内府 而藏之外府也 有取之内造 而住之外造也 君兮换言 献宫许之 乃使寻西 以屈产之城 未亭时 而家以垂极之臂 以贾道 于于而伐国 于公烂于 薄于马 而欲许之 公之其建约 不可徐也 于之与国也 若车之有福也 车依辅 辅亦依车 于国之事事也 先人有言约 纯洁而耻寒 富国之不亡也是于 于之不亡 也亦是国也 若贾之道 则国朝王 而于西从之矣 奈何其贾之道也 于公福听 而甲之道 寻西法国 克制 海返法于 又克制 寻西操臂 千马而报 县功喜悦 必则游士也 马齿一薄长矣 故曰小利 大利之残也 中山之国 有柔咒者 至伯玉公之 而无道也 为助大中 方车二轨 以夷之 柔咒之君将斩案 殷熙以营中 赤张曼之剑月 诗云 唯则定国 我胡则 以德事于智伯 福智伯之为人 也贪而无信 必欲公我而无道也 故为大中 方车二轨 以夷君 君因斩案 殷熙以营中 师必随之 福听 有请 见之 君曰 大国未欢 儿子逆之 不祥 此事之 赤张曼之曰 为人臣不忠贞 罪也 忠贞不用 远生可也 断骨而行 智慧七日而柔咒亡 欲中之心圣也 欲中之心圣则 安柔咒之说塞矣 凡听说 所胜不可不神也 故太上先生 昌国君将五国之兵以攻其 其使处子将 以迎天下之兵于祭上 其王御战 使人赴处子 齿而资之曰 不战 必 尖刀 若累 绝若拢 处子苦之 欲其君之败 于是以天下兵战 战合 积金而阙之 祖北 天下兵成之 处子因以亦成去 莫知其所 不闻其声 达子又帅其渔族 以君于秦州 无以赏 使人请金于其王 其王怒曰 若残数子之类 恶能给若金 宇燕人战 大败 达子死 其王走举 阎人逐北入国 相宇征金于美唐甚多 此贪与小利 已是大利者也 慎大揽 第三章 慎大揽 下贤 有道之事 故交人主 人主之不孝者 亦交有道之事 日以相交 息时相得 若如 莫之义 与其 经之福以 贤主则不然 事虽交之 而己欲礼之 事安的不归之 事所归 天下从之 地 地也者 天下之事也 亡也者 天下之亡也 得道之人 贵为天子而不焦距 富有天下而不逞夸 卑为不依而不脆舍 贫无依食而不忧舍 狠乎其成自由也 绝乎其不宜友谊也 皆乎其必不宜谊也 寻乎其与阴阳化也 误乎其心之间固也 空空乎其不畏巧顾也 迷乎其志气之缘也 昏乎其身而不测也 却乎其节之不必也 就救乎其不肯自视 古乎其修用至律也 假乎其轻俗匪育也 以天为法 以德为行 以道为宗 与无变化而无所终穷 精冲天地而不结 神父宇宙而无望 莫知其始 莫知其中 莫知其门 莫知其端 莫知其远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此之未至贵 是有若此者 五帝福德而有 三王福德而失 去其帝王之色 则尽可得之矣 遥不以地见善犬 北面而问焰 遥 天子也 善犬 不一也 何故理之若此其甚也 善犬得道之事也 得道之人 不可交也 遥论其德行 达智而服弱 故北面而问焰 此之未至公 非至公其 孰能理贤 周公诞 文王之子也 武王之地也 成王之叔父也 所朝于穷相之中 问有之下者 七十人 文王造之而未遂 武王遂之而未成 周公诞报哨主而成之 故曰成王 不为以身下是邪 其还公见小臣记 一日三智福德见 从者曰 万成之主 献不一之事 一日三智而福德见 亦可以止以 还公曰 不然 是奥陆爵者 故倾其主 其主奥霸王者 亦倾其事 纵夫子奥陆爵 无庸敢傲霸王呼 遂献之 不可止 事多举还公之内行 内行虽不修 霸亦可以 成行之此论 而内行修 王游少 子产相正 往剑湖丘子林 与其弟子作弊以年 是以其相于门眼 夫向万成之国 而能遗之 谋至论行 而以心与人相索 其为子产乎 故向正师八年 行三人 杀二人 逃离之锤 于行者 莫知远也 追悼之疑 于道者 莫知举也 为文侯 见断肝木 立卷而不敢惜 反见翟皇 聚于堂而语之言 翟皇不说 文侯曰 断干木官之则不肯 陆之则不受 金女御官则相位 御路则尚清 既受无实 又则无礼 无乃难乎 故贤主之处人也 不肯受使者其礼之 李氏莫高呼劫欲 欲劫则令行矣 文侯可谓好李氏矣 好李氏 故南圣经于连低 东圣其于长城 鲁其侯 献诸天子 天子赏文侯已尚清 圣大揽第四章 圣大揽报更 国虽小 其识族已识天下之贤者 其车族已成天下之贤者 其财族已理天下之贤者 与天下之贤者未徒 此文王之所以亡也 今虽未能亡 其已未安也 不亦亦乎 此诏宣梦之所以免也 周诏文君之所以贤也 孟长君之所以 确精兵也 古之大力功名 与安国免身者 其道无他 其必此之有也 看事不可以交自屈也 西诏宣梦江上之将 建伟丧之下 有恶人卧不能骑者 宣梦指车 为之下时 绝而不知 再燕而后能是 宣梦问之曰 女何为而恶若是 对曰 臣唤于将 归而良绝 修行起而增自取 故之于此 宣梦于府一渠 拜寿而福感时也 问其故 对曰 臣有老母 将已遗之 宣梦曰 私识之 无更于女 乃父赐之府 二数与千百 而遂去之 初两年 近临宫遇杀宣梦 服侍于房中以待之 因发久于宣梦 宣梦之之 终也而出 灵宫令房中之士 脊椎而杀之 一人追及 先及宣梦 知面曰 习 君欲 无请卫君反死 宣梦曰 而名为谁 反走队曰 何以名为 臣伟丧下之恶人也 还斗而死 宣梦遂活 此书之所谓 得机无小者也 宣梦得一世 游活其身 而况得万人乎 故事曰 九九五夫 公侯甘城 几几多事 文王以名 人主胡可以 不误哀世 是其难知 为伯之未可 伯则无所顿矣 张仪 魏氏于子也 江西游于秦 果东周 刻有语之于 昭文君者曰 魏氏人张仪 才是也 江西游于秦 愿君之礼貌之也 昭文君 见而魏之曰 文刻之秦 寡人之国小 不足以留刻 虽犹然 岂必欲在 刻或不欲 请为寡人而易归也 国虽小 秦宇客供之 张仪还走 北面再拜 张仪行 昭文君 宋而滋之 至于秦 刘友坚 惠王说而向之 张仪所得于天下者 无若昭文君 昭 千成也 众国万成也 令秦惠王失之 逢则之惠 魏王常魏欲 韩王魏佑 名号至今不忘 此张仪之力也 孟常君 潜在于靴 惊人公之 淳于昆魏 其始于惊 海返 过于靴 孟常君 令人礼貌 而亲交送之 魏淳于昆曰 惊人公靴 夫子福未忧 文武以赴代义 淳于昆曰 静文命义 知其 必报 王约 何见于京 对于 京甚故 而薛意 不良其力 王约 何谓也 对于 薛不量其力 而为先王立 清庙 经故而攻薛 薛清庙 必微 故约薛不良其力 而精意甚故 其王之颜色 约 细 先君之庙 在焰 即举兵就之 尤氏 薛碎权 颠促之请 作拜之夜 虽得则薄矣 故善说者 臣其事 言其方 见仁之己也 若自在 威恶之中 启用强力在 强力则彼矣 说之不听也 认不读在所说 意在说者 慎大揽 第五章 慎大揽 顺说 善说者若巧是 因人之力 以自为力 因其来而与来 因其往而与往 不设形象 与生与长 而言之与想 与胜与衰 以之所归 力虽多 才虽尽 以至其命 顺风而呼 生不加急也 既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 所因便也 慧昂见宋康王 康王蝶族请看 吉言曰 寡人之所说者 永有力 而无畏仁义者 可将何以叫寡人 慧昂对曰 臣有道于此 使人虽勇 赐之不入 虽有力 积之福中 大王独无一邪 王曰 善 此寡人所欲闻也 慧昂曰 夫赐之不入 积之不忠 此犹如也 臣有道于此 使人 虽有永福感赐 虽有力 不敢激 大王独无一邪 王曰 善 此寡人之所欲之也 慧昂曰 夫不敢赐 不敢激 非无其至也 臣有道于此 使人本无其至也 大王独无一邪 王曰 善 此寡人之所愿也 慧昂曰 福无其至也 未有爱力之心也 臣有道于此 使天下丈夫女子 莫不欢然接遇爱力之 此其贤于永有力也 居四类之上 大王独无一邪 王曰 此寡人之所欲得 慧昂对曰 孔 莫是也 孔秋 莫敌 无地未君 无官未尝 天下丈夫女子 莫不严谨 举种而愿 安立志 金大王 万成之主也 成有其至 则四境之内 皆得其利以 其贤于孔 莫也原以 宋王无以应 慧昂去而出 宋王位左右曰 便以 克之以说服寡人也 宋王 俗主也 而心有可服 因矣 因则贫贱可以胜贵矣 小弱可以至强大矣 田赞一补一 而献京王 京王曰 先生之一 何其恶也 田赞对曰 依又有恶于此者也 京王曰 可得而闻乎 对曰 假恶于此 王曰 何谓也 对曰 冬日则寒 夏日则暑 依无恶乎假者 赞也贫 故依恶也 金大王 万成之主也 富贵无敌 而好一民已假 臣服得也 义者为其一邪 假之士 兵之士也 义人之井 枯人之父 徽人之成锅 行人之父子也 其名又甚不容 义者为其诗写 苟律害人 人亦必律害之 苟律威人 人亦必履威智 其识人 则甚不安 之二者 臣为大王 无取焉 精王 无以应 说虽为大行 田赞可谓能力 其方矣 若服衍息之意 则为之时也 管子得于鲁 鲁树腹而见之 十一人仔而送之其 其欧歌而隐 管子恐鲁之指 而杀吉也 欲速至其 因为义人约 我为辱畅 辱为我何 其所畅事已走 义人不倦 而取道慎速 管子可为能阴矣 义人得其所欲 即义得其所欲 以此数也 适用万成之国 其霸游少 还功责难于王也 慎大揽 第六章 慎大揽不广 智者之举事必因时 时不可必成 其人事则不广 成亦可 不成亦可 以其所能 脱其所不能 若周之与车 北方有寿 明曰绝 蜀前而吐后 屈则劫 走则颠 常为穷穷俱虚 取甘草 以语之 绝有患害也 穷穷俱虚 必复而走 此以其所能 脱其所不能 报书 管仲 赵乎三人相善 欲相语定其国 以公子 鸠未必立 赵乎曰 无三人者 于其国也 辟之若顶之有足 却一焉则不成 且小白则 必不利 不若三人 左公子鸠也 管仲曰 不可 夫国人 恶公子鸠之母 以及公子鸠 公子小白 五母 而国人连之 是未可知 不若另一人 是公子小白 辅有其国 必此二公子也 故令报书 父公子小白 管子 照护居 公子鸠所 公子鸠外物 则故难辟 虽然 管子之律 尽之矣 若是而由不全也 其天邪 人事 则尽之矣 其功领秋 照使孔卿将死士 而救之 与其人战 大败之 其将死 得车二千 得失三万 以为二经 宁月为孔卿 曰 西矣 不如归失以内功之 岳闻之 古善战者 杀随奔赴 雀舍严师 车甲禁于战 辅库禁于藏 此之为内功之 孔卿曰 敌其不失则如何 宁月曰 战而不胜 其罪一 与人出而不与人入 其罪二 与之失而服取 其罪三 民以此三者愿赏 商无以始下 下无以事上 誓之谓 众公之 宁月可谓之 用文武以 用武则以立胜 用文则以得胜 文武尽胜 何敌之不服 尽文公欲和诸侯 旧范曰 不可 天下未知君之义也 公曰 何若 旧范曰 天子必输代之难 出居于政 君兮不纳之 以定大义 且以术曰 文公曰 无其能乎 旧范曰 事若能成 既闻之夜 定武之功 辟土安疆 于此乎在矣 事若不成 补周氏之阙 秦天子之难 成教垂明 于此乎在矣 君其物矣 文公听之 遂于草中之戎 离土之敌 定天子于成州 于是天子赐之南阳之地 遂罢诸侯 举世一且立 以立大功 文公可谓质疑 此旧范之谋也 出王十七年 反国四年而罢 其听皆如旧范者邪 管子 报书所 其桓公举世 其之东比人 有常治苦者 管子死 竖雕 一牙用 国之人常治不苦 不知治苦 足为齐国良公 则己子孙 知大礼 知大礼 虽不知国可也 慎大懒 第七章 慎大懒 贵阴 三代所保末如阴 阴则无敌 与通三江 五湖 绝一阙 沟回路 驻之东海 阴水之利也 顺一喜成意 再喜成都 三喜成国 而瑶寿之禅味 阴人之心也 汤 无以千成治下 伤 阴明之欲也 如秦者立而至 有车也 誓阅者坐而至 有周也 秦 阅 远途也 敬立 安坐而至者 因其谢也 五王使人厚阴 反报 齐周曰 因其乱矣 五王曰 其乱焉制 对于 禅特圣良 五王曰 上位也 幼父王 反报曰 其乱加矣 五王曰 焉制 对于 贤者出走矣 五王曰 上位也 幼王 反报曰 其乱甚矣 五王曰 焉制 对于 百姓不敢斐愿矣 五王曰 戏 拒告太公 太公对于 禅特圣良 命曰路 贤者出走 命曰崩 百姓不敢斐愿 命曰行圣 其乱至矣 不可以嫁矣 故选车三百 虎奔三千 朝要甲子之妻 而咒卫秦 则五王 故知其 无语为敌也 因其所用 何敌之有矣 五王至为水 因始焦力后舟师 五王见之 焦力曰 西伯将何之 无欺我也 五王曰 不子欺 将之因也 焦力曰 妾之 五王曰 将以甲子至阴交 子已是报矣 焦力行 天狱 日夜不休 五王即行不绰 君师皆鉴于 足并请休之 五王曰 五以令焦力 以甲子之妻 报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 是令焦力不信也 焦力不信也 其主必杀之 无即行以 就焦力之死也 五王国以 甲子至阴交 阴以先臣以 至阴 阴战 大克制 此五王之意也 人为人之所欲 己为人之所恶 先臣何意 事令五王不耕而获 五王入阴 闻阴有常者 五王往见之 而问阴之所以亡 阴常者对阴 王欲知之 则请以日中为期 五王与周公诞 明日早要期 则复得也 五王怪之 周公曰 无以知之以 此君子也 取不能其主 又以其恶告亡 不忍谓也 若服妻而不当 言而不信 此因之所以亡也 以此告亡也 夫审天者 查列星而之四时 因也 推力者 是月行而之会说 因也 与之裸国 裸入一出 因也 莫子见京王 锦衣吹声 因也 孔子道 弥子侠 见离夫人 因也 汤 五遭乱世 林苦民 杨其义 承其公 因也 故阴则公 专则捉 阴者无敌 国虽大 民虽重 何意 神大懒 第八章 神大懒 查金 上乎不法 先王之法 非不贤也 为其不可得而法 先王之法 惊乎上士 而来者也 人获益之 人获损之 虎可得而法 虽人服损意 犹若不可得而法 东 下之命 古今之法 言义而典书 故古之命 多不通乎金之言者 金之法 多不合乎 古之法者 殊俗之民 有四于此 其所谓欲同 其所谓欲义 口昏之命不渝 若周车 衣冠滋味 声色之不同 人以自恃 凡以相匪 天下之学者多变 严厉词道 不求其时 物以相毁 以胜未顾 先王之法 虎可得而法 虽可得 犹若不可法 凡先王之法 有要于时也 时不于法拒至 法虽今而至 犹若不可法 故则先王之惩法 而法其所以为法 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 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 而几亿人也 故查几则可以之人 查今则可以之谷 古今亦也 仍与我同耳 有道之事 贵以静之远 以今之谷 以意所见 知所不限 故审堂下之音 而知日月之行 阴阳之变 现萍水之冰 而知天下之寒 于憋之藏野 长亿鸾肉 而知疑惑之味 一顶之调 经人欲习颂 使人先表雍水 雍水报义 经人扶之 寻表而夜舍 逆死者千有余人 君经而坏都舍 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 金水以便而亦多矣 经人尚由寻表而导之 此其所以拜也 今世之主 法先王之法也 有四于此 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 而约此先王之法也 而法之以未至 岂不卑在 故治国无法责乱 守法而伏便责备 备乱不可以持国 事亦时宜 变法一意 辟之若良医 病万变 要亦万变 病变而要不变 向之寿民 今未伤子矣 故凡举世 必寻法以动 变法者因事而化 若此论则无过物矣 夫不敢依法者 众数也 以死守者 有私也 因时变法者 贤主也 事故有天下七十一圣 其法皆不同 非物相反也 实事亦也 故曰良剑 七乎断 不七乎墨邪 两码七乎千里 不七乎济傲 夫成功名者 此先亡之千里也 楚人有射降者 其剑自周中 坠于水 聚起其周 约 是无剑之所从坠 周指 从其所弃者 入水求之 周已行矣 而剑不行 求剑若此 不亦惑乎 以此故法 为其国与此同 是以习矣 而法不喜 以此位置 岂不难在 有过于江上者 见人方引婴儿 而御头之江中 婴儿体 人问其故 曰 此其父善由 其父虽善由 其子其具善由在 此任务 亦必备以 经国之谓正 有四于此 先时揽第一章 先时揽先时 凡国之王也 有道者必先去 古今亦也 帝从于成 成从于民 民从于贤 故贤主得贤者 而民得 民得而成德 成德而帝德 夫帝德 岂必足行其地 人说其民哉 得其药而矣 下太使令中古 出其土法 执而弃之 下节迷惑 暴乱欲慎 太使令中古乃 出奔如商 汤喜儿告诸侯曰 下王无道 暴虐百姓 穷其父兄 恃其功臣 倾其贤良 弃义听禅 众数贤怨 守法之臣 自归于商 因内史相至 见咒之欲乱 迷惑也 于是载其土法 出王之舟 武王大说 以告诸侯曰 商王大乱 沈于九德 辟远姬子 原禁姑与兮 达己魏正 赏罚无方 不用法事 杀三不孤 民大不服 守法之臣 出奔周国 禁太史 徒属禁禁之乱也 禁禁公之交 而无德义也 以其土法归周 周微公献而问焉 曰 天下之国 孰先王 对曰 禁先王 微公问其故 对曰 臣彼再近也 不敢直言 是禁公以天妖 日月星辰之行 多以不当 曰 是何能畏 又是以人事多不义 百姓皆欲怨 曰 是何能伤 又是以邻国不服 贤良不举 曰 是何能害 如是 是不知所以王也 故臣曰 禁先王也 居三年 禁国王 微公又见土鼠而问焉 曰 孰赐志 对曰 中山赐志 微公问其故 对曰 天生民而令有别 有别 人之义也 所亦于秦寿迷路也 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 中山之俗 以昼谓业 以夜继日 男女切矣 故无休息 康乐 歌谣好悲 其主福之恶 此王国之风也 臣故曰中山赐志 居两年 中山国王 威公又见土鼠而问焉 曰 孰赐志 土鼠不对 威公故问焉 对曰 君赐志 威公乃具 秋国之常者 德义士 田义而礼之 德史林 赵田乙为建臣 去科令三十九物 以告土鼠 对曰 其上中军之身乎 曰 陈文之 国之兴也 天夷之贤人 与吉言之事 国之王也 天夷之乱人 与善于之事 威公轰 四 九月不得葬 周乃分位二 故有道者之言也 不可不中也 周鼎卓涛贴 游手无身 识人未焉 害及其身 以言报更也 为不善亦然 白归之中山 中山之王 御留之 白归故辞 乘于而去 又知其 其王御留之事 又辞而去 人问其过 约 知二国者皆将亡 所学有五戒 何谓五戒 约 莫知必则信 尽以 莫知欲则明 尽以 莫知爱则 亲尽以 行者无良 居者无实则 才尽以 不能用人 又不能自用 则公尽以 国有此无者 无姓必亡 中山 其皆当此 若是中山之王 与其王 闻五进而更知 则必不亡矣 其患不闻 虽闻之又不信 然则人主之物 在乎善听而矣矣 扶五戈尔语照 西起而聚君乎记上 未有矣矣 是弃其所以存 而造其所以亡矣 先时揽 第二章 先时揽 观世 天下虽有有道之事 国有少 千里而有一事 彼奸也 累世而有一圣人 记种也 是与圣人之所自来 若此其难也 而智必待之 智惜有智 虽幸而有 未必之也 不知则与无闲同 此智事之所以短 而乱世之所以长也 故王者不四 霸者不六 王国相望 求主相继 得是则无此之患 此周之所封四百余 福国八百余 尽无存者已 虽存皆长亡矣 贤主知其若此也 故日甚一日 以终其事 辟之若登山 登山者 处已高矣 左右士 尚微微 阉山在其上 贤者之所以处 有四于此 身以贤矣 行以高矣 左右士 尚尽贤于己 故周公但曰 不如无者 无不语处 累我者也 与我齐者 无不语处 无亦我折也 为贤者 必予贤于己者处 贤者知可得语处也 离之也 主贤士智 则贤者在上 主不孝示乱 则贤者在下 今周是祭灭 天子祭废 乱末大于无天子 无天子则强者胜弱 重者报寡 以兵相颤 不得休息 而宁尽 今之事当之矣 故欲求有道之事 则于江河之上 山谷之中 辟远悠闲之所 若此则幸于德之矣 太公钓鱼之权 遭咒之事也 故文王得知 文王谦圣也 骤天子也 天子失知 而谦诚得知 知之与不知也 诸众其民 不待知而始 不待理而令 若福有道之事 必理必知 然后其智能可尽也 燕子之尽 献反求父 除夕于徒者 以为君子也 使人问焉 曰 何谓而至此 对约 其人类之 名为岳石傅 燕子曰 喜 拒结左参以赎之 载而与归 至赦 扶辞而入 岳石傅怒 请诀 燕子使人应之曰 应为常得交也 尽免子于患 无于子游为邪也 岳石傅曰 无闻君子 屈乎不己知者 而身乎己知者 无事以请绝也 燕子乃初见之约 向也见客之荣而已 今也见客之志 应闻查识者不留声 观行者不及此 应可以辞而无弃乎 岳石傅曰 夫子礼之 感不敬从 燕子遂以为客 俗人有功则德 德则骄 今燕子功免人于恶矣 而反驱下之 其去俗义原意 此令功之道也 子烈子穷 容貌有积色 刻有言之于 郑子扬者 曰 列玉寇 盖有道之事也 居君之国而穷 君无乃为不好是乎 郑子扬令官夷之 素数十柄 子烈子初见使者 再败而辞 使者去 子烈子入 其期望而俯心 曰 闻为有道者 妻子 皆得意乐 今妻子有积色已 君过而宜先生时 先生又福寿也 其非命也在 子烈子孝而为之曰 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 而以我素也 至也而罪我也 有罪且以人言 此无所以不受也 其族民果作难 杀子羊 受人之养 而不死其难则不义 死其难则死无道也 死无道 逆也 子烈子除不义 去逆也 岂不远哉 且方有饥寒之唤矣 而犹不苟取 先见其话也 先见其话而以动 远乎性命之情也 先时懒第三章 先时懒之间 人之目以赵献之也 以明则语不见 同 其所以未赵 所以未明义 明是未常照 故未常见 明者目无由皆也 无由皆而言现 皇 至亦然 其所以皆智 所以皆不至同 其所能皆 所不能皆亦 智者其所能皆远也 与者其所能皆近也 所能皆近而告之 以远化 稀有相得 无由相得 说者虽公 不能寓矣 容人见报不者而问之曰 何以为之茫茫也 指麻而试之 怒曰 熟之嚷嚷也 可以为之茫茫也 故王国非无志士也 非无贤者也 其主无由皆顾也 无由皆之患 自以为之 至必不皆 今不皆而自以为之 悖 若此则国无以存矣 主无以安矣 知无以皆而自知福至 则不闻亡国 不闻威君 管众有皆 还公网问之曰 众父之疾病矣 何以教寡人 管众曰 其笔人有厌约 居者无载 行者无霾 今尘将有远行 胡刻以问 还公约 愿众父之无让也 管众对约 愿君之远一牙 树刀 长之乌 为公子启方 公约 一牙烹其子 以欠寡人 由上可一邪 管众对约 人之情 非不爱其子也 其子之人 又将何有于君 公约 树刀自公 已尽寡人 由上可一邪 管众对约 人之情 非不爱其身也 其身之人 又将何有于君 公约 常之乌审于死生 能去磕病 由上可一邪 管众对约 死生命也 磕病师也 君不认其命 守其本 而事长之乌 彼将以此 无不畏也 公约 魏公子启方 是寡人 十五年已 其父死而不敢 归哭 由上可一邪 管众对约 人之情 非不爱其父也 其父之人 又将何有于君 公约 诺 管众死 尽竹之 食不甘 功不治 磕病起 朝不送 居三年 公约 众父不亦过乎 孰未众父尽之乎 于是皆父赵而返 明年 公有病 常之乌从中出约 公将以某日轰 一雅 树刀 常之乌向羽作乱 塞宫门 铸高墙 不同人 交以宫令 有一妇人于原入 至宫锁 公约 我遇时 我遇时 妇人曰 无无所得 公又曰 我遇隐 妇人曰 无无所得 公曰 何故 对曰 长之乌从中出约 公将以某日轰 一牙 竖刀 长之乌向羽作乱 塞宫门 筑高墙 不同人 故无所得 魏公子启方 以书设四十下位 公凯焉探替出约 皆呼 圣人之所限 岂不远哉 若死者有之 我将何面目 以献众覆乎 蒙一昧 而绝乎受功 重流出于户 尚盖以阳门之善 三月不葬 此不足听管仲之言也 还公非清难而恶管子也 无由皆献也 无由皆 故却其忠言 而爱其所尊贵也 先识懒 第四章 先识懒 悔过 学身寻则人之 必必不能及已 是何也 不至故也 至义有所不至 所不至 说者虽便 未到虽精 不能献已 故姬子穷于伤 范离流忽将 西秦谋公兴师 以习政 简书建约 不可 陈文之 习国义 以车不过百里 以人不过三十里 皆以齐器之桥 与利之胜 至 是以犯敌能灭 去之能肃 今行数千里 又绝诸侯之地 以习国 臣不知其可也 君旗重途之 谋公不听也 简书送诗于门外 而枯曰 诗乎 见其出 而不限其入也 简书有子曰 申于事 与诗谐行 简书为其子曰 尽若恶诗 必于谣 女死不于南方之案 必于北方之案 未无诗女之意 谋公闻之 使人让简书曰 寡人兴师 为之何如 今哭而送之 是哭无师也 简书对曰 臣不敢哭师也 陈老矣 由子二人 皆与诗行 比其凡也 非彼死则 臣必死矣 是故哭 诗行过周 王孙满要门而窥之 曰 无忽 事师必有词 若无词 吾不复言道矣 夫勤非他 周氏之建国也 过天子之城 以陀甲树兵 左右阶下 以为天子礼 今君福回见 左不逝 而又知超成者 五百成 立则多矣 然而寡理 安得无私 事过周而东 郑家人贤高 西师将西事于周 道与秦师 曰 西 师所从来者 原以 此必习正 据使西师归告 乃较正伯之命 以劳之 曰 寡君 故闻大国之将至久矣 大国不至 寡君与士族 切位大国幽 日无所语焉 唯恐士族 罢必 与求粮匮乏 何其久也 使人臣 犒劳以毙 善以十二牛 秦三帅对曰 寡君之吴时也 使其三臣丙也 蜀也 是也于东边 后境之道 过是 已迷惑陷入大国之地 不敢顾此 再败鸡首受之 三帅乃 聚而谋曰 我行数千里 数决诸侯之地 以习人 为之而人 以先知之矣 此其被弼以成矣 还失去之 当是时也 尽门宫是轰 未葬 先诊言于香公 曰 秦师不可不积也 臣请积之 香公曰 先君轰 师在堂 见秦师利 而因积之 无乃非为人子之道语 先诊曰 不调无丧 不由无哀 誓死无君 而若其孤也 若是而积 可大强 臣请积之 香公不得已而许之 先诊恶 秦师于谣 而积之 大败之 或其三帅以归 谋公闻之 素福妙龄 以说于众约 天不畏秦国 使寡人 不用简书之见 以至于此患 此谋公 非欲败于谣也 至不至也 至不至则不信 言之不信 师之不凡 也从此生 故不至之 为害大矣 先识懒 第五章 先识懒 岳成 大志不行 大气晚成 大阴牺牲 与之绝江水也 民具瓦力 事已成 功以利 未万事利 与之所见者远也 而民莫知之 故民不可与律化局始 而可以乐成功 孔子使用于鲁 鲁人 义宋之曰 弥求而弊 投之无利 弊而弥求 投之无有 用三年 男子行乎屠幼 女子行乎屠左 财务之仪者 民莫知举 大志之用 故难于也 子产使治正 使田有风序 都比有福 民相语宋之曰 我有田仇 而子产赴之 我有衣冠 而子产助之 赎杀子产 无其语之 后三年 民幼宋之曰 我有田仇 而子产执之 我有子弟 而子产慧之 赎产若死 其使谁伺之 使正见 鲁埃当民之 匪子也 而因福遂用 则国必无功矣 子产 孔子必无能矣 非徒不能矣 虽罪失 愚民可矣 今世皆称俭功 哀功未贤 称子产 孔子未能 此二君者 达呼任人矣 舟车之使见矣 三世然后安之 复开善起意在 故听无事智 事智之力矣 人主贤也 未攻中山 乐阳江 以得中山 选反报文侯 有贵功之色 文侯之之 命主书曰 群臣宾客所献书者 操以进之 主书局两妾已进 令将军誓之 输进南宫中山之事也 将军还走 北面在拜曰 中山之举 非臣之力 君之功也 荡此时也 论事待之日 积以 中山之不取也 昔以二妾在 一寸而亡以 文侯贤主也 而犹若此 又旷于中主邪 中主之患 不能误畏 而不可与莫畏 凡举无益之事 弃至是听动作 无非是者 人臣且孰敢 以非是邪一位在 皆一余畏 则无败是矣 此堂 武之所以大力功于下 商 而巨贱之所以 能报其仇也 以小若 皆一余味 而犹若此 又旷于 以强大祸 为乡王 与群臣隐 久憨 王位群臣住 令群臣 皆得志 使其幸而对约 群臣或贤或不孝 贤者得志则可 不孝者得志则不可亡约 皆如西门报之位 仁臣也 施其对约 魏氏之行田也 以百亩 夜夺二百亩 是田厄也 张水在其旁 而西门报福之用 是其余也 之而福也 是不忠也 于云不忠 不可孝也 魏王无以应之 明日 赵石起而问焉 约 张水游可以冠叶填呼 施其对约 可 王约 子何不为寡人为之 施其约 臣恐王之 不能为也 王约 此成能为寡人为之 寡人尽听子已 施其敬诺 言之于王约 臣为之 您必大怨臣 大者死 其次乃戒臣 臣虽死戒 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 王约 诺 使之未业令 施其阴亡未至 业民大怨 欲及时起 时起不敢出而避之 王乃使他人遂未至 谁已行 民大得其力 相与歌之约 业有圣令 十位使功 绝张水 灌叶旁 中古赤鲁 生之道粮 使民之可与不可 则无所用矣 先主忠臣 不能倒于教陋 则明不惯后 时不及事矣 施其非不知话矣 以忠于主矣 未相亡可谓能绝善矣 成能绝善 众虽喧华 而福未辩 功之难立矣 其必由凶凶邪 国之残亡 亦有此矣 故凶凶之中 不可不畏也 忠主 以之凶凶也止善 贤主 以之凶凶也立功 先识懒 第六章 先识懒 查威 使治乱存亡 若高山之予身兮 若白厄之予黑漆 则无所用之 虽予有可以 且治乱存亡 则不然 如可知 如可不知 如可见 如可不见 顾治氏贤者 相予 积心愁虑已求之 由上有管书 菜书之士 与东夷八国 不听之谋 顾治乱存亡 其始若秋毫 查其秋毫 则大悟不过矣 鲁国之法 鲁人为人 臣妾于诸侯 有能赎之者 取其金于府 子贡 赎鲁人于诸侯 来而让 不取其金 孔子曰 赐诗之矣 自今以往 鲁人不熟人矣 取其金则无损于行 不取其金则不负熟人矣 子鹿整逆者 其人败之以牛 子鹿受之 孔子曰 鲁人必整逆者矣 孔子见之以戏 观化原也 处之鲁一约 悲凉 其处女 与无之鞭 异处女 赃于境上 细而伤悲凉之处女 悲凉人 操其伤子 已让无人 无人应之不公 怒杀而去之 无人网抱之 尽图其家 悲凉公怒 约 无人焉赶公无义 举兵反攻之 老弱尽杀之矣 无王一昧闻之怒 使人举兵 亲楚之鞭翼 刻意而后去之 无 楚 以此大龙 无公子光 又率师与楚人 战于姬父 大败楚人 或其率攀子陈 小为子 陈夏孽 又反法颖 得经平王之夫人 已归 十位姬父之战 樊池国 太上之始 其次之中 其次之中 三者不能 国必危 身必穷 孝京语 高而不危 所以长守贵也 满而不义 所以长守负也 富贵不离其身 然后能保其社稷 而何其民人 储不能知也 郑公子归生率士伐宋 宋华元帅 师应之大吉 杨真玉 明日将战 华元沙阳想事 阳真不语音 明日战 树未华元约 昨日之事 子未至 今日之事 我未至 遂屈入于正师 宋是拜祭 华元鲁 夫努鸡差 以你则不发 战 大吉也 享事而望其欲也 将以此拜而未鲁 岂不一再 故凡战必 稀疏偏辈 知彼知己 然后可也 鲁基士与后世斗基 后世借其基 济世未知金句 济世之基不胜 济平子怒 应归后世之功 而亦其宅 后招伯怒 商之与昭公 曰 地于相公之妙也 无者二人而已 其余进武于济世 济世之五道 无上久矣 扶诸必威设计 功怒不审 乃使后招伯将师徒 以公济世 遂入其宫 众孙氏 淑孙氏相遇谋约 吴济世 则吴族也死亡 吴日矣 遂其甲以往 献西北于矣入之 三家未依 后招伯不胜而死 招公聚 遂出奔旗 足于前侯 鲁昭听伤而不变其意 据以鲁国不胜济世 而不知众 疏世之恐 而与济世同换也 是不达乎人心也 不达乎人心 为虽尊 何以于安也 以鲁国恐不胜以济世 旷于三济 同恶故相助 权物若此其过也 非独众 疏世也 鲁国皆恐 鲁国皆恐 则是与异国为敌也 其得志 前侯而足有远 先识懒 第七章 先识懒 去幼 东方之末者 谢子将 西见秦 惠王 惠王问秦之末者 唐姑国 唐姑国恐王之 亲 谢子先于己也 对曰 谢子 东方之便是也 其为人甚险 将奋于 说以取少主也 王因藏怒以待之 谢子至 说王 王福听 谢子不说 遂辞而行 凡听言 以求善也 所言苟善 虽奋于取少主 何损 所言不善 虽不奋于取少主 何意 不以善为之阙 而图以取少主为之辈 惠王师 所以未听矣 用之若是 剑客虽劳 耳目虽弼 由不得所谓也 此使定所以得行其邪也 此使定所以得是鬼以人 罪杀不孤 群臣扰乱 国籍大威也 人之劳也 行一衰 而智一胜 经惠王之劳也 行与智皆衰血 经威王学书于神隐华 朝礼恶智 威王好智 由忠谢左智者 为朝礼为威王曰 国人皆曰 王乃神隐华之弟子也 王不悦 殷书神隐华 忠谢 戏人也 一言而令威王不闻 先王之术 文学之事不得尽 令朝礼得行其思 故戏人之言 不可不察也 且恕怒人主 以为奸人除路 奸路以除 而恶庸雀 岂不难哉 夫及始则远 积水则汉 积主则备 被则无君子已 夫不可及者 其唯先有度 临父有与人临者 有枯无数 其临之父言 无数之不善也 临人俱罚至 临父殷勤而以为心 其人不说语 临者若此其贤也 岂可谓之临栽 此有所诱也 父亲已为心与福情 此不可以 一窟无数之善与不善也 其人有欲得金者 清淡 被依观 往欲金者之所 见人操金 绝而夺之 力薄而束缚之 问曰 人皆在焉 此绝人之今 何故 对礼曰 殊不见人 图见金耳 此真大有所诱也 夫人有所诱者 故以咒未婚 以白未黑 以姚未结 诱之未败 亦大义 亡国之主 其皆甚有所诱邪 故凡人必别诱然后之 别诱则能全其天意 先识懒第八章 先识懒正明 明正则智 明丧则乱 使明丧者 淫说也 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 是不是而非不非 故君子之说也 足以言贤者之实 不孝者之冲而已已 足以欲智之所悖 乱之所由起而已已 足以知物之情 人之所获以生而已已 凡乱者 行明不当也 人主虽不孝 犹若用贤 犹若听善 犹若未可者 其患在乎所谓贤 从不孝也 所谓善 而从邪辟 所谓可 从悖逆也 是行明一冲 而生死亦未也 夫贤不孝 善邪辟 可悖逆 国不乱 身不为惜待也 其敏王是已知说事 而不知所谓是也 故隐闻问其故 而亡无已应 此宫御丹之所以见信 而着齿之所以现任也 任着齿而信宫御丹 岂非已自愁邪 隐闻见其王 其王位隐闻曰 寡人甚好事 隐闻曰 愿闻和谓是 王位有已应 隐闻曰 今有人于此 是亲则孝 是君则中 教有则信 居相则涕 由此四行者可谓是乎 其王曰 此真所谓是以 隐闻曰 王得若人 用以未尘乎 王曰 所愿而不能得也 隐闻曰 使若人于庙朝中 身见五而不斗 王将以未尘乎 王曰 否 大夫见五而不斗 则是如也 汝则寡人服以未尘乙 隐闻曰 虽见五而不斗 未施其四行也 未施其四行者 是未施其 所以未施一矣 未施其 所以未施一 而王已未臣 施其 所以未施一 而王不已未臣 则向之所未施者 乃是乎 王无已应 言文曰 今有人于此 将至齐国 民有非则非之 民无非则非之 民有罪则罚之 民无罪则罚之 而恶民之难至可忽 王曰 不可 隐闻曰 窃官下立之之其也 方若此也 王曰 使寡人置信若是 则民虽不至 寡人服怨也 义者未知然忽 隐闻曰 言之不敢无说 请言其说 王之令曰 杀人者死 伤人者行 民有为王之令 身见武而不敢斗者 是权王之令也 而王曰 见武而不敢斗 是儒也 夫位之儒者 非此之谓也 以未臣 不以未臣者 罪之也 此无罪而 亡罚之也 其亡无已应 论皆若此 故国残身微 走儿之谷 如畏 其敏王 周氏之梦后也 太公之所劳也 还公常以此罢以 管众之辩明 时神也 沈分懒第一章 沈分懒沈分 一曰 凡人主必沈分 然后至可已至 见为邪辟之徒 可已息 恶其科及无自治 夫至身与治国 一礼之数也 今以重地者 工作则持 有所逆其利也 分地则素 无所逆持也 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 则臣有所逆其邪矣 主无所必其类矣 凡未善难 认善意 稀以知之 人与记俱走 则人不胜记矣 居于车上而人记 则记不胜人矣 人主好至人观之事 则是与记俱走也 必多所不及矣 夫人主 亦有居车 无去车 则众善皆 尽力节能矣 产于避贼巧宁之人 无所窜其奸矣 奸穷连之中敦之事 必竟劝诚物矣 人主之车 所以诚物也 查诚物之理 则似即可有 不知诚物而自护士 多其智能 多其教诏 而好自矣 若此则百官动扰 少偿相悦 万邪并起 权威分宜 不可以足 不可以交 此亡国之风也 亡良之所以使马者 约审之以控其配 而司马莫感不尽力 有道之主 其所以是群臣者亦有配 其配合如 证明审分 是智之配矣 故案其实而审其名 以求其情 听其言而查其类 无始放备 夫明多不当其时 而是多不当其用者 故人主不可以不审明分也 不审明分 是恶雍而欲赛也 雍色之刃 不在尘下 在于人主 遥 顺之尘不独义 汤 与之尘不独中 得其数也 解 咒之尘不独笔 忧 与之尘不独笔 施其离也 今有人于此 求牛则名马 求马则名牛 所求必不得已 而因用微怒 有思必匪愿矣 牛马必扰乱矣 百官 众有思也 万物 群牛马也 不正其名 不分其职 而树用刑法 乱莫大焰 夫说以智通 而实以过闷 欲以高闲 而冲以卑下 赞以洁白 而随以余德 任以功法 而除以贪妄 用以勇敢 而因以罢窃 此武者 皆以牛为马 以马为牛 名不正也 顾名不正 则人主 忧劳勤苦 而官之凡乱 悖逆矣 国之王也 明之商也 从此生矣 白之故以黑 求知欲不得者 其此一邪 故智智之物 在于正明 明正则人主 不忧劳已 不忧劳则 不伤其耳目之主 问而不诏 知而不畏 何而不金 成而不楚 知者不行 行者不止 因行而人之 不智于物 无用畏使 清静以功 神通乎路合 德要乎海外 亦观乎无穷 欲留乎无止 此之未定性于大丘 命之约无有 故得道望人 乃大的人也 夫其非道也 知德望之 乃大德之也 夫其非德也 智之不积 敬乃明基也 夫其不明也 大明不小事 假乃理事也 夫其不假也 莫人不能 权乃倍能也 夫其不权也 是故于权乎去能 于假乎去世 于知乎去基 所知者妙矣 若此则能顺其天 意气地由乎 寂莫之予矣 行性地安乎 自然之所以 权乎万物而不载 则被天下 而莫知其所自性 虽不被武者 其好知者誓也 沈芬兰第二章 沈芬兰军首 得道者必敬 敬者无知 知乃无知 可以严君道也 古曰 忠欲不出位之敬 外欲不入位之弊 既敬而又弊 天之用密 有准不以平 有神不以正 天之大敬 既敬而又宁 可以为天下正 身以圣心 心以圣志 智乎深藏 而实莫地窥乎 洪范曰 唯天因至下敏 因之者 所以发之也 故曰 不出于户 而知天下 不亏于友 而知天道 其出迷缘者 其之迷少 故伯闻之人 强识之事 却已 是耳目 深思绿之物 拜以 坚白之茶 无厚之便外 不出者 所以出之也 不畏者 所以畏之也 此之畏 以阳照阳 以阴照阴 东海之急 水之而返 下热之下 化而未寒 故曰天无形 而万物已成 至今无相 而万物已化 大圣无事 而千观尽能 此乃为不教之教 无言之诏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 以其言之荡也 有以知君之祸也 以其言之德也 君也者 以无当为当 以无的为得者也 当语的不在于君 而在于臣 故善为君者无实 其次无事 有时则有不备矣 有时则有不挥矣 不备不挥 此官之所以矣 而邪之所从来矣 今之谓车者 数官然厚成 夫国岂特为车载 众之众能之所持也 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 福亦能应万 无方而出之物者 唯有道者能知 如彼人移宋元王弊 元王号令于国 有乔者皆来解弊 人莫之能解 而说之弟子 请王解之 乃能解其一 不能解其一 且曰 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 故不可解也 问之如彼人 彼人曰 然 故不可解也 我为之而知其 不可解也 今不为儿知其 不可解也 是巧于我 故如说之弟子者 已不解解之也 郑大师文 终日古色而兴 在拜其色前曰 我孝于子 孝于不穷也 故若大师文者 已其受者先知 所以终之也 故思律自心商也 至差自亡也 愤能自殃 岂有处自狂也 故知神逍遥 疏忽而不见其容 至圣便习疑俗 而莫知其所从 离世别群而无不同 君民孤寡 而不可仗拥 此则奸邪之情德 而显卑禅忑 产于巧令之人 无犹入 凡奸邪显卑之人 必有因也 何因在 因主之位 人主好依己位 则守执者设职 而阿主之位已 阿主之位 有过则主 无以则知 则人主日清 而人臣日得 是移动者静 移静者动也 尊之为卑 卑之为尊 从此生矣 此国之所以衰 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 西众坐车 仓邪坐书 后继坐驾 高摇坐行 昆吾坐陶 下滚坐成 此六人者所作荡乙 然而非主道者 故曰坐者忧 阴者平 唯彼君道 得命之情 故任天下而不强 此之未权人 沈芬兰第三章 沈芬兰认恕 防观者 以智未认 以乱未罪 今乱而无则 则乱欲常矣 人诸以好报是能 以好唱自愤 人臣以不争持位 以听从取荣 是君代有思位有思也 是臣得后 随已尽其业 君臣不定 耳虽闻不可以听 目虽见不可以试 心虽之不可以举 事始知也 凡耳之闻也介于静 目之见也介于招 心知之也介于理 君臣一操 则尚知三观者废矣 亡国之主 其耳非不可以闻也 其目非不可以献也 其心非不可以知也 君臣扰乱 上下不分别 虽闻何闻 虽见何见 虽知何知 持诚而因而矣 此语者知所不知也 不知则不知 不知则不信 无辜者不可令之兵 有土之君 能查此言也 则再无有置疑 且伏耳目之巧 故不足事 唯修其术 行其理未可 寒昭黎侯氏 所以词庙之声 其识小 昭黎侯令官更知 官已是始来也 昭黎侯曰 是非相者之始邪 官无以对 命令罪之 从者曰 君王何以知之 君曰 无以其尔也 身不害闻之 曰 何以知其龙 以其尔之聪也 何以知其芒 以其目之明也 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荡也 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 去事无以献则明 去智无以之则功 去三者不认则智 三者认则乱 以此言尔木心智之不足事也 尔木心智 其所以知识甚阙 其所以闻见甚浅 以浅阙伯居天下 安疏俗 至万民 其说故不行 十里之间 尔尔不能闻 围墙之外 尔木不能献 三母之功 尔心不能知 其以东智开吾 南辅多颖 西辅寿迷 北怀丹尔 若知何在 故君忍者 不可不察此言也 治乱安危存亡 祈祷固无二也 故致致弃致 致人妄人 致得不得 无言无私 竟以待识 实质而应 心狭者胜 凡应之礼 清净公诉 而正始足 焉此致计 无畅有何 无仙有随 古之王者 其所谓少 其所因多 因者 君术也 谓者 臣道也 谓则饶矣 因则静矣 因东谓寒 因下谓属 君兮事在 故曰君道 无知无畏 而贤于有知有畏 则得之矣 有私请事于 其还公 还公曰 以告重父 有私又请 公曰 告重父 若是三 习者曰 一则重父 二则重父 一栽未君 还公曰 无畏得重父则难 以得重父之后 何谓其不义也 还公的管子 是由大义 右旷于得道束护 孔子穷乎沉 菜之间 离更不真 七日不常利 昼寝 言回所谜 得而窜之 姬熟 孔子望见言 回绝其赠中 而识之 选间 识熟 叶孔子 而尽识 孔子扬位 不见之 孔子启曰 今者梦见先君 时节而后愧 言回对曰 不可 向者梅诗入赠中 气势不详 回绝而犯之 孔子探曰 所信者穆也 而穆由不可信 所视者心也 而心由不足事 弟子既知 知人固不异矣 固知非难也 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沈芬兰 第四章 沈芬兰 物工 人知亦苟善 虽不知可以未尝 孔李子曰 非狗则不得兔 兔化而狗 则不畏兔 人均而好畏人官 有似于此 其臣必知 人时尽之 君子必择磨之感尽 福自卫人官 自必之经者也 福慧日用 而不藏于窃 雇勇则衰 动则暗 做则卷 衰 暗 卷三者 非君道也 大饶做甲子 潜儒做掳手 荣承做利 西河做战日 上仪做战月 后仪做战岁 胡曹做医 仪役做宫 祝荣做室 仪迪做酒 高原做室 于许做舟 博弈做井 赤济做旧 承雅做驾 寒埃做玉 王兵做扶牛 始皇做徒 乌鹏做医 乌贤做室 此二世观者 圣人之所以致天下也 圣王不能二世观之事 然而使二世观尽其巧 必其能 圣王在上顾也 圣王之所不能也 所以能之也 所不之也 所以知之也 养其神 修其德而化矣 岂必劳行 仇必而目在 是故圣王之德 荣乎若月之始出 急逐路河 而无所穷躯 照乎若日之光 变化万物 而无所不行 神和乎太医 生无所趋 而亦不可障 精通乎鬼神 身微玄妙 而莫见其行 今日难免 百邪自正 而天下皆反其情 前手必乐其志 安喻其性 而莫为不成 故善为君者 今服性命之情 而百官以智矣 前手以亲矣 名号以张矣 管子赋予还功 约 墾田大义 辟土异宿 尽地利之利 臣不若宁宿 请至以为大田 登将辞让 进退贤习 臣不若习鹏 请至以为大行 早入宴出 范君颜色 尽见壁中 不辟死亡 不中贵妇 臣不若东郭衙 请至以为大见臣 平原广城 车不劫轨 事不选种 古之 三君之事 誓死如归 臣不若王子成父 请至以为大司马 绝欲折中 不杀不孤 不吾无罪 臣不若贤张 请至以为大礼 君若欲治国强兵 则武子者足矣 君欲霸王 则宜吾在此 还功曰 善令吾子接任其事 以受令于管子 十年 九和诸侯 一旷天下 皆以无与无子之能也 管子 仁臣也 不认己之不能 而以尽无子之能 旷于人主乎 仁主之能 不能之刻以君民也 则幽鬼于显之言 无不止以 百官有私之事 必利劫之以 五帝三皇之君民也 下故不过必利劫之也 夫君人而知无事其能 勇 力 成 信 则尽之以 凡君也者 处平静 仁德化 以听其要 若此则行性迷雷 而耳目欲惊 百官慎直 而莫感于言 仁是其事 以冲其名 明时相保 知为之道 沈芬芬兰 第五章 沈芬兰 知度 明君者 非便 见万物也 明于人主之所 知也 有数之主者 非以自行之也 知百官之要也 知百官之要 故失省而国之也 明于人主之所 知 故全专而兼职 兼职则说者不来 而情欲以 情者不适 而是实践矣 此未知智智 智智之事 其民不好空言虚辞 不好吟学流说 贤不孝各反其智 兴其情 不雕其诉 蒙厚淳朴 以示其上 若此则公诸于志永俱 可得已故一官 一官则可当其任矣 故有职者安其职 不听其意 无职者则其时 以厌其词 此二者审 则无用之言 不入于昭矣 君服性命之情 却爱恶之心 用虚无畏本 以听有用之言 畏之朝 凡朝野者 相与照礼义也 相与执法则也 尚服性命之情 则礼义之事至矣 法则之用直矣 网辟邪恼之人退矣 贪得伪诈之曹原矣 故至天下之要 存乎除奸 除奸之要 存乎至官 至官之要 存乎至道 至道之要 存乎至性命 故子华子曰 厚而不薄 净守一世 正性是喜 群众不周 而物成义能 尽能继承 似以乃平 唯比天福 不周而周 此神农之所以长 而谣 顺之所以张也 人主自治而愚人 自巧而捉人 若此则于捉者情矣 巧智者照矣 照多则情者欲多矣 情者欲多且无不情也 主虽巧智 谓无不知也 以谓无不知 应无不请 其道故穷 为人主而庶穷于其下 将何以君人呼 穷而不知其穷 其患又将凡以自多 誓之为众赛之主 无存果矣 故有道之主 因而不畏 择而不照 去想去意 竟须以待 不乏之言 不夺之事 督明审时 观始自私 以不知未到 以奈何未始 遥曰若何而未及日月之所着 顺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于曰若何而至清北 化九阳 奇怪之所界 照相子之时 以任登位中谋令 上纪 言于相子曰 忠穷有誓约胆 须己 请见之 相子献而已为中大夫 相国曰 义者君耳而未知目邪 为中大夫若此其见也 非晋国之故 相子曰 无举登也 以耳而目之以 登所举 无又耳而目之 是耳目人 忠无一也 遂不复问 而已为中大夫 相子何未认人 择贤者必立 人主之患 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 用之而与不知者 以知也 绝江者托于传 致缘者托于记 霸王者托于贤 依隐 吕上 管仪吾 百里息 此霸王者之传记也 是父兄与子弟 非书之也 人袍人吊者 与仇人普鲁 非恶之也 持设计立功名之道 不得不然也 由大将之位 公事也 量小大 而至财目矣 资公账 而知人数矣 故小臣 吕上听 而天下之音 周之王也 管仪吾 百里息听 而天下之旗 秦之霸也 其特计远哉 夫城王霸者 故有人 王国者亦有人 劫用阳心 咒用恶来 送用快堂 其用苏秦 而天下之其王 非其人 而欲有功 辟之若下智之日 而欲业之长也 设于止天 而欲发之荡也 顺 与由若困 而旷俗主乎 沈芬兰 第六章 沈芬兰 甚是 师之忽述 求之忽信 以 师之忽视 求之忽国 威 吞舟之鱼 陆处则不胜蝼蚁 全军则不能向使 适等则不能相并 治乱其则 不能象征 故小大 轻重 少多 治乱不可不查 此祸福之门也 凡官代之国 舟车之所通 不用相义笛笛 仿三千里 古之王者 则天下之忠而立国 则国之忠而立功 则公之忠而立妙 天下之地 方千里已为国 所以极致任也 非不能大也 其大不弱小 其多不弱少 重封建 非以私贤也 所以便是权威 所以博弈 义伯利 则无敌 无敌者安 故关于上士 其封建重者 其福长 其明章 神农时期是有天下 与天下同之也 王者之封建也 弥近弥大 弥远弥小 海上有十里之诸侯 以大时小 以众使清 以众使寡 此王者之所以 加以玩也 故曰 以藤 费则劳 以邹 鲁则役 以宋 正则由备日 而迟也 以其处则举 而加刚斩而矣 所用弥大 所欲弥异 汤其无依 武其无奇 贤虽实权 不能成功 汤 武之贤 而游戒知乎是 又况不及汤 武者乎 故以大出小吉 以小出大灭 以众使轻从 以轻使众凶 自此观之 服预定一事 安前守之命 功名 祝乎盘于 名传 祝乎胡健 其事不厌尊 其事不厌多 多时尊士 贤士智之 以欲乱世 网游上手 天下之民 穷以苦矣 民之穷苦迷甚 王者之谜意 凡亡野者 穷苦之旧也 水用舟 路用车 图用准 杀用究 山用磊 因其事也 这另行 畏尊者其教授 威力者其兼职 此处人之道也 故以万成令乎千成义 以千成令乎以家义 以义加乎义人义 常识解此 非遥 顺不能 诸侯不欲沉于人 而不得已 其事不变 则悉以义沉 权轻重 审大小 多见风 所以便其事也 亡野者 事也 亡野者 事无敌也 事有敌则 亡者废矣 有之小之欲于大 少之贤于多者 则之无敌矣 知无敌则四类 贤矣之道 缘矣 古先王之法 立天子不使诸侯遗焉 立诸侯不使大夫遗焉 立世子不使数孽遗焉 一生争 争生乱 事故诸侯是位则天下乱 代夫无等则朝廷乱 妻妾不分则家世乱 事孽无别则宗族乱 慎子曰 金一兔走 百人竹之 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 由未定 由未定 遥且趋利 而旷重人乎 几兔满世 行者不顾 非不欲兔也 分以定矣 分以定 人虽比不争 故至天下吉国 在乎定分而已矣 庄王为宋九月 康王为宋五月 生亡为宋十月 楚三为宋矣而不能亡 非不可亡也 以宋公处 稀时之矣 房公之利也 贤不孝强弱 治乱一也 其简公有 陈曰朱玉秧 鉴于简公曰 陈诚长于载于 之二臣者 甚相增也 臣恐其相公也 相公为故 则微尚矣 愿君之趣一人也 简公曰 非而戏人所能使也 据无几何 陈诚长果 公载于于亭 即简公于庙 简公溃言太西约 于不能用央之言 以至此换也 是其数 无其事 虽毁无听央 也与无悔同 是不知是可是 而是不适也 周鼎卓相 为其理之通也 理通 君道也 沈芬芬兰 第七章 沈芬兰 博二 听群众议治国 国威无日矣 何以知 其然也 老丹贵柔 孔子贵人 莫迪贵连 官隐贵卿 子列子贵须 臣篇贵齐 阳生贵己 孙病贵士 王廖贵先 而良贵后 由金谷所以亦而也 同法令所以亦新也 智者不得巧 愚者不得捉 所以亦众也 勇者不得先 聚者不得后 所以亦利也 故亦则智 亦则乱 亦则安 亦则危 夫能其万不同 愚智公浊 皆尽力节能 如出乎一学者 岂为圣人以乎 无数之智 不教之能 而是强素惯习 不足以成也 沈芬兰 第八章 沈芬兰 执一 天地阴阳不格 而成万物不同 目不识其名 而见白黑之书 而不识其听 而闻清浊之声 王者执一 而未万物正 君必有将 所以亦之也 国必有君 所以亦之也 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亦之也 天子必执一 所以团之也 亦则智 两则乱 金玉黎玛者 使四人 人操一侧 则不可以出于门旅者 不亦也 楚王问魏国 于瞻子 瞻子对曰 何闻魏申 不闻魏国 瞻子 其以国 可无魏在 以为魏国之本 在于魏申 申魏而家魏 家魏而国魏 国魏而天下魏 故曰 以身为家 以家为国 以国为天下 此次者 亦为同本 故圣人之事 广之则己宇宙 穷日月 曰之则无 出乎身者也 此亲不能传于子 忠臣不能入于君 唯有其才者 未尽至 天篇以道书说起 其王应之曰 寡人所有者其国也 愿闻其国之正 田篇对曰 臣之言 无正而可以得正 辟之若临目 无才而可以得才 愿王之自取其国之正也 偏有浅言之也 薄言之 启读其国之正在 变化应来而皆有章 因性任务而漠不一荡 彭族以寿 三代以昌 五帝以昭 神浓以红 吴启卫商文曰 是君国有命以赴 商文曰 何谓也 吴启曰 至四境之内 承训教 便习俗 使君臣有义 父子有序 子与我赎贤 商文曰 吴不若子曰 今日致至为臣 其主安重 今日誓喜辞观 其主安清 子与我赎贤 商文曰 吴不若子曰 是马成列 马与人敌 人在马前 原浮一股 是三君之事 乐死若生 子与我赎贤 商文曰 吴不若子 吴启曰 三者 子皆不无若也 位则在无上 命也夫是君 商文曰 善 子问我 我义问子 事便主少 群臣相宜 前手不定 蜀之子乎 蜀之我乎 吴起默然不对 少选曰 于子 商文曰 是吴所以 加于子之上矣 吴起限其所以长 而不见其所以短 知其所以闲 而不知其所以不孝 故胜于西河 而困于王措 清造大难 深不得死焉 福吴胜于齐 而不胜于月 齐胜于颂 而不胜于焉 故凡能全国完身者 岂为之长短迎处之化邪 沈应揽 第一章 沈应揽 沈应 人主出生应荣 不可不审 凡主有识 言不欲先 人畅我何 人先我随 以其出位之入 以其言位之名 取其时已则其名 则说者不敢妄言 而人主之所知其要义 孔思请行 鲁君曰 天下主亦有寡人也 将焉之 孔思对曰 盖文君子游鸟也 亥则举 鲁君曰 主不孝 而皆已然也 唯不孝 过不孝 而自已为能论天下之主乎 凡鸟之举也 去害从不害 去害从不害 未可知也 去害从害 则鸟何未举矣 孔思之队 鲁君也亦过矣 卫慧王使人 为韩昭侯曰 夫政乃韩氏王之也 愿君之封其后也 此所为存亡 寄绝之意 君若封之则大名 昭侯换之 公子使我约 臣情网对之 公子使我至于魏 献魏王约 大国命毕义封正之后 毕义不敢荡也 毕义为大国所患 西出宫之后 生是魏晋宫 据于同地 大国福连也 而使毕义存亡计绝 毕义不敢荡也 魏王残曰 故非寡人之志也 客请物赋言 事举不义 以行不义也 魏王虽无以应 寒之魏 不义寓意后也 公子使我之便 士族已是非遂过 魏昭王问于田居曰 寡人之在东宫之时 闻先生之意曰 魏圣意 有诸乎 田居对曰 臣之所举也 昭王曰 然则先生胜于 田居对曰 魏有公儿知其圣也 是摇之之顺也 待其公儿后知其顺也 是世人之之圣也 金居未有公 而王问居曰若圣乎 敢问王义其谣挟 赵王无以应 田居之对 赵王故非曰我知圣也尔 问曰先生其圣乎 己因已知圣对赵王 赵王有非其有 田居不查 赵惠王为公孙龙曰 寡人士掩兵十余年 以而不成 兵不可掩护 公孙龙对曰 掩兵之意 兼爱天下之心也 兼爱天下 不可以虚名为也 必有其事 今令 离时入秦 而王搞肃不总 东宫其得成 而王家善至久 秦得帝而王不总 其王帝而王家善 所非兼爱之心也 此言兵之所以不成也 今有人于此 无礼慢义而囚禁 阿党不公而囚令 凡好戍变而囚禁 暴力贪得而囚定 虽皇帝游若困 魏四军 与重税以拒诉 民府安 以告伯夷约 民甚于矣 伏巨处也 将以为民也 其自藏之语在于上西则 伯夷约 不然 其在于民而君服之 其不如在上也 其在于上而民服之 其不如在民 也凡听必反诸己 沈则令无不听矣 国久则故 故则难亡 今于下 因 周无存者 皆不知反诸己也 公子踏向周 身相说之而战 公子踏自之曰 身子说我而战 魏无相也夫 身相曰 相则不孝 虽然 公子年二世而相 见老者而始之战 请问孰病哉 公子踏无以应 战者 不习也 使人战者 严藏也 义者公结而人游战 任不再贵者已 故人虽时有自施者 有无以义公结 自施不足以难 以严藏则可 沈应揽第二章 沈应揽 众言 人主之言 不可不慎 高宗 天子也 即位亮岸 三年不言 清大夫恐惧 缓之 高宗乃言曰 以于一人正四方 于唯恐 言之不类也 自故不言 古之天子 其众言如此 故言无以者 陈王与唐书于宴居 原无业已未归 而受唐书于悦 于以此封女 书于喜 已告周公 周公已请约 天子其封于邪 陈王约 于一人 于戏也 周公对约 陈文之 天子无戏言 天子言 则使书之 恭颂之 誓称之 于是遂封 书于于见 周公但可谓善说矣 义成而令成 王义重言 明爱帝之意 有辅王氏之故 京庄王历三年 不听而好隐 成功假入见 王约 不古觐见者 金子见 何故之对约 臣非敢见也 愿与君王隐也 王约 胡不舍不古以对约 有鸟指于南方之父 三年不动 不飞不鸣 是何鸟也 王舍之曰 有鸟指于南方之父 其三年不动 将以定制一也 其不飞将以长羽一也 其不鸣将以揽民择也 是鸟虽无飞 飞将冲天 虽无鸣 鸣将害人 甲出矣 不古之之矣 明日朝 所进者五人 所退者十人 群臣大说 京国之众向贺也 故十曰 何其九也 必有一也 何其处也 必有余也 其庄王之未邪 成功甲之隐也 先于太宰匹之说也 太宰匹之说 听乎夫差 而无国未须 成功甲之隐 欲乎京王 而京国以罢 其还公于管仲谋法举 谋未发而闻于国 还公怪之曰 与众赴谋法举 谋未发而闻于国 其故何也 管仲曰 国必有圣人也 还公曰 西 日之义者 有直直立而上市者 义者其是邪 乃令父义 无得相待 少请 东国崖志 管仲曰 此必是以乃令兵者 言之而上 分级而立 管仲曰 子邪言法举者 对曰 然 管仲曰 我不言法举 子何故言法举 对曰 陈文君子善谋 小人善意 臣妾亦之也 管仲曰 我不言法举 子何以亦之 对曰 陈文君子有三色 显然喜乐者 中古之色也 丘然清净者 衰迭之色也 浮然充盈 手足金者 兵集之色也 日者 陈望君之在台上也 浮然充盈 手足金者 此兵集之色也 君去而不淫 所言者举也 君举避而止 所当者举也 臣妾 以律诸侯之不服者 其为举呼 臣故言之 凡尔之闻以声也 今不闻其声 而以其容与弊 是东郭牙 不以耳听而闻也 皇宫 管仲虽善逆 福能淫逸 故圣人听于无声 事于无形 张合 田子方 老丹是也 沈应揽 第三章 沈应揽 精誉 圣人相遇不带言 有先严严者也 海上之人 有好轻者 每居海上 从轻游 轻之至者 百数而不止 前后左右近轻也 终日完之而不去 其复告之曰 闻清 皆从女居 取而来 无将完之 明日之海上 而轻无智者已 圣书说 周公淡曰 挺小人众 须言则不闻 及言则人之之 徐言呼 即言呼 周公淡曰 徐言 圣书曰 有事于此 而经言之而不明 勿言之而不成 经言呼 勿言呼 周公淡曰 勿言 顾圣书 能以不言说 而周公淡 能以不言听 此之谓 不言之听 不言之谋 不闻之事 因虽恶周 不能此矣 口昏不言 以经相告 咒虽多心 福能之矣 目视于无形 耳听于无声 伤闻虽重 福能窥矣 同恶同好 智皆有欲 虽为天子 福能离矣 孔子见温伯学子 不言而出 此共曰 夫子之欲 献温伯学子 好矣 今也献之而不言 其故何也 孔子曰 若夫人者 目击而道存矣 不可以容生已故 未献其人而知其志 献其人而心与志皆现 天福同也 圣人之相知 岂待言在 白宫问于孔子曰 人可与微言乎 孔子不应 白宫曰 若以石头水稀弱 孔子曰 莫人能取之 白宫曰 若以水头水稀弱 孔子曰 自 免之何者 一雅长而知之 白宫曰 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 孔子曰 胡畏不可 为之言之谓者 谓可耳 白宫福德也 知谓则不以言矣 言者 谓之赎也 求于者如 征寿者驱 非乐之也 故至言去言 至谓无畏 遣智者之所争责莫以 此白宫之所以死于法事 齐桓公和诸侯 为人厚智 宫朝而于管众谋乏位 退朝而入 为几望建军 下唐再拜 请为君之罪 公曰 无于为无故 子和为请平对曰 妾望君之入也 足高气强 有法国之志也 贱窃而有洞色 乏位也 明日君朝 依管仲而尽之 管仲曰 君舍未乎 公曰 众父安时之 管仲曰 君之依朝也攻 而言也徐 贱臣而有残色 臣氏已知之 君曰 善 众父之外 夫人至内 寡人之中 不畏诸侯孝以 还公之所以 逆者不言也 金管子 乃以容貌阴生 夫人乃以 行不弃至 还公 虽不言 若暗夜 而逐了也 进香公 使人于周曰 必亦寡君寝集 不宜守规曰 三徒未遂 必亦寡君 使下臣 愿介徒 而其福焰 天子许之 朝 李使者是必 可出 常宏为刘康公曰 夫祈福于三徒 而受礼于天子 此柔家之事也 而克武色 带有他事 愿功倍之也 刘康公乃景荣车 足是以待至 晋国史记事先 因令杨子将足十二万 而随之 赦于吉金 习辽软 梁 满事 灭三国眼 此行名不相当 圣人之所查也 常宏则神矣 故言不足以断小事 为之言之谓者可谓 沈应揽 第四章 沈应揽 离位 言者 以御意也 言亦相离 凶也 乱国之俗 甚多流言 而不顾其时 物以相毁 物以相遇 毁于成党 众口熏天 贤不孝不分 以此治国 贤主 犹货之也 又 困乎 不孝者乎 货者之患 不自已为货 故货货之中 有小烟 明明之中 有昭烟 亡国之主 不自已为货 故与结 赵 忧 礼皆也 然有 王者国 无二道义 郑国多项县 以书者 资产令 无献书 邓兮治之 资产令 无智书 邓兮以之 令无穷 则邓兮应 之意 无穷以 是可不可 无便也 可不可 无便 而以赏罚 其罚欲疾 其乱欲疾 此为国之尽也 故便而不当 李泽伟 至而不当 李泽诈 诈伟之民 先王之所诸也 李也者 是非之宗也 为水甚大 正知 妇人有逆者 人得其死者 妇人请熟之 其人求今甚多 以告邓兮 邓兮曰 安智 人必莫之脉矣 得死者换之 以告邓兮 邓兮诱达之曰 安智 此必无所更买矣 夫伤忠臣者 又似于此也 福无功不得民 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 有功得民 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 人主之无度者 无义之死 岂不悲在 笔甘 长虹以此死 姬子 商荣以此穷 周公 赵公以此疑 范离 子须以此留 死生存亡安危 从此生矣 资产之正 邓兮勿难之 与民之有欲者曰 大欲一依 小欲如库 民之献一 如库而学诵者 不可胜数 以非为是 以是为非 是非无度 而可与不可日变 所欲胜因胜 所欲罪因罪 政国大乱 民口幻化 资产幻之 于是杀邓兮而禄之 民心乃福 是非乃定 法律乃行 今世之人 多欲至其国 而莫知诸邓兮之类 此所以欲至而欲乱也 其有世人者 所是有难而服死也 欲故人于徒 故人曰 故不死乎 对曰 然 凡世人 以为利也 死不利 故不死 故人曰 此上可以见人呼 对曰 此以死未故 可以见人呼 适者述传 不死于其君常 大不易也 其辞由不可服 辞之 不足以断世也名义 夫辞者 亦之表也 见其表 而弃其意 被 故故之人 得其意则 舍其言以 听言者 以言观意也 听言而意不可知 其与调言无则 其人有 淳于昆者 以从说魏王 魏王便知 约车时成 将始至今 此而行 由以横说魏王 魏王乃止其行 失从之意 又失衡之事 夫其多能不若寡能 其有便不若无便 周顶着坠而何其指 先王由以献大巧之 不可谓也 沈应揽 沈应揽第五章 沈应揽 淫辞 非此无以相欺 从此则乱 乱此之中又有此焉 心之未也 言不欺心 则尽之矣 凡言者 以欲心也 言心相离 而尚无以参知 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 所行非所言也 言行相鬼 不详莫大焉 空雄之欲 秦 赵相宇 约约约 自今以来 秦之所欲位 赵住之 赵之所欲位 秦住之 居无几何 秦兴兵攻卫 赵欲救之 秦王不说 使人让赵王约 约约 秦之所欲位 赵住之 赵之所欲位 秦住之 今秦欲攻卫 而赵阴欲救之 此非约也 赵王已告平原君 平原君已告公孙龙 公孙龙约 亦可以发使 而让秦王约 赵欲救之 今秦王独不住诏 此非约也 孔川 公孙龙 向语论于平原君所 深而变 至于藏三崖 公孙龙 延藏之三崖 甚变 孔川不应 少选 辞而出 明日 孔川朝 平原君 未孔川约 惜者公孙龙之言 甚变 孔川约 然 机能令藏三崖 虽然难 愿得有问于君 未藏三崖 甚难而实非也 未藏两崖 甚一而实是也 不知君将从一而是者乎 将从难而非者乎 平原君不应 明日 魏公孙龙约 公无余孔川辩 经祝国庄伯令其父誓约 日在天 誓其息如 约正远 誓其时 日荡今 令业者驾 约无马 领捐人取官 尽上 问马尺 语人曰尺十二 语牙三十 人有任臣不亡者 臣亡 庄伯觉知 人者无罪 送有成子者 王滋一 求知徒 见妇人一滋一 原而服赦 欲取其一 曰 今者我王滋一 妇人曰 公遂王滋一 此时无所自卫也 称子曰 子不如肃于我意 西无所王者 仿兹也 金子之一 缠兹也 以单兹当仿兹 子岂不得再 宋王为其向唐阳曰 寡人所杀戮者重矣 而群臣欲不畏 其故何也 唐阳对曰 王之所罪 禁不善者也 罪不善 善者故为不畏 王于群臣之谓也 不若无便其善与不善 而实罪之 若此则群臣谓已 居无几何 宋君杀唐阳 唐阳之对也 不若无对 惠子未为惠王 惠法 惠法已成 以示诸民人 民人皆善之 献之惠王 惠王善之 以示宅俭 宅俭曰 善也 惠王曰 可行邪 宅俭曰 不可 惠王曰 善而不可行 何故 敌俭对曰 今举大目者 前呼于余 后亦应之 此其举举大目者善已 其无正 为之因在 然不若此其一也 夫国义目之大者也 沈应揽 第六章 沈应揽 不屈 查是以为的道则未也 虽然 其应物也 此难穷也 此虽穷 其未或福有未可知 查而以达理名义 则查未福也 查而以示非或于 则查未或也 古者之贵善欲也 以逐报尽邪也 魏惠王魏惠子曰 上士之有国 必贤者也 经寡人 石不落先生 愿得传国 惠子词 王右顾请约 寡人莫有之国 于此者也 而传之贤者 民之贪争之心之矣 玉先生之 以此听寡人也 惠子曰 若王之言 则失不可而听矣 王顾万成之主也 以国与人由上可 今师 不一也 可以有万成之国而辞之 此其只贪争之心 欲慎也 惠王魏惠子曰 古之有国者 必贤者也 夫寿而贤者顺也 是欲惠子之位顺也 夫子而贤者许有也 是惠子欲为许有也 传而贤者谣也 是惠王欲为谣也 谣 顺 许有之作 非独传顺而游此也 他行称此 今无其他 而欲魏遥 顺 许游 故惠王不官而居于眷 其威王己福寿 惠子一一变贯 成于而走 击不出乎魏敬 凡自行不可以姓 魏必成 匡张魏 惠子于魏王之前约 黄明 农夫得而杀之 西固 为其害嫁也 今功行 多者数百成 不者数百人 少者数十成 不者数十人 此无更而实者 其害嫁亦甚矣 惠王曰 惠子师也 难以此与功相应 虽然 请言其至 惠子曰 今之成者 或者操大 诸乎成上 或副本而副乎成下 或操表 多以善希望 若实者 其操表多者也 使功女化而未思 不能制思 使大将化而未慕 不能制慕 使圣人化而未农夫 不能制农夫 施而制农夫者也 功何事彼 施于藤明乎 惠子知智未未本 其智不智 当惠王之时 五十战而二十败 所杀者不可胜数 大将 爱子有秦者也 大树之鱼 为天下孝 得举其会 乃请令周太使 更铸其名 为邯郸三年而福能取 市民罢路 国家空虚 天下之兵四志 众树诽谤 诸侯不遇 谢于窄家 更听其谋 涉及乃存 明保散出 土地似靴 为国从此衰矣 众父 大明也 让国 大使也 说以不听 不信 听而若此 不可谓公义 不公而至 贼天下莫大焉 幸而独听于谓也 以贼天下谓实 以智之谓明 匡张之非 不亦可忽 白归心与惠子相见也 惠子说之以强 百归无以应 惠子出 白归告人约 人有心取负者 负质 一安金阴事美行 数子操交火而聚 心赴约 交火大聚 入于门 门中有脸线 心赴约 再知 江商人之族 此非不便之家事也 然而有大胜者 今惠子之欲我上心 其说我有大胜者 惠子文之约 不然 诗约 凯替君子 民之父母 胎者 大也 替者 长也 君子之德 长且大者 则为民父母 父母之教子也 岂待久灾 何事比我于心腹乎 诗启约 凯替心腹灾 匪于阴雨 匪辟阴臂 是匪者于所非同也 白龟约 惠子之欲我上心 其说我有大胜者 惠子文匪之 因自已畏畏之父母 其非有甚于白龟 亦有大胜者 沈应揽第七章 沈应揽应言 白龟为魏王约 誓秋之鼎已抨击 多计之则但而不可食 少计之则交而不熟 然而誓之欲 燕美 无所可用 惠子之言 有似于此 惠子文之曰 不然 是三君 积而居顶旁 世卫之赠 则莫宜之此 顶以白龟文之曰 无所可用者 义者图加其赠邪 白龟之论自备 其少魏王太甚 以惠子之言 与燕美 无所可用 是魏王以言 无所可用者 魏重父也 是以言 无所用者 魏梅也 白龟为魏王约 世秋之鼎 以抨击 多计之则 但而不可食 少计之则 交而不熟 然而誓之语 燕美 无所可用 惠子之言 有似于此 惠子文之曰 不然 是三君 姬而居顶旁 世卫之赠 则莫宜之此 顶以 白龟文之曰 无所可用者 义者图加其赠邪 白龟之论自备 其少魏王太甚 以惠子之言 与燕美 无所可用 是魏王以言 无所可用者 魏重父也 是以言 无所用者 魏梅也 司马喜南 莫者 是于中山王前 以非公 曰 先生之所数 非公夫 莫者施曰 然曰 金王兴兵 而攻焉 先生将非王乎 莫者施对曰 然则 相国 施公之乎 司马喜曰 然 莫者施曰 今诏兴兵 而攻中山 相国将是之乎 司马喜无以应 路说为周颇曰 公不爱诏 天下必从 周颇曰 故欲天下之从也 天下从则秦立也 路说应之曰 然则 公欲秦之立夫 周颇曰 欲之路说曰 公欲之 则胡不为从矣 为令孟养歌将 坟安逸之地 以与秦王 王喜 令其甲位 孟养求司徒 于魏王 魏王不说 应其甲曰 养 寡 寡人之臣也 寡人宁以 赃位司徒 无用养 愿大王之 更以他人 赵之也 其甲出 欲孟养于庭 曰 公之是何如 其甲曰 公甚 建于公之主 公之主曰 宁用赃位司徒 无用功 孟养入县 魏魏王曰 秦克何言 王曰 求以女 为司徒 孟养曰 王应之为何 王曰 宁以赃 无用养也 孟养太西曰 以以王之 至于秦也 王何以秦之 善臣也 以将 分 安逸令 妇牛书与秦 有乃善牛也 养虽不孝 独不如牛乎 且王令三将军 魏臣 先曰 释养如身 是臣重也 令二 卿尘也 令臣则 养虽 贤固能乎 居三日 魏王 乃听 其甲 凡人 主之 与其 大官也 未有 异也 经 歌国之 资垂 而 应得 大官 且 何地 已 给之 大官 人臣之所欲也 孟仰令 秦得其所欲 秦义令 孟仰得其所欲 则已 常义 尚有何则 魏虽强游 不能则无则 幼况愚弱 魏王之令 呼 孟仰 魏司徒 以弃其 则则 卓也 秦王立地 宜扬令 许婉诞 魏王 魏王将入秦 魏敬魏王曰 以河内 属于梁仲 王曰 梁仲 又曰 梁属于身仲 王曰 身仲 又曰 若是秦求 河内 则王将予之户 王曰 伏于也 魏敬曰 河内 三论之下也 身 三论之上也 秦所其下 而王福听 所其上 而王听之 臣妾不取也 王曰 甚然 乃绰行 秦虽大胜于长平 三年燃后绝 是民眷 梁始 当此时也 两周全 其北存 魏举陶宵魏 地方六百 有之事 事 而入大早 西带于魏敬之说也 福魏可以入而入 其患有将可以入而不入 入与不入之时 不可不熟论也 沈英兰 第八章 沈英兰 俱备 今有意 逢蒙 凡若于此 而无贤 则必不能终也 终非独贤也 而贤为宫中之巨也 福利功名亦有巨 不得其巨 贤虽过汤 武 则劳而无功矣 汤长约于伊宝矣 武王长穷于碧城矣 一饮长巨于刨厨矣 太公长饮于钓鱼矣 贤非衰也 智非鱼矣 皆无其巨也 故凡利功名 虽贤必有其巨然后可成 福子建之担负 孔鲁君之听禅忍 而令己不得行其数也 将此而行 请尽利二人于鲁君 与之巨至于胆负 一利皆朝 密子建令利二人书 利方将书 福子建从庞石彻摇其肘 利书之不善 则福子建为之怒 利甚换之 此而请归 福子建曰 子之书甚不善 子免归以二利归报于君 曰 福子不可畏书 君曰 何故 利对曰 福子使臣书 而时彻摇臣之肘 书恶而有甚怒 利皆孝福子 此臣所以此而去也 鲁君太息 而叹曰 密子以此见寡人之不孝也 寡人之乱子 而令福子不得行其数 必数有之矣 威尔人 寡人己过 遂发所爱 而令之但父 告福子曰 自今以来 但父非寡人之有也 子之有也 有便于胆负者 子爵未之矣 五岁而言其要 福子敬诺 乃得行某术于淡妇 三年 乌玛其短贺一必求 而往官化于淡妇 献业于者 得则舍之 乌玛其问焉 曰 于味的也 金子得而舍之 何也对曰 福子不欲人之取 小于也 所舍者小于也 乌玛其归 告孔子曰 秘子之德 至已 使您安行 若有言行于旁 敢问福子 何以至于此 孔子曰 求长语之言曰 称乎此者行乎彼 秘子必行此数 于淡妇也 夫福子之德 行此数也 鲁君厚德之也 鲁君厚德之者 福子先有其辈也 先有其辈 启聚必在 此鲁君之贤也 三月婴儿 轩勉在前 福之欲也 福月在后 福之恶也 此母之爱欲焉 成也 故成有成乃何于情 经有经乃通于天 乃通于天 水目时之性 皆可动也 又旷于有血气者乎 故凡说 与之之物莫若成 听言哀者 不若见其哭也 听言怒者 不若献其斗也 说与之不成 其动人心不神 离俗懒第一章 离俗懒离俗 是之所不足者 礼义也 所有余者 妄狗也 明知情 贵所不足 见所有余 故不依人臣之行 洁白青莲终绳 欲穷欲荣 虽死 天下欲高之 所不足也 然而以礼义浊霄 神农 皇帝 游游可飞 威毒顺 汤 飞土 药鸟 骨之骏马也 才游游短 故以绳末取木 则公事不成义 顺让其有 食户之农 食户之农曰 圈圈乎厚之为人也 宝利之士也 以顺之德 畏畏之也 于是 胡福福七七 携子 已入于海 去之终身不凡 顺又让其有 北人无则 北人无则曰 以灾厚之为人也 居于全母之中 而游入鱼窑之门 不若是而已 又欲 以其辱行万我 我修至 而自投于苍岭之冤 汤将法解 因变随而谋 变随此曰 非无事也 汤曰 属可替变随曰 无不知也 汤又因 悟光而谋 悟光曰 非无事也 汤曰 属可 悟光曰 无不知也 汤曰 依隐何如 悟光曰 强力忍够 无不知其他也 汤遂与 依隐谋下法解 克之 已让变随 便随此曰 后知罚解也 谋虎我 必以我为贼也 圣洁而让我 必以我为贪也 无声忽乱世 而无道之人 再来够我 无不忍树闻也 乃自投于营水而死 汤又让于悟光曰 智者谋之 无者遂之 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 无子胡不畏之 请向无子 悟光辞曰 费上 非一也 杀免 非人也 人犯其难 我想其力 非连也 无闻之 非其意 不受其力 无道之事 不见其土 况于尊我乎 无不仁 久见也 乃富时 而沈于墓水 固如石户之浓 北人无则 便随 悟光者 其是天下若陆河之外 人之所不能查 其是富贵也 苟可得已 则必不知赖 高节力行 独乐其意 而悟莫之害 不慢于利 不谦于义 而修居着实 为此四事者之皆 若富顺 汤 则包裹富荣 缘不得已而动 因事而为 以爱力为本 以万民为义 辟之若吊者 予有小大 而有一事 予有动静 其 近乡与战 平阿之与子 王己得茅 却而去 不自快 未禄之人曰 王己得茅 刻以归乎 禄之人曰 己亦兵也 茅亦兵也 王兵得兵 何谓不可以归 去行 心由不自快 欲高堂之孤书无孙 当其马前曰 金者战 王己得茅 刻以归乎 树无孙曰 茅非己也 己非茅也 王己得茅 其抗择也在 平阿之与子曰 戏 还反战 驱上及之 遂战而死 树无孙曰 吴文之 君子既人于患 必离其难 急驱而从之 亦死而不返 令此将众 亦必不北矣 令此处人主之旁 亦必死矣矣 今死已而无大功 其任小顾也 任小者 不知大也 今焉之天下之 无凭阿与子 语书无孙也 故人主之 欲得连世者 不可不悟求 其装功之时 有事曰 宾碑锯 梦有状子 百稿之冠 丹记之寻 东部之一 心肃吕 莫见是 从而斥之 唾其面 替然而悟 图梦也 忠夜 作不自快 明日照其有 而告之曰 无少豪勇 年六时 而无所错辱 今夜辱 无将所其行 弃得之则可 不得将死之 每朝与其有 聚力胡渠 三日不得 雀而自没 为此荡物则未也 虽然 其心之不如也 有可以加呼 离俗懒第二章 离俗懒 高义 君子之自行也 动必原义 行必成义 俗虽未知穷 通也 行不成义 动不原义 俗虽未知通 穷也 然则君子之穷通 有意乎俗者也 故当功已受赏 当罪已受罚 赏不当 虽与之必辞 罚成当 虽设之不外 渡知于国必利 长久长久之于主必宜 内反于心 不残然厚动 孔子见其景宫 景宫至领秋已未养 孔子此不受 入位弟子曰 吴文君子 荡公已受禄 今说景宫 景宫未知行 而赐之领秋 其不知秋亦甚已 令弟子去驾 此而行 孔子不一也 官在鲁丝寇 万成难于彼形 三王之左 不显焉 取舍不苟也夫 子莫子 由公上过于月 公上过于莫子之意 月王说之 未公上过约 子之师 狗肯治月 请以固无之地 阴江之谱 书舍三百 以封夫子 公上过往 赋于子莫子 子莫子曰 子之观月王也 能听无言 用无道乎 公上过约 待未能也 莫子曰 不为月王 不知敌之意 虽子亦不知敌之意 若月王听无言 用无道 宅度身而依 量负而食 比于宾蒙 未敢求是 月王不听无言 不用无道 虽全月已于我 无无所用之 月王不听无言 不用无道 而受其国 是以一敌也 一宅和碧月 遂于中国一可 凡人不可不熟论 秦之也人 以小利之故 弟兄相遇 亲戚相忍 今可得其国 恐亏其义而辞之 可未能守行矣 岂与秦之也人 相去亦缘矣 经人与无人将战 经师寡 无师众 经将君子囊约 我与无人战 必败 拜王师 辱王名 窥阳土 忠臣不忍谓也 不负于王而顿 至于交 使人负于王曰 臣请死 王曰 将军之顿也 以其谓立也 今成立 将军何死 紫囊曰 顿者无罪 则后世之位 王将者 皆依不利之名 而孝陈顿 若是泽经国中 为天下脑 遂福建而死 王曰 请成将军之意 乃为之同官三寸 家府至其上 人主之患 存而不知 所以存 亡而不知 所以亡 此存亡之 所以庶之也 以 其之广也 万国之顺也 从此生意 经之卫四十二世 以 常有前夕 白宫之乱 以 常有正乡 周侯之弊 以 而今由卫万成之大国 其时有臣如子囊语 子囊之节 非独立一世之人 臣也 经昭王之时 有誓焉 曰始主 其卫人也 公之无私 王始卫正庭 有杀人者 始主追之 则其父也 骇车而返 立于庭曰 杀人者 徒之父也 以复刑法 不忍 阿有罪 废国法 不可 施法服罪 仁臣之义 也 于是乎服服制 请死于王 王曰 追而不及 岂必服罪在 子父是以 始主辞曰 不思其亲 不可为孝子 是君王法 不可为忠臣 君令设之 上之会也 不敢废法 臣之行也 不去辅至 莫头呼王庭 正法网必死 赴犯法而不忍 王设之而不肯 始主之为人臣也 可为忠且效义 离俗兰第三章 离俗兰 尚德 为天下极国 莫如以德 莫如行义 以德以义 不赏而民劝 不乏而携止 此神农 皇帝之正也 以德以义 则四海之大 江河之水 不能抗义 太华之高 汇姬之险 不能仗义 何卢之教 孙吴之兵 不能荡义 顾骨之王者 德回乎天地 但乎四海 东西南北 即日月之所逐 天父地载 爱恶不赃 虚素以公 小民皆知其之敌 而不知其所以然 此之未顺天 较遍容 改俗 而莫得其所受之 此之未顺情 顾骨之人 身隐而公住 行兮而明张 说通而化愤 力行乎天下 而民不识 岂必以严法厚赏灾 严法厚赏 此衰世之正也 三苗不服 于请公之 顺曰 以德可也 行德三年 而三苗服 孔子文之曰 通乎德之情 则梦门 太行不为贤矣 故曰德之素 几乎已由传命 周明堂 尽在其后 又以献先德后无也 顺其有此乎 其脏武通于周矣 晋献公 为立基远太子 太子身生居取卧 公子众耳居仆 公子宜无居屈 立即为太子曰 往西军梦见江世 太子辞而善于公 立即易之 公将常善 积曰 所由远 请使人常知 常人人死 使狗狗死 故诸太子 太子不肯自恃 约 君非立基 居不安 食不甘 遂已见死 公子已无自去奔粮 公子众耳自仆奔迪 去宅过魏 魏文公无礼言 过五路如其 其还公死 去其之曹 曹贡公是其偏邪 使坦而补迟于 去曹过宋 宋襄公家里言 知正 正文公不敬 北瞻见曰 臣文贤主不穷穷 今敬公子之从者 借贤者也 君不离也 不如杀之 正君不听 去正之经 京城王蔓延 去经之秦 秦谋公入之 禁既定 兴师公正 求北瞻 北瞻为正君曰 不若以臣与之 正君曰 此孤之过也 北瞻曰 沙臣以免国 臣愿之 北瞻入进军 文公将喷之 北瞻据获而呼曰 三君之事 皆听瞻也 自今以来 无有忠于其君 忠于其君者将喷 文公泄焉 罢师 归之于正 且被瞻忠于其君 而君免于进患也 行义于正 而现说于文公也 故意之魏力 博矣 莫者句子梦胜 善经之杨成君 杨成君 令守于国 毁皇以魏福 约约 福和听之 经王轰 群臣公无起 兵于丧所 杨成君语焉 经罪至 杨成君走 经收其国 孟胜约 受人之国 与之有福 金不见福 而力不能尽 不能死 不可其弟子 徐若见孟胜约 死而有意 杨成君 死之可以 无异也 而绝末者于事 不可 孟胜约 不然 无于杨成君也 非师则有也 非有则臣也 不死 自今以来 求严师 必不于莫者已 求贤友 必不于莫者已 求良辰 必不于莫者已 死之所以 行莫者之意 而继其业者也 我将属句子于 宋之田乡子 田乡子贤者也 何患莫者之绝世也 徐若曰 若夫子之言 若请先死已除路 还莫投钱余 孟胜因时二人 传句子于田乡子 孟胜死 弟子死之者百八十 三人已志令于田乡子 欲凡死孟胜于经 田乡子指之曰 孟子已传句子于我已 当听遂凡死之 莫者已为 不听句子不查 严伐厚赏 不足已至此 今世之言至 多以严伐厚赏 此尚事之若刻也 离俗懒第四章 离俗懒用民 凡用民 太上已义 其次已赏罚 其义则不足死 赏罚则不足去救 若是而能用其民者 古今无有 民无常用也 无常不用也 唯得其道未可 何卢之用兵 也不过三万 无企之用兵 也不过五万 万成之国 其为三万五万上多 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 内之则不可以守国 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 不得所以用之 国虽大 事虽变 足无众 何亦 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已 其民不畏用也 用民之论 不可不熟 贱不图断 车不自行 或使之也 辅重卖而得卖 重计而得计 人不怪也 用民亦有重 不审其重 而其民之用 或莫大焰 当与之时 天下万国 至于汤儿三千余国 今无存者已 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 赏罚不充也 汤 五阴下 商之民也 得所以用之也 管 商替阴起 秦之民也 得所以用之也 民之用也有故 得其故 民无所不用 用民有记有刚 一隐其记 万亩皆起 一隐其刚 万亩皆张 为民既刚者何也 欲也恶也 何欲何恶 欲荣立 恶辱害 辱害所以为伐充也 荣立所以为赏实也 赏罚皆有充实 则民无不用矣 何卢士其民于五湖 见接家于间 地流血机不可止 据见士其民于寝宫 民争入水火 死者千余以 聚积金而却知 赏罚有充也 莫也不畏勇者 兴聚者便 勇者以攻 聚者以捉 能与不能也 肃杀之民 自攻其君 而归神农 密须之民 自负其主 而与文王 汤 五非徒 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己之民 能用非己之民 国虽小 族虽少 功名有可立 古兮多有 不一定一事者已 皆能用非其有也 用非其有之心 不可查之本 三代之道无二 以信未管 宋人有取道者 骑马不尽 道而投之溪水 又赴取道 骑马不尽 幼道而投之溪水 如此者三 虽造父之所以威马 不过此矣 不得造父之道 而徒得其威 无以于欲 人主之不孝者 有似于此 不得其道 而徒多其威 威欲多 民欲不用 王国之主 多以多威 使其民意 故威不可无有 而不足专事 辟之若言之余味 凡言之用 有所托也 不适则拜托 而不可施 威亦然 必有所托 然后可行 恶乎托 托于爱力 爱力之心欲 威乃可行 威太甚 则爱力之心息 爱力之心息 而徒及行威 身必就矣 此因 下之所以绝也 君 力士也 次官也 处次官 执力士 不可而不差于此 夫不禁而尽者 其为身见此论邪 离俗揽 第五章 离俗揽 是微 先王之使其民 若欲两马 轻任心结 欲走不得 固执千里 善用其民者亦然 明日夜 其用而不可得 苟得未尚用 明知走之也 若觉积水于千任之息 其谁能荡之 周书曰 明善之则处也 不善则愁也 有愁而重 不若无有 丽王 天子也 有愁而重 故留于智 获及子孙 微照公虎 而绝无厚四 今世之人主 多欲众之 而不知善 此多其愁也 不善则不有 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 有其行不可谓有之 顺不依而有天下 解 天子也 而不得惜 有此生意 有无之论 不可不熟 汤 武通于此论 故功名利 古之君名者 人亦以智之 爱力以安之 忠信以导之 悟除其灾 私之其福 顾民之于上也 若喜之于土也 亦之以方则方 亦之以还则还 若武众之于地也 必应其类 而翻昔于百倍 此武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身以忠矣 而后世化之如神 其人是神也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 问于李克曰 吴之所以亡者何也 李克对约 骤战而骤胜 武侯约 骤战而骤胜 国家之福也 其独以王 何故对约 骤战则民罢 骤胜则主交 以交主使罢民 然而国不亡者 天下少矣 骤则字 字则即物 罢则愿 愿则即律 上下聚集 吴之王有晚 此夫差之所以 自莫于甘粹也 东也既已欲见庄公 进退终绳 左右玄中归 庄公曰 善 以为造父不过也 使之勾摆而少吉焰 言何入见 庄公曰 子欲东也既呼 对约 然 陈欲之 骑马必拜 庄公曰 将何拜 少请 东也之马拜而至 庄公照言和而问之曰 子何以之其拜也 言何对约 夫进退终绳 左右玄中归 造父之欲 无以过言 乡臣欲之 由求骑马 陈氏已知其拜也 古乱国之始其民 不论人之性 不反人之情 凡为教而过不识 术为令而非不从 拒为威而罪不敢 众为任而罚不胜 民进则欲其赏 退则为其罪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 则以为济矣 以为济之 则尚又从而罪之 是以罪赵罪 上下之相仇也 由是其矣 故里凡则不装 夜凡则无功 令科则不听 尽多则不行 结 咒之尽 不可胜数 故民因而身未禄 即也 不能用威势 紫阳即也好言 有过而折功者 恐必死 遂应治狗 而是紫阳 即也 周鼎有妾 曲状甚长 上下接曲 以剑极致败也 离俗懒 第六章 离俗懒 未遇 使民无遇 尚虽咸游不能用 富遇者 其是位天子 也与位于利同 其是有天下 也与无利追之地同 其是位彭祖 也与位商子同 天子至贵也 天下至父也 彭祖至寿也 成无遇则是三者 不足以劝 于利至贱也 无利追之地至贫也 商子至妖也 成无欲 则是三者 不足以尽 会有一欲 则北至大夏 南至北户 西至三威 东至浮墓 不敢乱矣 范白刃 冒流屎 去水火 不敢雀矣 陈悟兴 物更吉庸 更为繁荣 不敢修矣 故人之欲多者 岂可得用亦多 人之欲少者 其得用亦少 无欲者 不可得用也 人之欲虽多 而尚无以令之 人虽得其欲 人由不可用也 令人得欲之道 不可不神矣 善未上者 能令人得欲无穷 故人之 可得用 亦无穷也 满以反蛇 疏俗一席之国 其衣服关带 公事居处 舟车气泻 声色滋味皆宜 其味欲使一也 三王不能急 不能隔而攻城者 顺其天也 解 咒不能离 不能离而国王者 逆其天也 逆而不知其逆也 战于俗也 久战而不去 则弱性 性亦非性 不可不熟 不闻道者 何以去非性在 无以去非性 则欲未偿正矣 欲不正 以至身则妖 以治国则亡 故故知圣王 审顺其天而以行欲 则民无不令矣 公无不利矣 圣王执一 四夷皆智者 其此之位也 执一者 智贵也 智贵者无敌 圣王托于无敌 故民命敌也 群狗相宇居 皆敬无争 投以至姬 则相宇争矣 获折其谷 获绝其今 争术存也 争术存因争 不争之术 存因不争 取争之术 而相宇争 万国无一 凡治国 令其民争行义也 乱国令其民 争畏不义也 强国令其民 争乐用也 弱国令其民 争敬不用也 夫争行亦乐用 予争畏 不亦敬不用 此其未或福也 天不能富 地不能宰 晋文公法远 于是七七日 七日而缘不下 命去之 谋事言曰 缘将下以 施力请代之 公曰 献 国之宝也 得缘施宝 无不畏也 遂取之 明年复法之 于是七必得 缘然后返 缘人闻之 乃下 为人闻之 以文公之信 未至已 乃归文公 故曰 公元得位者 此之未也 文公非不欲得缘也 以不信得缘 不若物得也 必诚信以得之 归之者 非独位也 文公可谓之求欲矣 离俗懒 第七章 离俗懒 贵信 凡人主必信 信而又信 谁人不亲 故周书曰 允哉允哉 以言非信则 百事不满也 故信之 未公大矣 信力则虚言 可以赏矣 虚言可以赏 则路合之内 皆为己福矣 信之所及 尽至之矣 至之而不用 人之有也 至之而用之 己之有也 己有之 则天地之物 必未用矣 人主有限此论者 其王不久矣 人臣有之此论者 可以为王者作矣 天行不信 不能沉睡 地行不信 草木不大 春之得风 风不信 其华不胜 华不胜 则果实不生 下之得蜀 蜀不信 其土不肥 土不肥 则长岁不经 秋之得雨 雨不信 其谷不肩 谷不肩 则武重不成 东之得寒 寒不信 其地不刚 地不刚 则洞鼻不开 天地之大 似实之化 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 又旷乎人事 君臣不信 则百姓诽谤 设计不明 触官不信 则少不畏偿 贵贱相亲 赏罚不信 则民意犯法 不可使令 交友不信 则离散御院 不能相亲 百宫不信 则气泻苦萎 单期染色不真 夫可与谓始 可与谓中 可与尊通 可与悲穷者 其为信乎 信而又信 众习于身 乃通于天 以此之人 则高宇甘露将矣 寒暑四世荡矣 其还公罚鲁 鲁人不敢轻战 去鲁国武师里而封之 鲁请笔官内侯已听 还公许之 曹慧为鲁庄公曰 君宁死而又死乎 其名声而又生乎 庄公曰 何谓也 曹慧曰 听臣之言 国必广大 身必安乐 世生而又生也 不听臣之言 国必灭亡 身必微辱 是死而又死也 庄公曰 请从 于是明日将蒙 庄公与曹慧皆怀见 置于坛上 庄公左拨还公 又抽剑已自成 曰 鲁国去境数百里 今去境五十里 亦无生矣 君其死也 陆于军前 管仲报书禁 曹慧按建当两臂之间约 且二军将改图 无获禁者 庄公曰 风于问则可 不则请死 管仲曰 以帝位君 非以君位的 君其许之 乃遂风于问难 与之蒙 归而欲物语 管仲曰 不可 人特杰君而不蒙 君不知 不可谓至 临难而不能误听 不可谓永 许之而不语 不可谓信 不知不永不信 由此三者 不可以立功名 与之 虽亡的义得信 以四百里之地 献信于天下 君由德也 庄公 求也 曹慧 贼也 信于仇贼 又况于非仇贼者乎 夫酒合之而合 一筐之而听 从此生矣 管仲可谓能因误矣 以辱未荣 以穷未通 虽是乎前 可谓厚德之矣 物故不可全也 离俗懒第八章 离俗懒举难 以全举人固难 物之情也 人商遥以不辞之名 顺以悲负之号 予以贪味之意 汤 无以放逝之谋 五搏以钦夺之事 由此观之 物其可全在 古君子 责人 责以人 自责 责以义 责人 以人 责一族 义族 责的人 自责以义 责难为非 难为非 责行事 故认天地 而有余 不孝者 则不然 责人 责以义 自责 责以人 责人 以义 责难 难责 责 失亲 自责以人 则异味 异味则行狗 故天下之大 而不容也 身取威 国取亡烟 此节 昼 忧 利之行也 持之墓 必有节目 寸之欲 必有侠帝 先王之物 之不可权也 故责物 而贵取亦也 祭孙 是杰公家 孔子 欲于数 则贱外 于是受养 而便说 鲁国以资 孔子曰 龙时忽轻 而游忽轻 吃时忽轻 而游忽浊 鱼时忽浊 而游忽浊 金秋上不及龙 下不若雨 秋其吃血 夫欲立功者 岂得终绳在 旧逆者如 追逃者去 魏文侯帝曰纪成 有曰宅皇 文侯欲向之 而未能觉 以问李克 李克对曰 君欲至相 则问乐腾 与王孙苟端赎贤 文侯曰 善 以王孙苟端未不孝 宅皇尽之 以乐腾未贤 祭成尽之 故向祭成 凡丁于主 言人不可不慎 祭成 地也 宅皇 游也 而游不能知 何游之乐腾 与王孙苟端在 书见者知 亲习者不知 李吾自然 自然而断相过 李克之对 文侯也议过 虽皆过 辟之若 今之与目 今虽柔 游见于目 孟长君问于 白归曰 魏文侯明过 还宫 而宫不及 五伯 何也 白归对曰 文侯 狮子下 有田子方 静短干目 此名之所以 过还宫也 补相曰 乘与皇属可 此宫之所以 不及五伯也 相也者 百官之长也 责者 欲其伯也 今则而不去二人 与用其仇意原矣 且施有 也者 功可也 欺爱 也者 四安也 以私圣功 衰国之正也 然而名号显荣者 三世语之也 宁其欲甘 其还宫 穷困 无以自尽 于是未伤旅 将任车已至其 目宿于锅门之外 还宫交迎客 夜开门 辟任车 绝火甚盛 从者甚重 宁其犯牛居车下 望还宫而悲 鸡牛角 及歌 还宫文之 辅其仆之首曰 亦在 之歌者非常人也 命后车在之 还宫反 至 从者已请 还宫赐之一官 将见之 宁其剑 说还宫已至敬美 明日复见 说还宫已为天下 还宫大说 将认之 群臣争之曰 克 为人也 为之去其不远 君不若使人问之 而顾贤者也 用之未完也 还宫曰 不然 问之 唤其有小恶 以人之小恶 亡人之大美 此人主之所以 是天下之事也已 凡听必有一议 今听而不复问 何其所以也 且人故难权 权而用其常者 当局也 还功得之以 弑君揽 第一章 弑君揽 弑君 凡人之幸 爪牙不足以自守卫 肌肤不足以汉寒蜀 筋骨不足以从力辟害 勇敢不足以却猛进汉 然且犹才万物 至禽兽 拂角虫 寒蜀造师福能害 不为先有其背 而以群聚邪 群之可聚也 相与力之也 力之出于群也 君道力也 故君道力则力出于群 而人贝可挽矣 西太古长吴君矣 其民聚生群畜 知母不知父 无亲亲兄弟夫妻男女之别 无上下长幼之道 无尽退一让之礼 无一府吕代公式触击之便 无弃谢舟车成郭贤祖之辈 此无君之患 故君臣之意 不可不明也 此上世以来 天下亡国多矣 而君道不费者 天下之利也 故费其非君 而立其行君道者 君道何如 立而勿立章 非兵之东 仪 惠之乡 大姐 凌鱼 齐 鹿野 摇山 杨岛 大人之居 多吴君 杨 汉之南 百岳之计 碧凯珠 夫丰 鱼迷之地 妇楼 杨宇 欢都之国 多吴君 堤 枪 胡塘 离水之息 伯人 野人 天则之川 周人 宋龙 突人之乡 多吴君 燕门之北 英损 所致 虚亏之国 饕贴 穷其之地 疏拟之所 丹尔之居 多吴君 此四方之吴君者也 其民迷路禽兽 少者史长 长者未壮 有利者贤 报傲者尊 日夜相残 无时休息 已尽其类 圣人身陷此幻也 故为天下常律 莫如至天子也 为一国常律 莫如至君也 至君非以阿君也 至天子非以阿天子也 至官常非以阿官常也 德衰士乱 然后天子立天下 国君立国 官常立官 此国所以地心地肺也 乱男之所以识作也 故忠臣连世 内之则见其君之过也 外之则死人臣之意也 欲让欲杀赵相子 灭须去眉 自行以便其容 为其人 而亡起于其妻之所 其妻曰 壮貌无似无夫者 其因何累无夫之甚也 又吞探以便其因 其有畏之曰 子之所道 甚难而武功 畏子有志则然以 畏子智则不然 以子之财而所是相子 相子必尽子 子得尽而行所欲 此甚意而功必成 欲让孝而应之曰 是先知报后之也 畏顾君 贼心君以 大乱君臣之意者 无此 实无所畏畏之以 凡无所畏畏辞者 所以名君臣之意 也 非从一也 朱立书是 举敖公 自以为不知 而去居于海上 夏日则是灵欠 冬日则是相立 举敖公有难 朱立书此其有 而亡死之 其有曰 子自以为不知故去 今又亡死之 是知语 不知无一别也 朱立书曰 不然 自以为不知故去 尽死而服 亡死 是果知我也 无将死之 以丑后 是人主之 不知其臣者也 所以 积君忍者之行 而立人主之 结也 行机竭力 忠臣幸于得查 忠臣查 则君 道故矣 世君懒 第二章 世君懒 常立 天下之事也者 屡天下之常立 而故处之 以身弱也 立虽备于今 而不便于后 服位也 安虽长久 而以思其子孙 服行也 自此观之 臣无与之 可丑意众矣 其与伯承子高 周公诞 荣夷也 行虽同 取舍之书 岂不远哉 遥至天下 伯承子高 立位诸侯 遥寿顺 顺寿宇 伯承子高 辞诸侯而更 于往见之 则更在也 于屈就下风 而问曰 遥理天下 无此立位诸侯 今至于我而辞之 故何也 伯承子高 曰 当遥之时 为赏而民劝 为乏而民为 民不知愿 不知说 于于其如赤子 今赏伐甚属 而民争立且不服 得自此衰 立自此坐 后世之乱 自此始 夫子何行乎 无律无浓事 携而忧 遂不顾 夫为诸侯 明显荣 十一乐 祭祀皆得其责 伯承子高 不代问而知之 然而辞为诸侯者 已尽后世之乱也 新宽 见鲁谋公曰 尘而今 而后之 无先君 周公之 不若太公 望丰之之也 西者太公 望丰与迎丘 知主 海祖山 高显 故之地也 是故地日广 子孙弥隆 无先君 周公 风于鲁 无山林 西谷之险 诸侯四面 已达 是故地日霄 子孙弥沙 新宽出 南宫阔如见 宫曰 今者宽也 非周公 其词若是也 南宫阔对曰 宽少者 福时也 君读不闻 成王之定 成州之说乎 其词曰 唯于一人 迎居于成州 唯于一人 有善亦德 而献也 有不善亦德 而诸也 故曰 善者得之 不善者失之 谷之道也 夫贤者 其与其子孙之祖 山林之险 已常畏无道哉 小人哉宽也 今使厌绝 为鸿骨凤凰率 则必不得已 其所求者 瓦之间隙 乌之意味也 与一举则有千里之志 得不胜 亦不大 则不至其交 于弊之民 其谷贤者率 亦有此也 顾望匪子 岂不卑在 荣亦为其如鲁 天大寒而后门 与弟子一人 素于郭外 寒玉慎 为其弟子曰 子与我依 我活也 我与子依 子活也 我国事也 为天下息死 子不孝人也 不足爱也 子与我子之依 弟子曰 夫不孝人也 忧恶能与国事之依在 荣亦太息探约 接乎 道其不计夫 解义与弟子 夜半而死 弟子遂活 微荣亦其能必定一事 择位之时 若服于利人之心 不可以加矣 达胡分人爱之心时也 故能以必死献其意 世君懒第三章 世君懒之分 达世者 达乎死生之分 达乎死生之分 则利害存亡 福能获以 故燕子与崔祝蒙 而不便其意 严灵祭子 无人愿以为王而不 用孙叔敖三位 令饮而不喜 三去令饮而不忧 皆有所达也 有所达则物福能获 经有刺飞者 得宝剑于甘粹 还反射江 至于中流 有两胶夹绕其船 刺飞魏州人曰 此常见两胶绕船 能两活者呼 传人曰 魏之县也 刺飞壤区一把宝剑曰 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 弃剑已全己 于膝碍焰 于是父将刺骄 杀之而父上传 周中之人皆得火 经王闻之 誓之直归 孔子闻之曰 夫善哉 不以腐肉修骨而弃剑者 其此非之未护 于南省 方济湖江 黄龙复周 周中之人 五色无主 于养视天而探约 无寿命于天 竭力以养人 生 性也 死 命也 于何忧于龙焰 龙眠尔低位而视 则与达乎死生之分 利害之精也 凡人物者 阴阳之化也 阴阳者 造乎天而成者也 天故有衰欠肺腑 有圣营奔兮 人亦有困穷驱溃 有充实达碎 此皆天之荣 物理也 而不得不然之术也 古圣人 不以感思伤神 愚然而以待耳 燕子与崔柱蒙 其此曰 不与崔氏 而与公孙侍者 受其不详 燕子免而饮穴 养而呼天曰 不与公孙侍 而与崔氏者 受此不详 崔柱不说 执兵造凶 聚兵勾井 为燕子曰 此便此言 则其国无与子共之 子不辩子言 则今事已 燕子曰 崔子 子独不畏夫失乎 是曰 默默格蕾 言于条梅 凯蒂君子 求福不回 应且可以回而求复乎 此为之矣 崔柱曰 此贤者不可杀也 罢兵而去 燕子受随而成 其仆将持 燕子无良旗仆之首约 安置 无时节 即不必生 徐不必死 路生于山 而命悬于初 金英之命 有所悬矣 燕子可谓知命矣 命也者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 人事智巧 以举措者 不得语焉 顾命也者 旧之未得 去之未失 国事知其若此也 故以异味之绝而安处之 白规问于 邹公子下后起约 剑绳之节 四上之至 三进之事 此天下之豪英 一处于见 而谍闻近事 为常闻剑绳之节 四上之至 愿得而闻之 下后起约 彼人也 燕族已问 白规约 愿公子之无让也 下后起约 以为可谓 故为之 为之 天下福能尽以 以为不可谓 故事之 事之 天下福能实以 白规约 立福能使乎 微福能尽乎 下后起约 生不足以使之 则立何足以使之以 死不足以尽之 则害何足以尽之以 白规无以应 下后起辞而出 凡使贤不孝义 使不孝以赏罚 使贤以义 故贤主之使其下也必义 神赏罚 然后贤不孝尽未用以 世君懒第四章 世君懒赵类 类同相照 弃同则和 生彼则应 故故功而功应 骨脚而脚动 以龙之语 以行逐影 祸福之所自来 众人以为命 焉不知其所由 故国乱非独乱 有必照寇 独乱未必亡也 照寇则无以存矣 凡兵之用也 用于利 用于义 公乱则福 福则公者利 公乱则义 义则公者荣 荣且利 忠主有且位之 有况于贤主获 故割地宝器 割剑悲赐屈服 不足以止功 为智卫足 志则卫利者不公义 卫明者不乏以 凡人之功乏也 非卫利 则故卫明也 明师不得 国虽强大 则无卫公义 兵所自来者久矣 摇战于丹水之谱 以福难瞒 顺却苗民 更以其俗 与公曹卫 屈傲有户 以行其教 三王以上 故皆用兵也 乱则用 智则止 智而公之 不祥莫大焉 乱而浮讨 害民莫长焉 此智乱之话也 文武之所由其也 文者爱之之也 武者恶之表也 爱恶寻意 文武有常 圣人之缘也 辟之若 汉蜀之序 实至而事生之 圣人不能畏实 而能以事事实 事事于实者其功大 事引迟未经史于诵 思成子喊伤之 南家之强 抽于钱而不值 西家之辽 敬其功而不值 事引迟问其故 思成子喊曰曰 南家 工人也 未满者也 吴将喜之 其父曰 吴是未满以时三事矣 今喜之 是宋国之求满者 不知无处也 吴将不识 愿向国之忧 吴不识也 未事故 吴福喜也 西家高 吴公碧 辽之经 吴公也利 故福尽也 是引迟归京 京王是兴兵而恭颂 是引迟鉴于京王曰 宋不可恭也 其主贤 其乡人 贤者能得民 仁者能用人 经国公之 其无功而为天下孝乎 故事送而公正 孔子文之曰 夫修之于庙堂之上 而辙冲乎千里之外者 其思成子喊之谓乎 宋在三大万成之间 子喊之时 无所相亲 边境四义 相平公 原公 景公 以忠其身 其为人且节语 故人节之 为公大义 故名堂茅次薅柱 土阶三等 以见节俭 赵检子将席位 时时莫王堵之 弃以一月 六月而后返 赵检子曰 何其久也 使莫曰 牟利而得害 有福察也 金区博裕卫相 使秋左燕 孔子魏克 子贡使令于军前 慎听 一月 换其群 原籍 换者 贤也 群者 众也 原者 急之时也 换其群原籍者 其左多贤也 赵检子 按兵而不动 反谋者 宜也 宜则从一段誓 从一段誓 则谋不亏 谋不亏则明实 从之 贤主之举也 其必其分将毙 而乃之胜败在 查其礼 而得失荣辱定义 故三代之所贵 无若贤也 世君揽 第五章 世君揽 达玉 凡人三百六十节 九窍五藏六府 姬夫玉其比也 血脉玉其通也 金骨玉其固也 心智玉其和也 精气玉其行也 若此则并无所居 而恶无由生矣 病之流 恶之生矣 精气玉也 故水玉则未污 树玉则未度 草玉则未溃 国亦有玉 主德不通 民欲不达 此国之玉也 国欲处久 则百恶并起 而万灾从至矣 上下之乡人也 由此出矣 顾圣王之贵 豪事与忠臣也 为其敢直言 而绝欲色也 周立王虐民 国人接棒 赵公已告曰 民不堪命以 王室未无监棒者 得则杀志 国莫敢言 道路以目 王喜 以告赵公曰 无能米棒以 邵公曰 是杖之也 非米之也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川庸而溃 拜人必多 夫民游誓也 事故至川者 觉知识道 至民者 宣知识言 事故天子听证 使公卿烈士正见 好学博文献诗 蒙真诗诵 数人传语 尽尘尽规 亲戚补查 而后王真卓言 事已下无一善 尚无过举 金王赛下之口 而岁上之过 孔魏设计忧 王福听也 三年 国人流亡于志 此欲之败也 欲者 不养也 周鼎着蜀 令马吕之 为其不养也 不养者 亡国之俗也 管仲商还公 日目以 还公乐之而指竹 管仲曰 臣补其咒 未补其也 君可以出以 公不说 曰 众父年老矣 寡人与众父 为乐将己之 请业之 管仲曰 君过矣 父后于 位者 薄于德 沈于乐者 反于忧 壮而待则失实 老而解则无名 陈乃今 将为君免之 若和其 沈于九也 管仲可 未能力行矣 凡行之 堕也于乐 今乐而亦斥 行之 坏也于贵 今主欲留而不许 身之行礼 贵乐 福未便 已是其主 此还公之所以 罢也 列经子 高听行乎 其敏王 善一东不一 百搞官 嗓推之旅 特会 昭雨 屈不堂下 为其事者曰 我何若 事者曰 公交且立 列经子高 因不而亏于景 灿然恶丈夫之状也 愧然探约 事者未无听行于其王也 夫何阿哉 有况于所听行乎万成之主 人之恶之意甚矣 而无所敬 其残亡无日矣 孰当可而敬 其为是乎 人皆之说敬之名吉也 而恶事之名吉也 敬之名吉也 敬之名吉也 功大 得其系 事其大 不知类尔 赵简子曰 绝也爱我 夺也不爱我 绝之见我也 必于无人之所 夺之见我也 喜之我于人中 必是我丑 引夺对于 绝也爱君之仇也 而不爱君之过也 夺也爱君之过也 而不爱君之仇也 陈长文相认于师 敦言而吐色者人丑 不知君于人中 恐君之不便也 此简子之贤也 人主贤则人 臣之言客 简子不贤 夺也足不拘 赵地 有况乎在简子之策在 世君懒 第六章 世君懒行论 人主之行与不一意 是不便 时不利 是仇以求存 执民之命 执民之命 重任也 不得以快智为故 故不一行此 止于国 不容相取 遥以天下让顺 滚为诸侯 怒于遥曰 得天之道者为地 得地之道者为三公 仅我得地之道 而不以我为三公 以遥为师论 欲得三公 怒甚猛兽 欲以为乱 笔寿之脚 能以为成 举其尾 能以为经 照之不来 仿阳于也以幻地 顺于事 急之于羽山 复之以无刀 于不敢愿 而反誓之 官为司空 以通水辽 颜色离黑 步步相过 翘起不通 以中地心 西者 骤为无道 杀梅伯而海之 杀鬼猴而俯之 以礼诸侯于庙 文王流涕而滋之 咒恐其叛 欲杀文王而灭周 文王曰 父虽无道 子敢不是父乎 君虽不惠 臣敢不是君乎 赎王而可叛也 咒乃赦之 天下文之 以文王 畏畏上而哀下也 诗曰 唯此文王 小心翼翼 昭示上帝 欲怀多福 其恭颂 燕王使张魁 将燕兵已从燕 其王杀之 燕王闻之 气数行而下 赵有思而告之曰 于兴事而其杀我使 请令举兵已攻其也 使授命已 樊昼觐见 正之曰 贤主故愿未臣 金王妃贤主也 愿此不畏臣 赵王曰 是何也 对曰 松下乱 先君已不安 弃群臣也 王苦痛之而 士其者 利不足也 金魁死而 王公其 是士魁而贤于 先君 主曰 诺 请王指兵 王曰 然则若何 凡咒对曰 请王搞肃 辟设余焦 前使于其 刻而泄焉 曰 此尽寡人之罪也 大王贤主也 岂尽杀诸侯之 使者在 然而焉之 使者毒死 此必义之责人 不谨也 愿得便更请罪 使者行至其 其王方大隐 左右观时 欲者慎重 因令使者进报 使者报言 燕王之慎恐惧 而请罪也 必 幼父之 已今左右观时 因乃发小使 以反令燕王附设 此祭上之所以拜 其国已虚也 七十成 微田丹 故机不凡 敏王以大其交而残 田丹 以吉莫城而立功 十月 将欲毁之 必以重累之 将欲搏之 必高举之 其此之卫乎 累以而不悔 举以而不薄 其唯有道者乎 楚庄王使文 无畏于其 过于宋 不嫌假道 还反 华原言于宋昭公约 往不假道 来不假道 是以宋畏爷比也 楚之惠田也 故边君之仆于梦诛 请诛之 乃沙文 无畏于阳梁之地 庄王方薛媚 文之曰 西 头媚而起 屡及诸亭 剑及诸门 车及之仆书之事 遂涉于交 兴事为宋九月 宋人义子而识之 西谷而窜之 宋公若坦之西 为福告病 曰 大国 大国若有徒之 唯命是听 庄王曰 请以宋公之言 也乃未却四十里 而舍于庐门之河 所以未成而归也 凡事之本在人主 人主之患 在先世而简人 简人则是穷矣 今人臣死而不当 亲率市民已讨其故 可谓不简人矣 宋公府已并告而还施 可谓不穷矣 夫设诸侯于汉阳而引智者 其以意尽退协 强不足以成此也 世君兰第七章 世君兰交字 王国之主 必自交 必自治 必清物 自交则简是 自治则专读 清物则无备 无备照获 专读未为 简是庸色 欲无拥塞必理事 欲为无微必得众 欲无照获必完备 三者 人君之大惊也 尽力功耻吟 好听禅人 欲尽去其大臣 而立其左右 须同魏力功曰 必先杀三系 足大多愿 去大足不负功曰 诺乃是常于绞杀戏抽 戏矣 戏止于朝而臣其事 于是 立功由于将力士 鸾书 忠行眼睫而幽之 诸侯莫之旧 百姓莫之哀 三悦而杀之 人主之患 患在知能害人 而不知害人之不当 而反自己也 是何也 至短也 至短则不知化 不知化者举自威 威武侯谋事而当 嚷必急言于庭约 但夫之律 莫如寡人以 力有奸 再三言 李亏屈禁曰 西者储庄亡谋事而当 有大功 退朝而有忧色 左右曰 王有大功 退朝而有忧色 敢问其说 王曰 众辉有言 不古说之 曰 诸侯之德 能自为取师者 王 能自取有者存 其所则而莫如己者王 今以不古之不消也 群臣之谋 又莫无己也 我其王呼 曰 此霸王之所忧也 而君独伐之 其可呼 武侯曰 善 人主之患也 不在于自少 而在于自多 自多则慈寿 慈寿则圆节 李亏可谓能见其君矣 依称而令武侯一知军人之道 其宣王为大事 大义百亩 堂上三百户 以其之大 拒之三年而未能成 群臣莫敢见王 春居问于宣王曰 荆王是先王之礼乐 而乐未清 敢问荆国未有主乎 王曰 未无主 先臣以千数而莫敢见 敢问荆国未有臣乎 王曰 未无臣 荆王为大事 其大义百亩 堂上三百户 以齐国之大 拒之三年而福能成 群臣莫敢见 敢问王未有臣乎 王曰 魏无臣 春居曰 臣请辟矣 去而出 王曰 春子 春子凡 何见寡人之晚也 寡人请监指之 聚诏长书曰 书之 寡人不孝 而好为大事 春子指寡人 真见不可不孰 莫敢见若 非福欲也 春居之所以欲之与人同 其所以入之 其所以入之与人意 宣王为春居 即为天下孝矣 犹是论之 师国之主 多如宣王 然唤在乎无春居 故忠臣之见者 亦从入之 不可不慎 此得失之本也 赵检子审鸾脚于何 曰 无常好生涩已 而鸾脚治之 无常好功是台谢已 而鸾脚未治 无常好两码善欲已 而鸾脚来之 今无好事六年已 而鸾脚未尝尽一人也 是常无过而处善也 故若检子者 能后以礼督则于其臣已 以礼督则于其臣 责人主可与谓善 而不可与谓妃 可与谓职 而不可与谓妄 此三代之成教 世君兰第八章 世君兰官表 凡论人心 官是传 不可不熟 不可不深 天位高矣 而日月星辰云气与路 未常修矣 地位大矣 而水泉草木茅 与裸林未常西矣 凡居于天地之间 陆河之内者 其物为相安利也 夫为相害威者 不可胜数 人事皆然 事随心 心随欲 于无度者 其心无度 心无度者 则其所谓不可知已 人之心隐匿难陷 冤身难测 故圣人于事致焉 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 先知避神指表 无指表而与先知 遥顺与众人同等 只虽意 表虽难 圣人则不可以飘移 众人则无道之焉 无道志则以为神 以为性 非神非性 其数不得不然 后成子 无起尽之矣 后成子为鲁聘于尽 过位 又载古臣指而伤之 臣乐而不乐 久憨而送之以弊 故反 过而扶此 其仆曰 向者又载古臣之伤 无子也甚欢 今侯谢过而扶此 后成子曰 扶指而伤我 与我欢也 臣乐而不乐 告我忧也 久憨而送我以弊 记之我也 若犹是观之 为其有乱户 被谓三十里 闻宁喜之难作 又载古臣死之 还车而临 三举而归 至 使人迎其妻子 隔宅而异之 分路而拾之 妻子长而返其弊 孔子闻之曰 夫智可以威谋 人可以脱财者 其后成子之未乎 后成子之官 又载古臣也 身以妙矣 不观其事 而观其智 可谓能观人矣 无其智西河之外 王错赠之于 魏武侯 武侯使人赵之 无其智于暗门 指车而修 望西河 弃树行而下 其仆位之曰 妾观公之志 事舍天下 若舍喜 今去西河而弃 何也 无其血气而应之 曰 子浮时也 君臣之我 而使我必能 秦必可亡 而西河可已亡 今君听禅人之意 而不知我 西河之未秦也不久已 为国从此消矣 无其果去未入京 而西河必入秦 魏日已削 秦日已大 此无其之所以 先见而弃也 古之善乡马者 韩风氏乡口齿 马朝乡家 子女利乡目 魏己乡姿 徐彼乡靠 头伐贺乡凶邪 管清乡纯吻 陈碑乡骨脚 秦衙向前 赞君乡后 凡此识人者 皆天下之良公也 其所以乡者不同 剑马之衣之也 而知节之高碑 足之华裔 才之尖脆 能之长短 非独相马然也 仁义有止 是与国皆有止 圣人上之千岁 下之千岁 非义之也 盖有自云也 绿图藩薄 从此生矣 开春论第一章 开春论开春 开春使雷泽者 虫洞议 诗语将则 草木玉以 隐诗居处事则 九窍百截千脉 皆通立以 王者厚其德 鸡重善 而凤凰圣人 皆来治以 贡伯何修其行 好闲人 而海内皆以来 为鸡以 周立之难 天子旷爵 而天下皆来为以 以此言物之相应也 故曰行也成也 善说者亦然 严禁礼而得失利害定义 岂为一人言在 未会亡死 葬有日矣 天大于雪 至于牛木 群臣多见于太子者曰 雪肾 如此而行葬 民必肾及之 官费又恐不给 请持妻更日太子曰 为仁子者 以民老与官费用之故 而不行先王之葬 不亦也 子物赋言 群臣皆莫敢见 而已告西首 西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 视其为会公乎 请告会公 会公曰 诺 驾而献太子曰 藏有日矣 太子曰 然 会公曰 西王继立藏 于窝山之尾 鸾水捏其目 见官之前河 文王曰 西 先君必欲一线 群臣百姓也夫 故使鸾水见之 于是除而未知张朝 百姓皆献之 三日而后更葬 此文王之意也 金藏有日矣 而雪肾 及牛木 难以行 太子未及日之故 得无贤于 遇及葬户 愿太子一日 先王必欲少留 而辐射济安 前守也 故使于雪肾 因持妻而更为日 此文王之意也 若此而不为 义者修法文王也 太子曰 慎善 竟持妻 更则葬日 惠子不徒刑说也 又令为太子 为葬其先君 而应有说文王之意 说文王之意 已是天下 其小公也在 韩世成新城 七十五日而成 断桥未司空 有一线后二日 断桥执其力而求之 求者之子走告 封人子高约 为先生能活 臣妇之死 愿为之先生 封人子高约 诺 乃信断桥 自服而上成 封人子高左右望约 美哉成乎 一大公矣 此必有厚赏矣 自古及今 恭若此其大也 而能无有罪路者 未尝有也 封人子高出 断桥 使人夜解其力之束缚 也而出之 古曰封人子高位之言也 而逆己之位而畏也 断桥听而行之也 逆己之行而行也 说之行 若此其惊也 封人子高可 为善说矣 书相之地 杨舌虎善鞄 鞄鞄有罪于尽 尽诸杨舌虎 书相为之奴而踪 其夕曰 吴闻小人得位 不争不详 君子在忧 不就不详 乃往见犯宣子 而说矣 曰 闻善为国者 赏不过而行不慢 赏过择聚及寅人 行慢择聚及君子 与其不幸而过 凝过而赏银人 吴过而行君子 故瑶之行也 急滚鱼鱼而用语 周之行也 路管 菜而向周公 不慢行也 宣子乃命令出书相 旧人之患者 行微苦 不必烦辱 由不能免 今其息论先王之德 而书相得免焉 学起刻意已灾 为多若此 开春论第二章 开春论茶贤 今有良衣于此 致识人而其九人 所以求之万也 故贤者知智功名也 必护良衣 而君人者不知己求 岂不过灾 今负责者 永利 时日 补士 导辞无事焉 善者必胜 立功名亦然 药载得贤 卫文侯师不子下 有田子方 礼断干母 国之深意 天下之贤主 其必苦行愁虑在 执其药而已已 雪霜雨露时 则万物欲已 人民修已 急并妖力去已 故曰姚之荣若为一求 以言少事也 福子见智丹妇 谈明秦 生不下唐 而丹妇之 乌玛七已兴出 已兴入 日夜不拘 以身亲之 而丹妇义至 乌玛七问其故于密子 福子曰 我之未认人 子之未人力 人力者故老 认人者故意密子 则君子已 义四之 全耳目凭心气 而百官已知异矣 任其数而已矣 乌玛七则不然 毕生是经 老手足 凡教诏 虽智由未知也 开春论第三章 开春论七贤 金服月禅者 勿在乎明其火 镇其数而已 火不明 虽镇其数 何意 明火不毒 不再乎火 再于暗 当今之时 事暗甚矣 人主有能 明其德者 天下之事 其归之也 若缠之走明火也 凡国不图安 明不图显 必得贤士 赵检子咒居 愧然太息曰 亦在 无欲乏位十年矣 而位不乏 士者曰 以赵之大 而乏位之戏 君若不愈则可也 君若欲之 请令伐之 检子曰 不如而言也 未有事 食人于无所 无乃且伐之 食人者 其言不亦也 而我伐之 是我未不亦也 故检子之时 未以食人者 按照之兵 莫检子之身 未可畏之用人已 由食事 而国家得安 检子可畏好从建议 听食事 而无亲小夺弱之名 魏文侯 过段干目之旅 而誓之 其谱曰 君胡未誓 曰 此非段干目之旅 于 段干目盖贤者也 无安敢不誓 且无闻段干目 未常肯以己亦寡人也 无安敢交之 段干目光乎得 寡人光乎得 段干目父乎义 寡人父乎采 其谱曰 然泽君何不向之 于是君请向之 段干目不肯受 泽君乃智禄百万 而时亡管之 于是国人皆喜 相与宋之曰 无君好正 段干目之敬 无君好中 段干目之龙 巨无几何 秦兴兵御功位 司马唐建 秦军曰 段干目贤者也 而未礼之 天下莫不闻 无乃不可加兵乎 秦军已未然 乃按兵措 不敢攻之 魏文侯可谓 善用兵已 常闻君子之用兵 莫见其行 其功已成 其此之未也 野人之用兵也 古生则四雷 好呼则动地 尘气冲天 流史如雨 浮伤于死 屡长涉血 无罪之民 其死者 量于择矣 而国之存亡 主之死生 由不可知也 其离人 亦亦原矣 开春论 第四章 开春论 审位 身者所谓也 天下者 所以谓也 审所以谓而 轻重的矣 仅有人于此 断首以义冠 杀身以义衣 是必获之 是何也 冠所以试首也 医所以试身也 杀所试 要所以试 则不知所谓已 是之走力 有四于此 微身伤生 一颈断头 以训力 则亦不知所谓也 太王胆负居宾 敌人攻之 是以皮薄而不受 是以诸欲而不肯 敌人之所求者 地也 太王胆负曰 与人之凶居 而杀其地 与人之父处 而杀其子 无不忍畏也 皆免处已 为无臣与敌人 沉惜以义 且无闻之 不以所以养害所养 仗策而去 民相连而从之 遂成国于齐山之下 太王胆负 可谓能尊生矣 能尊生 虽富贵不以养伤身 虽贫贱不以利累行 今受其先人之绝路 则必重施之 生之所自来者久矣 而轻施之 岂不获哉 寒 未向与征亲地 紫华子见昭离侯 昭离侯有忧色 紫华子曰 今使天下书名于君之前 书之曰 左手决之则右手费 右手决之则左手费 然而决之必有天下 君将决之户 王其不语 昭离侯曰 寡人不决也 紫华子曰 甚善 此事官之 两臂重于天下也 身又重于两臂 寒之轻于天下远 今之所争者 其轻于寒又远 君故仇身 伤生以忧之赃不得也 昭离侯曰 善 焦寡人者重以 未尝地闻此言也 子华子可谓之轻重矣 知轻重 故论不过 中山公子谋为 湛子曰 身在江海之上 心居乎未却之下 奈何 湛子曰 重生 众生则轻力 中山公子谋曰 虽知之 由不能自胜也 湛子曰 不能自胜 则纵之 神无恶乎 不能自胜 而强不纵者 此之为重伤 重伤之人 无受泪矣 开春论第五章 开春论爱泪 人于他物 不人于人 不得为人 不人于他物 独人于人 犹若为人 人也者 人乎其类者也 故人人之于民也 可以辨之 无不行也 神农之教约 是有当年而不耕者 则天下 获受其基矣 女有当年而不济者 则天下 获受其含矣 故身亲耕 妻亲记 所以见之民立也 闲人之不远海内之路 而时往来乎 王公之朝 非以要利也 以民为物固也 人主有能以民为物者 则天下归之矣 王爷者 非必奸甲利兵 选足练士也 非必辨人之城郭 杀人之士民也 上士之王者 众矣 而士皆不同 其当士之吉 幽民之力 除名之害童 公输班为高云梯 欲以公送 莫子文之 自卢网 猎场果足 日夜不休 时日时夜 而至于影 见经王曰 臣北方之彼人也 闻大王将公送 信有之乎 王曰 然 莫子曰 必得送乃公之乎 王其不得送 且不义游公之乎 王曰 必不得送 且有不义 则何未公之 莫子曰 甚善 臣以送 必不可得 王曰 公输班 天下之巧公也 以为公送之谢矣 莫子曰 请令公输班 是公之 臣请是守之 于是 公输班 设公送之谢 莫子设守 送之辈 公输班 九公之 莫子 九雀之 不能入 故经 辍不公送 莫子能以 数玉经 免送之难者 此之未也 圣王通事 不出于利民者 无有 西上古龙门未开 吕梁未发 合出梦门 大意逆流 无有丘陵 卧眼 平原高复 尽皆灭之 名曰洪水 于是 书河绝江 为彭里之杖 前东土 所活者千八百国 此语之功也 勤劳未民 无苦呼吁者已 匡张 为惠子曰 公之学去尊 今幼王其王 何其道也 惠子曰 今有人于此 欲避击其爱子之头 时可以代至 匡张曰 公取之代乎 其不语 施取代至 此头所重也 时所轻也 击其所轻 以免其所重 岂不可再 匡张曰 其王之所以 用兵而不休 攻击人而不止者 其故何也 惠子曰 大者可以亡 其次可以霸也 今刻以亡其亡 而受前手之命 免民之死 是以时代爱子头也 何谓不畏 民寒则欲火 蜀则欲兵 造则欲施 施则欲造 寒蜀造施相反 其予立民一眼 立民其一道哉 当其时而已 开春论第六章 开春论贵族 立贵托 至贵族 得之同则宿位上 圣之同则师位下 所谓贵记者 为其一日千里也 寻日取之 与奴台同 所谓贵族使者 为其应生而至 终日而至 则与吴志同 吴起魏京王曰 经所有余者地也 所不足者民也 金君王以所不足亦所有余 臣不得而为也 于是令贵人往事广须之地 皆甚苦之 经王死贵人接来 施在堂上 贵人相与设吴起 吴起号呼曰 吴世子无用兵也 拔屎而走 扶屎插屎而急言曰 群臣乱亡 吴起死矣 且经国之法 立兵于王师者 尽加重罪 歹三足 吴起之志 可谓解矣 其相攻即位 曾公孙无知 收其路 无知不说 煞相攻 公子就走路 公子小白奔举 继而国杀无知 魏友军 公子就与公子小白接规 拒制 争先入公家 管中汉公社 公子小白 中沟 报书于 公子小白将 管子已为小白死 告公子就约 安置 公子小白已死已 报书因急趋先入 故公子小白得以卫君 报书之志应设 而令公子小白将也 其志若足矢也 周五军使人 赐灵溃于东周 灵溃将 令其子诉枯曰 以谁赐我父也 赐者闻 已为死也 周已为不信 因后罪至 赵氏公中山 中山之人多利者 约无秋玉 依铁甲 操铁杖以战 而所积无不遂 所充无不限 以车投车 以人投人也 几至将所而后死 慎行论第一章 慎行论慎行 行不可不熟 不熟如腹身兮 虽毁无几 君子既行律义 小人既行其利 乃不利 有之不利之利者 则可与言理矣 京平王有陈曰 废无忌 害太子见 欲娶至 王未见取 妻于秦而美 无忌劝王夺 王已夺至 而淑太子 无忌说王曰 尽之霸也 尽于诸夏 而精辟也 故不能与争 不若大成成父 而至太子焉 以求北方 王收南方 是得天下也 王说 是太子 拒于成父 拒一年 乃厄之曰 剑与连隐将 以方成外返 王曰 以为我子已 诱上西求 对曰 以七事愿 且自已未由送也 其 近诱辅之 将以亥经 其是已 及以 王信之 使之连隐 太子 剑出奔 左隐细碗 国人说之 无忌又欲杀之 未令银子 常曰 细碗欲饮 令银酒 又未细碗曰 令银欲饮酒 于子之家 细碗曰 我见人也 不足以辱令银 令银必来辱 我且何以给代之 无忌曰 令银好甲兵 子出而治之门 令银至 必观之 以 因已未愁 即享日 为门左右 而治甲兵焰 无忌 因未令银曰 无忌 获令银 细碗将杀 令银 夹在门椅 令银使人 视之 信 遂攻细碗 杀之 国人大愿 动作者 莫不非令银 神隐 数位令银曰 夫无忌 经之 禅人也 王夫太子 杀连隐奢 平王之耳目 今令隐诱用之 杀众不孤 以兴大棒 患己及令银 令银子长约 是无罪也 赶不良土 乃杀废无忌 尽灭其俗 以说其国 动而不论其义 知害人 而不知人害己也 以灭其俗 废无忌之位乎 崔柱与庆风谋 杀器庄公 庄公死 更立井公 崔柱向之 庄丰又欲杀崔柱而待之相 于是 酌崔柱之子 令之争厚 崔柱之子 相语思相 崔柱往 见庄丰而告之 庄丰为崔柱约 且留 吾将星甲以杀之 因令鲁满片 星甲以诸之 禁杀崔柱之 妻子及之属 烧其事无 报崔柱约 吾以诸之以 崔柱归无归 因而自脚也 庆丰相景宫 景宫苦之 庆丰出列 景宫宇臣无语 公孙造 公孙采朱丰 庆丰以其蜀斗 不胜 走如鲁 其人以胃让 又去鲁儿如武 亡于之朱方 精灵王闻之 帅诸侯以公吾 为诸方 拔之 得庆丰 父之辅至 以训于诸侯君 因令其乎之曰 吾或如其庆丰 是其君而若其孤 以王其大父乃杀之 皇帝之贵而死 遥顺之贤而死 孟奔之勇而死 人故皆死 若庆丰者 可谓宠死已 身未禄 知属不可以献 行至之故也 凡乱人之动也 其始相助 后必相恶 为义者则不然 始而相语 久而相信 足而相亲 后世已为法成 慎行论第二章 慎行论无义 先王之余论也 即之以 故义者百世之时也 万利之本也 终至之所不及也 不及则不知 不知屈立 屈立故不可避也 公孙央 正平 续经 公孙节事已 以异动 则无况事已 人臣与人 沉谋未奸 犹获与之 有况乎人主 与其沉谋未义 其孰不与者 非独其尘也 天下皆且与之 公孙央之于秦 非父兄也 非有顾也 以能用也 欲因之责 非公无以 于是为秦江而恭位 为使公子 仰江而荡之 公孙央之居位也 故善公子养 使人为公子养约 凡所未有而遇贵者 以公子之故也 今秦令央江 为令公子荡之 其且忍相语站在 公子言之公子之主 央请一言之主 而皆霸君 于是将归以 使人为公子曰 归位有识相见 愿与公子 坐而相去别也 公子曰 诺 为力争之曰 不可 公子不听 遂相语作 公孙央 因福祖 与车其 以取公子养 秦孝公轰 惠王力 以此一 公孙央之行 欲加遂言 公孙央 以其私属于母归位 相词不受 曰 以君之反公子 养也 无无道之君 故事自行 不可不神也 正平于秦王臣也 其与应侯交也 其交反主 为力故也 方其为秦将也 天下所贵之 无不已者 众也 众以得之 轻必失之 去秦将 入诏 为天下 所见之 无不已也 所可修 无不已也 行方 可见 可修 而无秦将之众 不穷 西代 赵极求 李看 李延续 经与之 聚如位 抵公孙语 公孙语 见而语入 续经因 告慰 历史 补之 续经 以示 赵武大夫 人末 与同朝 子孙 不可以交友 公孙 结语 因君之事 而反告之初 李相国 以示秦武大夫 公非不大也 然而不得入三都 又旷乎 无此其功 而有行乎 慎行论第三章 慎行论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 必物之相似也 与人之所患 患时之似欲者 相见者之所患 患见之似无干者 贤主之所患 患人之薄文辩言 而似通者 王国之主四智 王国之臣四中 相似之物 此与者之所大惑 而圣人之所加虑也 故莫子献其道而枯之 周翟风搞尽容忍 与诸侯曰 魏高宝 岛于王禄 智古其上 远近相闻 吉荣寇至 传古相告 诸侯之兵 接至九天子 荣寇当至 幽王击鼓 诸侯之兵 接至 包四大说 喜之 幽王欲包四之孝也 因数击鼓 诸侯之兵 数智而无寇 至于厚荣寇真智 幽王击鼓 诸侯兵不智 幽王之身 乃死于丽山之下 为天下孝 此夫 以无寇 施真寇者也 贤者由小恶 以至大恶 包四之败 乃令幽王好小说 以至大灭 顾行还向离 三宫九卿出走 此包四之所用死 而平王所以东袭也 秦乡 晋闻 之所以劳王劳 而赐地也 梁北有离秋布 有其鬼焉 喜笑人之子 知昆地之状 义丈人 有知事 而罪归者 离秋之鬼 笑其子之状 福而道苦之 丈人归 久醒而翘其子 曰 无畏辱妇也 岂未不辞哉 我罪 辱道苦我 何故其子妻而处的约 灭已 无此事也 西野网则于东义人 可问也 其父信之 约 西 是必夫其鬼也 我故常文之矣 明日端父 隐于是 欲欲而刺杀之 明诞之事而罪 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凡也 遂是迎之 丈人望其真子 拔剑而刺之 丈人质或于似其子者 而杀于真子 夫或于似事者 而施于真事 此离秋丈人之志也 疑似之计 不可不查 查之必于其人也 顺未欲 姚未左 与未右 入于泽而问木桐 入于水而问于师 西顾也 其知之神也 夫人子之相似者 其母常识之 知之神也 慎行论第四章 慎行论一行 先王所恶 无恶于不可知 不可知 则君臣 父子 兄弟 朋友 夫妻之计 拜也 实际皆拜 乱莫大焰 凡人伦 以实际为安者也 是实际则 与迷路虎狼 无以义 多勇者 则为之而已 不可知 则之无安君 无乐亲已 无荣兄 无亲友 无尊夫已 强大位 必亡也 而亡必强大 亡者之所 即已成也和 借其威与其力 非强大则 其威不威 其力不力 其威不威则 不足以敬也 其力不力 则不足以劝也 故贤主 必使其威力无敌 故以尽则避止 以劝责弊位 威力敌 而忧苦民 行可知者亡 威力无敌 而以行不知者亡 小弱而不可知 则强大疑之矣 人之情 不能爱其所疑 小弱而大不爱 则无以存 故不可知之道 亡者行之废 强大行之威 小弱行之灭 金行者献大数 避解一线冠以剑 而寝其下 大树非人之情 亲之交也 而安之若辞者信也 灵上巨目 人已为妻 亦之故也 右旷于是乎 是亦可知故也 则妻未必已 右旷强大之国 强大之国成可知 则其王不难以 人之所成传者 为其能福 而不能神也 是之所以 贤君子者 为其能行义 而不能行邪辟也 孔子补 得奔 孔子曰 不及 子贡曰 夫奔亦豪以 何谓不及乎 孔子曰 夫白而白 黑而黑 夫奔又何好乎 故贤者所恶于物 无恶于无处 夫天下之所以恶 莫恶于不可知也 夫不可知 道不与妻 贼不与谋 道贼大奸也 而有所得皮偶 又况于 欲成大功获 夫欲成大功 令天下 皆清劝而助之 必知事可知 《慎行论》第五章 《慎行论》求人 申定 国安 天下智 必贤人 古之有天下野者 七十一圣 关于春秋 自卢隐公 已至哀公 时有二事 其所以得之 所以施之 其数一也 得贤人 国无不安 名无不容 始贤人 国无不威 名无不辱 先王之所贤人 无不已也 即悲即见 即远即老 于用功之旗 无用无此须之言 此二国者 虽至于金存可也 则是国可受也 有能义人之受者 则人莫不愿之 仅受国有道 而君人者而不求 过矣 谣传天下愚顺 礼之诸侯 妻以二女 臣以十子 深情北面朝之 至悲也 依隐 逃出之臣也 父说 因之虚迷也 皆上相天子 至见也 宇东至父母之地 日出 九金 青江之夜 攒树之所 明天之山 苗谷 青秋之乡 黑尺之国 南至焦止 孙朴 迅满之国 丹肃 七树 废水 飘飘 九阳之山 与人 裸民之处 不死之乡 西至三威之国 乌山之下 隐鹿 西气之民 积金之山 贡公 一臂 三面之乡 北至仁政之国 下海之穷 恒山之上 犬戎之国 夸父之也 于墙之所 积水 积石之山 不有谢舵 幽其前手 颜色离黑 翘葬不通 步步相过 以求闲人 欲尽地利 至老也 得逃 化矣 真亏 横阁 知交五人 佐语 故宫 记名乎金石 驻于盘语 西者摇巢许 由于佩泽之中 曰 时日除儿 交火不息 不亦牢乎 夫子为天子 而天下以至矣 情属天下于夫子 许犹词约 为天下之不至于 而既以至矣 自卫于 周焦朝于林 不过一知 严属隐于何 不过满腹 归以君呼 恶用天下 遂之积山之下 营水之阳 耕耳时 终身无惊天下之色 故贤主之于贤者也 勿莫之防 欺爱惜故 不以害之 故贤者聚焉 贤者所聚 天地不坏 鬼神不害 人事不谋 此五常之本师也 高子重以取国 赵南宫前 恐博产 而重口指 尽人欲公正 令书相聘焉 是其有人与无人 子产未知诗约 子会死我 千长设为 子不我私 岂无他事 书相归约 正有人 子产在焉 不可公也 秦 精进 其时有一心 不可公也 尽人乃绰公正 孔子曰 诗云 无敬为人 子产一称 而正国免 慎行论第六章 慎行论查传 福德言不可以不查 树传而白为黑 黑为白 故狗似绝 绝似母猴 母猴似人 人之与狗则缘矣 此语者之所以大过也 文儿审则未服矣 文儿不审 不若无文矣 齐桓公文管子于报书 楚庄文 孙书敖于神隐氏 审之也 故国霸诸侯也 吴王文岳王 俱见于太宰匹 智伯文照相子于张武 不审也 故国王身死也 樊文言必熟论 其余人必厌之以理 卢哀公问于孔子曰 乐政魁一族 信呼 孔子曰 惜者顺欲 以乐传教于天下 乃令众礼举 魁于草莽之中而尽之 顺以为乐政 魁于是正六律 和五生以同八丰 而天下大福 众礼又寓意求人 顺曰 福乐天地之经也 得失之结也 故为圣人未能和 乐之本也 魁能何之 以平天下 若魁者一而足以 故曰魁一族 分一族也 宋之丁氏 家五井而出盖及 常一人居外 及其家川井 告人曰 无川井得一人 有文而传之者曰 丁氏川井得一人 国人道之 文之于宋君 宋君令人 问之于丁氏 丁氏对曰 得一人之始 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求能之若此 不若无文也 子夏之晋 过位 有读史记者曰 晋时三史舍和 子夏曰 非也 是己亥也 夫及与三相近 施与亥相似 至于近而问之 则曰 近施己亥设何也 此多类非而是 多类是而非 是非之经 不可不分 此圣人之所甚也 然则何以甚 原物之情 及人之情 以为所闻则得之以 贵直论第一章 贵直论贵直 贤主所贵莫如是 所以贵是 为其直言也 言直则王者献已 人主之患 于闻往而恶直言 是仗其远 而欲其水也 水息自至 是见其所欲 而贵其所恶也 所欲息自来 能亦见其宣王 宣王曰 寡人闻子好直 有知乎 对曰 亦恶能直 一闻好直之事 家不处乱国 身不险无君 身今得贱王 而家宅呼其 亦恶能直 宣王怒曰 也是也 将罪至 能一曰 臣少而好事 常而行之 王胡不能予也是乎 将以张其所好也 亡乃舍之 能义者 实谨忽论于主之策 亦必不阿主 不阿主之所得 其少哉 此贤主之所求 而不孝主之所恶也 胡元说 其敏王曰 因之顶尘于周之亭 其涉盖于周之平 其甘妻之音 在人之有 亡国之音 不得至于妙 亡国之涉 不得见于天 亡国之弃 臣于亭 所以未见 亡必免之 其无始其之大吕臣之亭 无始太公之涉盖之平 无始其音 冲人之游 其亡不受 胡元初而枯国三日 其词曰 先出也 一指住 后出也 满陵雨 无今贱民之阳 阳然东走 而不知所处 其亡问立曰 哭国之法若和 立曰 卓王曰 刑法 立臣府置于东吕 不欲杀之 而欲去之 胡元文儿 绝网过之 立曰 哭国之法卓 先生之老于昏于 胡元曰 何谓昏灾 于是乃言曰 有人自南方来 妇入而泥居 使人知朝畏草 而国未虚 因有笔干 无有子虚 岂有胡元 以不用若言 又浊之东吕 美浊者已无参夫二子者乎 胡元非乐浊也 国以乱矣 上以背矣 哀设即与民人 故出若言 出若言非平论也 将以旧拜也 故贤于威 此处子之所以去之也 达子之所以死之也 赵检子宫未复国 子将兵 即战 且远利 又居于西壁平鲁之下 古之而是不起 检子投福而探约 明呼 士之肃必一若此乎 行人逐过免咒横歌 而尽约 亦有君不能耳 是何必之有 检子福然作则约 寡人之无始 而身子将是众也 子亲为寡人之无能 有说则可 无说则死 对曰 西吾先君献宫 即位五年 监国十九 用此事也 惠宫即位二年 银色豹漫 身好玉女 秦人喜我 训去将七十 用此事也 文宫即位两年 抵之以永 故三年 而是禁国感 成仆之战 五败惊人 唯唯取曹 拔石赦 定天子之位 成尊名于天下 用此事也 亦有君不能耳 是何必之有 检子乃去西壁平鲁 而立于史诗之所及 异谷而是必成之 检子于 与无得隔车千成也 不如文行人 逐过之一眼 行人逐过 可谓能见其君以 战斗之上 包谷方用 赏不加厚 罚不加重 一言而是 皆乐为其上死 贵直论第二章 贵直论直见 言及则怒 怒则说者为 非贤者 俗肯犯威 而非贤者也 将以要利矣 要利之人 犯威何矣 故不孝主 无贤者 无贤则不闻极言 不闻极言 则奸人比舟 百邪西起 若此则无以存矣 凡国之存矣 主之安矣 必有一言 不知所以 虽存必亡 虽安必危 所以不可不论也 其还公 管仲 报书 宁其项羽 饮酒憨 还公未报书约 何不起未受 报书奉杯而禁约 使公无望处 奔在于局也 使管仲 无望处 复而在于卢也 使宁其 无望其犯牛 而聚于车下 还公必袭 在拜约 寡人宇大夫 能皆无望夫子之言 则齐国之设 寂兴于不代义 荡子时也 魂公可与言 及言以 可与言及言 故可与未罢 经文王得如皇之狗 晚露之增 以田于云梦 三月不返 得丹之机 淫 姬年不听朝 宝身曰 先王补以臣未宝 即 经王得如皇之狗 晚露之增 田三月不返 得丹之机 淫 姬年不听朝 王之罪当吃 王曰 不股免依强宝 而耻于诸侯 愿请便更而无吃 宝身曰 臣承先王之令 不敢废也 王不受吃 是废先王之令也 臣宁抵罪于王 无抵罪于先王 王曰 静诺 尹席 王福 宝身术 细经五十 贵而加之于备 如此者在 为王其以 王曰 有吃之名 亦也 遂至之 申曰 臣文君子 耻之 小人痛之 耻之不便 痛之何意 宝身取出 自留余冤 请死罪 文王曰 此不古之过也 宝身何罪 王乃便更 赵宝身杀如黄之狗 西宛禄之增 放胆之鸡 后经国 监国三十九 令经国广大 至于此者 宝身之力 也吉言之功也 贵直论 第三章 贵直论之话 福以永世人者 以死也 为死而言死 不论 以虽之之与物之同 凡之之贵也 贵之化也 人主之货者 则不然 化未至则不知 化已至 虽之之与物之一贯也 是有可以过者 有不可以过者 而身死国王 则胡可以过 此贤主之所重 获主之所轻也 所轻 国恶的不为 深恶的不困 危困之道 身死国王 再与不先之化也 吴王夫 差事也 此须非不先之化也 见而不听 故无畏秋须 祸及何卢 吴王夫 差将伐其 此须曰 不可 夫其之与物也 习俗不同 言语不通 我得其地不能处 得其民不得使 夫无之与悦也 皆土临静 壤交通属 习俗同 言语通 我得其地能处之 得其民能使之 悦于我亦然 夫无 悦之事不两立 悦之于无也 辟若心腹之己也 虽无作 其伤身而在内也 夫其之于无也 戒选之病也 不苦其遗也 且其无伤也 今世悦而伐其 辟之由巨虎而刺奸 虽胜之 其后换位秧 太载匹曰 不可 君王之令 所以不行于上国者 其 禁也 君王若伐其而胜之 习其病已临近 禁必听命矣 使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 君王之令 必行于上国 夫差以未然 不听子虚之言 而用太载匹之谋 此虚曰 天将亡无矣 则使君王战而胜 天将不亡无矣 则使君王战而不胜 夫差不听 子虚两驱高卷而出于亭 曰 戒户 无朝必生荆棘已 夫差星师伐其 战于爱陵 大败其师 反而诸子虚 子虚将死约 于 乌安德一目 以誓阅人之入 无也 乃自杀 夫差乃取其身而留之将 掘其目 柱之东门 约 女胡誓阅人之入 我也 居数年 月报无 残其国 掘其事 灭其设计 以其宗庙 夫差身为寝 夫差将死约 死者如有之也 无何面 以见子虚于地下 乃未密以冒面死 夫换位之 则不可告也 换记之 虽之之无极矣 故夫差之之 残于子虚也 不若勿之 贵直论第四章 贵直论过礼 王国之主一贯 天时虽易 其事虽书 所以王同者 乐不适也 乐不适则不可以存 遭求酒持 肉谱未格 雕筑而拘诸侯 不适也 行鬼后之女儿 取其还 劫舍者 静而是其髓 杀梅伯而 以文王其海 不适也 文王冒兽 以告诸侯 作为玄士 诸位请公 偷孕妇 而观其化 杀笔丹 而是其心 不适也 孔子文之曰 其翘通 则比肝 不死已 下 伤之 所以亡也 晋陵宫无道 从上谈人 而观其 避完也 使宰人 如雄 凡不熟 杀之 令妇人 宰而过朝 以示威 不适也 赵顿 咒剑而不听 公恶之 乃使举迷 举迷献之 不忍贼 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 贼民之主不忠 弃君之命不信 亦于此不若死 乃处亭怀而死 其免亡亡居位 魏公王丹曰 我何如主也 王丹对曰 王贤主也 陈文古人 有此天下 而无恨色者 陈文其生 于王而献其时 王明称东帝 始变天下 去国居位 容貌充满 颜色发扬 无众国之义 王曰 慎善 单知寡人 寡人自去国居位也 待以三复以 宋王诸位涅帝 吃以写 高悬之 涉着甲昼 从下 血坠流地 左右皆赫于 王之贤过汤 无以 汤 五圣人 金王圣天 贤不可以加以 宋王大说 饮酒 世中有乎万岁者 堂上尽应 堂上已应 堂下尽应 门外亭中文之 莫感不应 不适也 贵直论第五章 贵直论雍色 王国之主 不可以直言 不可以直言 则过无道文 而善无自治矣 无自治则拥 秦谋宫时 荣强大 秦谋宫 宜至女乐二八 与良宰焉 荣王大喜 以其故 树饮时 日夜不休 左右有言 秦寇之治者 因汉宫而设治 秦寇果治 荣王罪而卧于尊下 足生父而秦之 为秦则不可知 以秦则又不知 虽善说者由若此 何在 齐公宋 宋王使人 厚齐寇之所致 使者玄 曰 齐寇尽以 国人恐以 左右皆为宋王曰 此所谓肉自治虫者也 以宋之强 齐兵之弱 恶能如此 宋王因怒而驱杀之 又使人往事其寇 使者报如前 宋王又怒驱杀之 如此者三 其后又使人往事 其寇尽以 国人恐以 使者欲其凶 曰 国为甚以 若将安事 其帝曰 为王是其寇 不义其尽 而国人恐如此也 今又思幻乡之 先是其寇者 皆以寇之尽 也报而死 今也报其情 死 不报其情 又恐死 将若何 其兄曰 如报其情 由且先夫死者死 先夫王者亡 于是报于王曰 殊不知其寇之所在 国人甚安 王大喜 左右皆曰 相知死者已以王多次之金 寇至 王自投车上池而走 此人得以赴予他国 福登山而是牛若阳 是阳若屯 牛之性不若阳 阳之性不若屯 所自视之事过也 而阴怒于牛阳之小也 此狂夫之大者 狂而以行赏罚 此代事之所以绝也 其王欲以淳于坤父太子 坤此曰 臣不孝 不足以当此大任也 王不若责国之常者而使之 其王曰 此无此也 寡人启责子之令 太子必如寡人也在 寡人故生而有之也 此为寡人令太子如摇呼 其如顺也 凡说之行也 道不至听至 从此非受是也 今自已闲过于摇 顺 笔且虎可以开说在 说必不若 不闻存倦 其宣王好设 说人之未己能用强功也 其常所用不过三担 已是左右 左右皆是隐之 忠观而止 皆曰 此不下九识 非王 其熟能用事 宣王之情 所用不过三担 而终身自以为用九担 岂不悲哉 非执是其 熟能不阿主 是之执是 其寡不胜众 数也 古乱国之主 换存忽用三担为九担也 贵执论第六章 贵执论原乱 乱必有地 大乱五 小乱三 讨乱三 故事曰 无过乱门 所以远之也 律服未及 律获之 所以而之也 武王以武得之 以文持之 导歌持宫 是天下不用兵 所以守之也 进献功力 离即以为夫人 以西齐为太子 李克率国人 以宫杀至 寻西立齐 帝公子卓 以藏 李克又率国人 宫杀至 于是 进无君 公子已无众路 秦以帝而求入 秦谋公帅师 以纳之 晋人立以卫君 视为惠公 惠公既定于晋 被秦德而不与帝 秦谋公帅师 公晋 敬惠公逆之 与秦人 站于寒远 晋师大败 秦获惠公已归 求智于灵台 十月 乃与晋成 归惠公而至太子羽 太子与陶归也 惠公死 与立卫君 视为怀公 秦谋公怒其 陶归也 启奉公子重 而以公怀公 杀至于高粱 而立众儿 视为文公 文公施舍 朕废治 匡伐困 就灾患 尽银特 薄腹脸 又醉利 劫气用 用民已实 拜经人于成仆 定相亡 侍颂 出古术 外内皆福 而后进乱止 顾献公听离击 晋梁武 忧失 杀太子身生 而大难随之者 武 三君死 一君弩 大臣轻视之死者 以百数 离旧二十年 此上世以来 乱为常义 而乱人之患也 皆约亦而已 此事律不同情也 事律不同情者 心意也 故凡作乱之人 或兮不极深 不苟论第一章 不苟论不苟 贤者之事也 虽贵不苟畏 虽听不自阿 必中礼然厚动 必当亦然厚举 此忠臣之行也 贤主之所说 而不孝主 虽不孝其说 非恶其生也 人主虽不孝 其说忠臣之声 与贤主同 行其师则与贤主有益 亦 故其功名 获福异议 亦 故子须见说于 何驴而恶乎夫差 比甘生而恶于伤 死而献说乎周 五王至阴交 戏朵 五人欲于前 莫肯之谓 曰 无所以弃君者 非戏也 五王左是白语 又是黄月 免而自谓戏 孔子文之曰 此五人者 之所以未亡者 左也 不孝主之所 福安也 故天子 有不胜戏民者 天下有不胜虔诚者 秦谋公 见荣由于 说而欲留之 由于不肯 谋公已告简书 简书曰 君已告内史料 内史料对曰 荣人不达于 五阴与五位 君不若一致 谋公已女乐二八人 与两宰一致 荣王喜 迷惑大乱 饮酒 昼夜不休 由于昼见而不听 因怒而归谋公也 简书非不能为内史料之所谓也 其意不行也 谋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 故血摇之耻 而息至何拥也 秦谋公相摆礼息 尽使疏虎 其使东郭俭如秦 公孙之请见之 公曰 请见客 子之事与 对曰 非也 向国使子乎 对曰 不也 公曰 然则子是非子之事也 秦国毕露荣以 誓服其任 仁是其事 犹据为诸侯笑 金子为非子之事 退 将论而罪 公孙之初 自赴于百里事 百里西请之 公曰 此所闻于香国语 知无罪西请 有罪西请焉 百里西归 此公孙之 公孙之喜 自赴于皆 百里西令 例行其罪 定奋官 此古人之所以 未罚也 金谋 公相之以 其霸西荣 岂不宜再 晋文公将 罚业 赵衰言 所以圣业之术 文公用之 果圣 还 将行赏 衰月 君将赏其本乎 赏其莫乎 赏其莫则 其成者存 赏其本则 陈文之 细子虎 文公 赵 细子虎 曰 衰言 所以圣业 业继圣 将赏之 曰 盖文之于 子虎 情赏子虎 子虎曰 言之意 行之难 陈言之者也 公曰 子无辞 细子虎 不敢顾辞 乃受矣 凡行赏 欲其 伯也 伯则多助 金虎 非亲言 者也 而赏 尤及之 此疏远者 之所以尽能 节制者也 晋文公王 久矣 归而因 大乱之余 有能以罢 岂有此余 不苟论 第二章 不苟论 赞能 贤者 善人 以人 忠人 以事 不孝 者 以财 得失良玛 不若得意伯乐 得失良剑 不若得意欧也 得地千里 不若得意圣人 顺得高遥而顺寿之 汤的依隐而有下民 文王得吕望而服阴伤 福得圣人 岂有礼数在 管子数负在鲁 还公欲向报书 报书曰 吴君欲霸王 责管 宜无在彼 臣服弱也 还公曰 宜无 寡人之贼也 赦我辙也 不可 报书曰 宜无 为其君 设人 辙也 君若得而沉之 则比 亦将 为君 设人 还公不听 强项报书 故辞让而向 还公 果听之 于是乎 使人 告鲁曰 管一无 寡人之 仇也 愿得之 而 亲家守焉 鲁君 许诺 乃使 利阔 其权 交其目 胜之 以 痴疑 至之车中 至其境 还公使人 以 朝车迎之 服以灌火 信以 西家焉 生语之 如国 命有思 除妙言己 而见之 约 自孤之闻 已无之言也 木一鸣 而一聪 孤府 赶砖 敢以告语 先君 因故而命 管子 约 已无 左语 管中海走 再败 其手 受令而出 管子至其国 举世有功 还公 必先赏报书 约 使其国得管子者 报书也 还公 可谓之行赏 以 凡 行赏 欲其本也 本则 过无 由生 以 孙 书 敖 神隐 精相 于有 书敖 由于 颖三年 生 问 不知 修行 不闻 神隐 经 为 孙 书 敖 约 说 一听 方 述信 行 能令人 主 上至于 王 下至于 罢 我不弱 子也 欧 是 皆俗 说 异 调君 以是 主心 子 不弱 我也 子 何以 不归 更乎 吾将 为 子 由 神隐 经 由于 寅 五年 经 王 欲 以 为 令 引 神隐 经 辞 约 七思 之 彼人 有 孙 书 敖 者 圣人 也 王 帝 用之 臣 不 若 也 经 王 于是 使人 此神隐 经之力 也 公吾 大呼 尽贤 不苟论 第三章 不苟论 自知 欲之平直 则必准绳 欲之方圆 则必规矩 人主欲自知 则必直视 故天子立腐弊 设施宝 所以举过也 夫人固不能自知 人主有起 村王安危 悟求于外 悟在自知 遥有欲见之谷 顺有诽谤之目 汤有思过之事 武王有戒慎之讨 有孔不能自知 金贤飞摇 顺 汤 无也 而有眼壁之道 西咒自知在 京城 七庄 不自知而杀 吴王 智伯 不自知而亡 宋 中山 不自知而灭 近毁宫 赵阔 不自知而鲁 钻图 旁涓 太子生 不自知而死 拜莫大于 不自知 范氏之王也 百姓有得忠者 欲赴而走 责忠大不可负 以追悔之 忠旷然有因 孔人闻之而 夺己也 俱掩其耳 恶人闻之可也 恶己自闻之被矣 为人主而恶闻其过 非有此也 恶人闻其过上有可 为文侯厌隐 皆令诸大夫论己 或言君之之之也 至于认作 认作于 君不孝君也 德中山不以封君之地 而以封君之子 是以知君之不孝也 文侯不说 知于颜色 人作去而出 次及翟皇 翟皇曰 君贤君也 臣闻其主贤者 其臣之言之 今者人作之言之 是以知君之贤也 文侯喜约 可返于 翟皇对约 惜未不可 臣闻忠臣必其忠 而不敢远其死 坐待上载于门 翟皇往事之 任作载于门 以军令诏之 任作入 文侯下接而迎之 忠作已未尚客 文侯威敌皇 则己施忠臣已 尚顺乎主心以险贤者 其为敌皇户 不苟论第四章 不苟论当赏 民无道之天 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之天 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荡 则诸生有血气之类 皆未得其处而安其产 人臣亦无道之主 人臣以赏罚绝路之所加之主 诸之赏罚绝路之所加者仪 则亲疏远尽贤不孝 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晋文供返国 赏从王者而逃狐不语 左右约 君返国家 绝路三出而逃狐不语 敢问其说 文供约 辅我以义 倒我以礼者 无以为上上 教我以善 强我以贤者 无以为赐赏 福无所欲 数据无过者 无以为莫赏 三者 所以上有功之臣也 若上唐国之劳图 则桃湖将未首以 周内史兴文之约 进攻其罢户 西者 圣王先得而后立 进攻其当之矣 秦小主夫人用演辩 群贤不说自逆 百姓欲愿飞上 公子连王在位 文之 欲辱 因群臣与民 从政所之赛 有主人首塞 服辱 曰 臣有意 不良主 公子免去矣 公子连去 入宅 从阴市赛 均改入之 夫人文之 大亥 令利兴族 奉命曰 寇在边 足与立其始发也 接约往姬寇 中道因便曰 非姬寇也 嬴主君也 公子连因羽族俱来 致庸 为夫人 夫人自杀 公子连利 侍卫献功 愿又主人而将重罪之 得军改而御后赏之 奸徒征之曰 不可 秦公子之在外者重 若此则人陈征入王公子矣 此不辩主 献功已未然 顾夫又主人之罪 而赐君改官大夫 赐首色者 人米二十大 献功可谓 能用赏罚以 凡赏非以爱之也 罚非以恶之也 用官归也 所归善 虽恶之赏 所归不善 虽爱之罚 此先王之所以 治乱安危也 不苟论第五章 不苟论博治 先王有大悟 去其害之者 故所欲以必得 所恶以必除 此功名之所以立也 俗主则不然 有大悟 而不能去其害之者 此所以无能成也 夫去害物 与不能去害物 此嫌不孝 之所以分也 使章即走 马夫即至 以而得者 其实故也 即一日千里 车轻也 以重载则 不能熟理 忍重也 贤者知举事也 不闻无功 然而名不大利 利不及逝者 于不孝位之认也 东与下不能两行 草与家不能两成 心骨熟而尘骨亏 凡有缴者无上尺 果实凡者目必必 用至贬者无遂功 天知数也 故天子不处权 不处疾 不处营 权则必缺 急则必反 赢则必亏 先王之物之 不可两大 故责物 当而处之 孔 莫 宁悦 皆不一之事也 律于天下 以为无若 先王之数者 故日夜学之 有便于学者 无不畏也 有不便于学者 无肯畏也 盖文孔秋 莫迪 昼日讽诵 席夜 夜亲见文王 周公诞而问焉 用至如此其精也 何事而不达 何谓而不成 故曰 精而熟之 鬼将告之 非鬼告之也 精而熟之也 今有宝剑 两马于此 玩之不厌 事之无倦 宝行良道 义而服父 欲身之安也 明知张也 不亦难呼 明月 忠目之彼人也 苦耕架之劳 为其有约 何谓而可以免此苦也 其有约 莫如学 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 明月约 请以十五岁 人将修 无将不敢修 人将卧 无将不敢卧 十五岁而周微功失智 使之素也 而不过二里 执也 不知耻也 而白舍不执也 今以宁月之才 而久不止 其为诸侯师 岂不宜再 养游姬 隐如 借文艺之人也 经听常有神白源 经之善舍者 莫知能忠 经王请养游姬舍之 养游姬脚功 操始而往 为之舍而扩终之矣 发至则原应始而下 则养游姬有 仙忠忠之者已 尹如学玉三年而不得焉 苦痛之 夜梦受秋嫁于其诗 明日往朝其诗 望而未知曰 无非爱道也 孔子之未可余也 今日江教子以秋嫁 尹如反走 北面在拜月 今夕尘梦受之 先为其诗言所梦 所梦顾秋嫁已 上二世者可谓能学矣 可谓无害之矣 此其所以观后事矣 不苟论第六章 不苟论贵当 名号大显 不可强求 必以咒其道 知物者不于物于人 知人者不于事于君 知君者不于君于天子 知天子者不于天子于御 知御者不于御于性 性者万物之本也 不可长不可短 因其固然而然之 此天地之鼠也 亏赤肉而乌雀聚 离畜堂而众鼠散 衰迭臣而民之丧 于色臣而民之乐 汤 五休其行而天下从 解 昼慢其行而天下盼 岂待其言在 君子审在己者而已已 经有善相仁者 所言无一策 闻于国 庄王献而问焉 对于 臣非能乡人也 能官人之有也 官不一也 其有皆孝体 纯谨为令 如此者 其家必日益 身必日荣 以所谓及人也 官是君者也 其有皆诚信 有行好善 如此者 士君日益 官职日尽 此所谓及臣也 官人主也 其朝臣多贤 左右多忠 主有师 皆交争正见 如此者 国日安 主日尊 天下日福 此所谓及主也 臣非能乡人也 能官人之有也 庄王善之 于是即收事 日也不屑 遂罢天下 故贤主之时 见文艺之人也 非特聚之而已也 所以就大悟也 福事无大小 故相与通 田列驰成 亦设走狗 贤者非不畏也 畏之而至日得焉 不孝主畏之而至日获焉 至于 交货之事 不亡息代 君有好猎者 旷日持久而不得受 入则愧其家事 出则愧其之有周理 为其所以不得之故 则狗恶也 遇得粮狗 则家贫无矣 于是还吉庚 吉庚则家父 家父则又以求粮狗 狗粮则数的授矣 田列之祸 尝过人矣 非独猎也 百事也尽然 霸王有不先庚而成霸王者 古今无有 此贤者不孝之所以输也 贤不孝之所欲与人同 遥 解 忧 立皆然 所以谓之意 故贤主查之 以谓不可 服谓 以谓可 故为之 谓之必咒其道 悟莫之能害 此功之所以相万也 四顺论第一章 四顺论四顺 是多四道而顺 多四顺而道 有之顺之谓道 道之谓顺者 则可语言化矣 至长反短 至短反长 天之道也 京庄王欲罚臣 使人适智 使者曰 臣不可罚也 庄王曰 何故对曰 臣国高 勾续身 续姬多也 宁国曰 臣可罚也 夫臣 小国也 而续姬多 富脸重也 则民怨上矣 臣国高 勾续身 则民力罢矣 兴兵伐之 臣可取也 庄王听之 遂取尘焉 田承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 有兄曰 丸子 人且有勇 阅人兴师 朱田承子曰 西顾杀君而取国 田承子换之 丸子请率士大夫 以匿阅施 请必战 战请必败 败请必死 田承子曰 夫必与月战可也 战必败 败必死 寡人遗焉 丸子曰 君之有国也 百姓愿上 贤良又有死之 陈蒙之 以完官之也 国以拒矣 金月人启师 陈与之战 战而败 贤良尽死 不死者不敢入渔国 君与诸 孤出渔国 以陈官之 国必安矣 丸子行 田承子弃而浅之 夫死败 人之所恶也 而凡以为安 岂宜道哉 故人主之听者 与世之学者 不可不驳 引夺魏晋阳下 有请于赵俭子 俭子曰 网儿一夫磊 我将网 网儿见磊 是剑中行银与饭即设也 夺网儿增至 剑子尚之晋阳 望见磊而怒曰 喜 夺也欺我 于是乃舍于交 将使人诸夺也 孙明晋见曰 以臣思之 夺可赏也 夺之言固曰 见乐则寅耻 见忧则正至 此人之道也 今君见磊念忧患 而旷群臣与民呼 辅辩国而立于主 虽奸于罪 夺未知 夫顺令以取荣者 众能知 而旷夺于 君其徒之 剑子曰 微子之言 寡人己过 于是乃以免难知 赏赏隐夺 人主 太上喜怒必寻礼 其次不寻礼 必属羹 虽未知大贤 有足以盖着事矣 尖则当辞 是主之患 耻不知而金字用 好必过而恶听见 以至于微 耻无大呼微者 似顺论第二章 似顺论别类 知不知上矣 过者之患 不知而自以为之 物多泪然而不然 故王国陆民无矣 夫草有身有垒 独食之则杀人 何而食之则亦受 万锦不杀 七闹水闹 何两闹则未减 施之则未浅 金柔西柔 何两柔则未刚 凡之则未闹 或施而浅 或凡而闹 泪故不必 可推之也 小方 大方之类也 小马 大马之类也 小至 非大至之类也 鲁人有公孙绰者 告人曰 我能其死人 人问其故 对曰 我故能至偏枯 今无备 所以为偏枯之要 则可以其死人已 无故有 可以为小 不可以为大 可以为伴 不可以为权者也 相见者曰 白所以为奸也 黄所以为认也 黄白杂则兼且认 良见也 男者曰 白所以为不认也 黄所以为不奸也 黄白杂则 不奸且不认也 幼柔则卷 奸则者 见者且卷 焰得未利见 见之情未及 而或以为良 或以为恶 说始之也 故有以聪明听说 则妄说者指 无以聪明听说 则谣 劫无别以 此忠臣之所换也 贤者之所以废也 亦 小魏之则小有福 大魏之则大有福 于祸则不然 小有之不落其亡也 设召者欲其中小也 设受者欲其中大也 勿故不必 安可推也 高杨应将为世家 将对曰 未可也 目上生 家图其上 必将挠 以生为世 今虽善 后将必败 高杨应曰 原子之言 则是不败也 目一枯则尽 徒一钱则轻 以意尽人 一轻则不败 将人无辞而对 受令而畏之 誓之始成也善 其后果败 高杨应好小茶 而不通乎大离也 机奥绿尔备日而息走 只乎息则日在其前已 目故有不见也 智故有不知也 数故有不及也 不知其说 所以然而然 圣人因而兴至 不是兴严 四顺论第三章 四顺论有度 先主有度而听 顾不过 有度而以听 则不可欺已 不可谎已 不可恐已 不可习已 以凡人之之 不昏乎其所以之 而昏乎其所谓之 则人之意欺已 可谎已 可恐已 可习已 知之不神也 可有问祭子曰 昔以知顺之能也 祭子曰 遥顾已至天下矣 顺言至天下 而何己之福 是已知其能也 若虽知之 悉道知其不畏思 祭子曰 诸能至天下者 故必通乎 性命之情者 当无私矣 下不依求 非爱求也 难有余也 东不用煞 非爱煞也 轻有余也 圣人之不畏思也 非爱废也 劫乎己也 劫己 虽贪于之心 由弱指 又旷乎圣人 许由非强也 有所乎通也 有所通则 贪于之力外矣 空 莫知弟子 图属充满天下 皆以仁义之数 教导于天下 然而无所行 教者数由不能行 又旷乎所交 是何也 仁义之数外也 明日日宴以 莫有奋表者 民相未曰 此必不信 有一人曰 是往奋表 不得赏而已 何商 往奋表 来业无其 无其自荐而出 是之常担负 夜日又负立表 又令于义中如前 一人守门征表 表加值 不得所赏 自是之后 民信 无其之赏罚 赏罚信 胡民 何事而不成 启毒兵户 世荣论第一章 世荣论 世荣 世不偏不挡 柔而奸 虚而始 其状朗然不宣 若失其一 傲小物 而质属于大 似无勇 而未可恐狼 直顾横赶 而不可辱害 灵患涉难 而处以不悦 难免称广 而不以耻大 今日君民 而御浮海外 节物甚高 而细利福赖 耳目以俗 而可与定士 富贵福就 而贫贱福切 德性尊礼 而修用巧味 宽裕不资 而忠心甚利 难动以物 而必不忘者 此国事之荣也 其有善乡狗者 其林甲已买取蜀之狗 积年乃得之 约 是良狗也 其林处之数年 而不取蜀 以告相者 相者约 此良狗也 其至在张弥使落 不在蜀 欲其取蜀 也则治之 其林治其后卒 狗乃取蜀 福稷傲之气 鸿湖之志 有欲乎人心者 成也 人亦然 成有之则 神应乎人矣 言启足以欲之载 此位不言之言也 可有见田辫者 背负中法 进腿中度 驱降贤雅 辞令殉民 田辫听之 必而辞之 可出 田辫送之以目 弟子为田辫曰 可 是于 田辫曰 待胡非是也 今者 可所言脸 是所数师也 是所言脸 可所数师也 可待胡非是 也故火烛一语 则是偏无光 古节早成 空窍枯利 身必不长 众无谋方 其谨事件 多顾不良 治必不公 不能立功 好的恶语 国虽大不未亡 火灾日治 故君子之荣 纯乎其若中山之御 局乎其若陵上之目 纯纯乎 甚锦畏化 而不肯自足 浅浅乎 取舍不悦 而心甚素朴 唐上迪年为始 其故人为唐上愿之 以为唐上 唐上远 无非不得畏始也 修而不畏也 其故人不信也 即畏为寒丹 唐上说 惠王而解之为 以与博扬 其故人乃信其修为时也 据有监 其故人为其凶请 唐上曰 卫君死 无将辱兄已代之 其故人反兴再败而信之 夫可信而不信 不可信而信 此语者之换也 知人情 不能自疑 以此卫君 虽有天下何意 故拜莫大于于 于之换 再必自用 自用则杠漏之人 从而贺之 有国若此 不若无有 古之与贤 从此生矣 非恶其子孙也 非较而金其名也 反其使也 世荣论第二章 世荣论物大 常世关于上智 三王之所 其名无不容者 其是无不安者 功大故也 俗主之所 其欲名时 也与三王之所同 其名无不辱者 其是无不威者 无功故也 皆换其身 不贵于其国也 而不换其主之 不贵于天下也 此所以欲荣而于儒也 欲安而于威也 孔子曰 厌绝征善处于义乌之下 母子相补也 区区焰香乐也 自以为安逸 造突厥 上洞坟 厌绝颜色不变 是何也 不知或知将棘之也 不亦于乎 为人臣 而免于厌绝之智者 寡矣 复为人臣者 尽其绝路富贵 父子兄弟 相与彼州于义国 区区焰香乐也 而以为其设计 其未造突进矣 而终不知也 其与厌绝之之不义 故曰 天下大乱 吾有安国 义国禁乱 吾有安家 一家禁乱 吾有安身 此之未也 故戏之安 必带大 大之安 必带小 戏大见贵 焦香未赞 然后皆得其所乐 伯夷说 为四君以王术 四君应之曰 所有者千成也 愿以受教 伯夷对曰 乌获举千君 右旷一金 杜贺以安天下说 周昭文君 昭文君 为杜贺曰 愿学所以安周 杜贺对曰 臣之所言者不可 则不能安周以 臣之所言者可 则周自安以 此所谓 以服安而安者也 正君问于北瞻曰 闻先生之意 不死君 不亡君 信有知乎 北瞻对曰 有知 敷言不听 道不行 则故不是君也 若言听道行 又何死亡灾 故北瞻之不死亡也 贤乎其死亡者也 系有顺欲服海外而不成 祭祖以成帝以 与欲帝而不成 祭祖以王海内以 唐 五欲祭雨而不成 祭祖以王通达以 五伯欲祭汤 五而不成 祭祖以为诸侯尝以 空 莫欲行大道于事而不成 祭祖以成显荣以 福大意之不成 既有成以 故武士大 世荣论第三章 世荣论上农 古先圣王之所以 祷其民者 先勿于农 民农非徒畏地利也 贵其智也 民农则谱 谱则异用 异用则边静安 主位尊 民农则重 重则少私义 少私义则公法利 利专一 民农则其产妇 其产妇则重喜 重喜则死处 而无二律 舍本而 事莫则不令 不令则不可以守 不可以战 民舍本而 事莫则其产约 其产约则清奸喜 清奸喜 则国家有患 皆有远至 无有居心 民舍本而 事莫则好志 好志则多诈 多诈则巧法令 以是位非 以非位是 后继约 所以物耕之者 已为本交也 事故天子亲律诸侯耕地集田 大夫是 借有工业 事故当时之物 农不见于国 以教民尊地产也 后非帅 酒贫残于交 桑于公田 事已春秋冬夏 借有马喜私俭之功 以利赴交也 事故丈夫不知而依 妇人不耕而食 男女冒功 以长生 此圣人之志也 故境时爱日 非老不休 非急不息 非死不舍 上田 夫十九人 下田 夫十五人 可以异 不可以损 一人至之 十人十之 六处皆在其中矣 此大任地之道也 故当时之物 不行土工 不做师徒 树人不贯辩 娶妻 嫁女 相似 不酒里聚众 浓不上文 不敢司机于庸 为害于食也 然后至也尽 苟非同性 浓不出狱 女不外嫁 以安浓也 也尽有武 地位僻异 不操麻 不出分 耻年未长 不敢喂原幼 量力不足 不敢取得耳羹 农不敢行骨 不敢喂一事 为害于食也 然后至四时之近 山不敢伐财下目 则人不敢挥路 还往居服 不敢出渔门 孤骨不敢入渔渊 则非周渔 不敢圆明 为害其食也 若民不利田 莫乃家畜 国家难治 三以乃吉 是为备本反则 施毁其国 凡民自七尺以上 属诸三观 农工素 公公器 假供货 食是不供 是为大凶 夺之以土工 是位姬 不绝优为 必丧其比 夺之以水士 是位月 丧以祭乐 四邻来须 夺之以兵士 是位力 或因虚碎 不举至爱 数得民识 大几乃来 也有秦磊 或谈或歌 但则有婚 丧诉甚多 皆知其末 莫知其本 真 世荣论第四章 世荣论认定 后继约 子能以蛙为屠湖 子能藏其恶 而依之以阴呼 子能使无事静 而犬欲土呼 子能使宝石安地 而处呼 子能使 还宜无银呼 子能使 子之也 尽未临风呼 子能使 搞树节 而精尖呼 子能使 岁大而间 君呼 子能使 肃还而薄康呼 子能使 米多沃 而石之强呼 无知若何 凡庚之大方 利者愈柔 柔者愈立 息者愈劳 劳者愈息 急者愈肥 肥者愈急 急者愈缓 缓者愈急 施者愈造 造者愈施 上天弃母 下天弃犬 五庚五闹 必神已见 其身直之度 因土必得 大草不生 又无名誉 金子美和 来自美脉 是以六尺之四 所以成母也 其薄八寸 所以成全也 弄饼尺 此其度也 其弄六寸 所以肩价也 地可使肥 又可使吉 人肥必以则 使苗间而地系 人弄必以汗 使地肥而徒缓 草砖大院 冬至后五旬七日 昌史生 昌者百草之先生者 也 于是史庚 梦下之息 杀三叶而获大麦 日治 苦菜死而滋生 而树马语书 此告民地保尽死 凡草生藏日中出 西手生而麦无业 而从事于续藏 此告民就也 五时 见生而树生 见死而获死 天下时 地生财 不与民谋 有年异土 无年异土 无时民时 无时之至下 知贫富利弃 皆时之而作 可时而止 是以老弱之力 可尽其 其用日办 其功可使备 不知事者 时未至而逆之 时即网而目之 当时而搏之 使其民而戏之 民即戏 乃以良时目 此从事之下也 操事则苦 不知高下 民乃于处 众路和不畏路 众众和不畏众 是以速少而施功 世荣论第五章 世荣论遍土 凡耕之道 必使于卢 为其寡则而厚枯 必厚其那 为其为厚而及 保者认之 奸者耕之 则其那而厚之 上田则备其处 下田则尽其余 无与三道任地 夫四绪参发 大圈小母 未清于蛆 苗若直练 地窃之也 寄众而无形 耕而不长 则苗相妾也 浮出则无 除之则须 则草妾之也 故去此三道者 而后素可多也 所谓今之耕也 盈而无获者 其早者先识 晚者不及识 寒暑不节 价乃多姿 识 其未母也 高而微则则夺 悲则烈 见风则诀 高培则拔 寒则刁 热则修 一时而五六死 故不能未来 不拒生而拒死 虚驾先死 众道乃窃 望之四有余 旧之则虚 农夫知其田之意也 不知其驾之疏而不是也 知其田之计也 不知其驾居地之虚也 不除则无 除之则虚 此事之商也 故母欲广以平 犬欲小以轻 下得阴 上得阳 然后贤生 驾欲生于尘 而职于奸者 甚其众 勿使数 亦无使书 与其师徒 无使不足 亦无使有余 书有幽也 必无其培 其幽也值 职者其生也必献 其师徒也君 君者其生也必见 是以牡广以平 则不丧本经 生于地者 五分之以地 经生有行 故斥长 若不向害 故斥大 横行必得 纵行必数 正其行 通其风 决心中央 率为灵风 苗 其若也欲孤 其常也欲相宇居 其属也欲相服 是故三一位族 乃多素 凡何之患 不惧生而惧死 是以先生者眉米 后生者未比 是故其怒也 长其胸而去其地 恕肥无使服输 恕敲 不欲专生而足居 肥而服输则多比 翘而专居则多死 不知嫁者 其怒也去其胸而养其地 不收其诉而收其笔 上下不安 则何多死 后土则孽不通 宝土则翻翻而不发 如之明色 刚土柔种 免更杀逆 使农适得 世荣论第六章 世荣论审时 凡农之道 后之未饱 斩目不识 不折避遂 嫁就而不获 避与添资 福嫁未知者人也 生之者地也 养之者天也 是以人价之荣足 弄之荣弄 聚之荣守 此之未耕道 是以得食之河 长铜长岁 大本而精沙 书记而岁大 其夙缘而薄康 其米多沃而食之强 如此者不讽 先使者 经夜带忙以短横 岁聚而方夺 活米而不香 后使者 经夜带忙而莫横 岁月而清零 多彼而不满 得食之鼠 忙精而脚下 岁忙以长 团米而薄康 充之意 而食之不愿而香 如此者不宜 先使者 大板而滑 精沙而不碎 夜高短碎 后使者 小精而麻长 短碎而厚康 小米钱而不香 得食之道 大板而精宝 长同书记 遂如马尾 大力无芒 团米而薄康 充之意而食之香 如此者不义 先使者 本大而精夜隔队 短瞳短碎 多彼后康 薄米多芒 后使者 先经而不滋 后康多彼 辟米 不得待定熟 仰天而死 得食之麻 必忙以长 书节而色扬 小本而精尖 后席以君 后熟多荣 日夜分复生 如此者不黄 得食之书 长经而短足 其家二妻以卫足 多知数节 敬夜翻识 大书则远 小书则团以方 称之重 食之西以乡 如此者不宠 先使者 必长以慢 福夜书节 小家不识 后使者 短经书节 本须不识 得食之脉 同肠而颈黑 二妻以卫行 而服 薄着而赤色 称之重 食之智相以兮 使人积责且有力 如此者不屈屈 先使者 书与未知浮动 苟屈而多吉 其次阳以解 后使者 若苗而遂苍狼 脖色而美盲 是故得食之驾兴 失食之驾月 精相若称之 得食者重 素之多 量素相若而充之 得食者多米 量米相若而食之 得食者忍机 是故得食之驾 其臭香 其味肝 其气章 百日食之 耳目聪明 心意锐智 四味变强 凶器不入 身无科殃 皇帝约 四食之不正也 正无骨而一意 优优独播剧场 bands 五湿员